情人 渡边沉一 一 短夜 林立的高楼上空 春天的晚霞凝住了似的 但从底下望去 一条条线似的天空还是相当的亮堂 给人一种 天色尚早 还可以出门去什么地方玩一会儿的感觉 然而 时间确实是已接近半晚六时了 街市上下班的人流 已经十分热闹 这边是一伙 吵吵着要找个什么地方去喝一杯的同事们 那边是一对对年轻的朋友们 更有那些中年的男人们神情严肃 拎着公文包 行色匆匆地奔向地铁车站 人流如潮 行色匆忙 临次致比的高楼大厦 华灯初上 绚丽多彩的迷红灯开始闪烁起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 片童修子 就喜欢赤板马路上这种暮色中的景色 一天工作结束了 约上三两知己晚餐 或者独自漫步街头 欣赏着那些商店大厨窗里陈列的商品 或者就干脆直接回家 反正都有着自己 这段晚霞映照下的时间是完全向自己敞开着胸怀的 记得幼时 突然有许多的蛋糕点心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选哪一个呢 总是十分的犹豫不决 然而 有这么多的品种能让自己挑选 这种自由却是心里感到十分的满意 当然 蛋糕与时间不能等同而言 然而 下班从公司出来 那种犹豫的感觉却是相似的 一种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的快感 和一种怎样来支配这段时间的犹豫 往往老是搅合在一起 尤其是这种春天 炸暗还明的时光 望着那还像白昼似的天空 修子总是茫然无措 可是今天 他却没有了往日的那种躊躇 从公司出来走了约三分钟 便到了流池 在那里 他仰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去鸡尾警街 一瞬间 司机扭着头没有反应过来 确实这段路走过去有些远 坐车又太近 正是那种所谓尴尬的距离 终于司机也没说什么 拔准了汽车的方向盘 也许是看到了修子已经坐到了车里 也许是听到修子去的是一家宾馆 赶到去那里肯定会有生意的 坐在车座上 修子将自己的黑蹄包放在双漆上 另一只白色的纸袋放在了边上的座位上 这是一个小小的厚厚的纸袋 里面装着待会儿送给原野昌平的礼物 昨天下班后 他费了好些心思 才买些这些礼物 从翅膀一直走到了银座 当他总算找到这件衬心的礼物时 天意完全地暗下了 所以说 昨天 今天 修子的这段傍晚的时间 都奉献给了原野 车子在 由全木 结构组成的古朴风雅的宾馆旧楼门口停住 这宾馆 在面临翅膀大街上 已造起了一栋 高大气派的现代化新楼 但原野还是喜欢这座 旧楼的酒吧与餐厅 修子对他的这种执着 也是十分欣赏 进入旧楼 修子静止去了化妆室 随说已经迟到了五分钟 但原野是不会为此生气的 化妆室里 修子面对着大镜子 望着自己的脸 修子感到自豪的是那个微微上翘的鼻子 学生时 总感到自己这上翘的鼻子就像黏土了 就像黏上了一团糯米糕似的 希望能像外国的女明星似的 再尖一些 然而 到了大学里和进了公司 好多男同事和周围同事 都说他这鼻子长得可爱 于是才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今后 今后 修子直云轻上 高不可攀 我们就更加难以接近了 修子当上了社长秘书 男同事们感到十分的惋惜 实在是由于他的那只上翘的鼻子 平时给人一种温柔和亲热的感觉 有这么个好鼻子 将来老了 也不会像那使魔法的老婆子那样 惹人讨厌 原野也曾经这么恶作句似的 说过他的鼻子 可反过来说 也许正是对他的一种赞美呢 鼻子暂且不说 年龄已经32岁了 修子双眼角上 已经爬上了鱼尾纹 记得最初注意到的是 是三年前 他慌慌张张地 炒眼角上拼命地涂纸抹粉 却还是掩盖不了 现在虽说还是浅浅的 皱纹却已经有两条了 肌肤也失去了 二十岁时的那种光泽 弹性 只有这微微上翘的鼻子 还是与年龄无关 显得十分的青春 前些日子 英国总公司来的 负责销售的头头看到修子 曾说他是Cat 这是对年轻姑娘 十分赞美的言语 还有其他公司的先生们 看到他也总是问他 二十五还是二十六啦 这当然有一种公位的意思在里面 但这只往上翘的鼻子 确确确实实地使不少人产生了错觉 修子用粉柄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鼻子与双霞 又涂上了一遍口红 头发微微地有点波浪 不长不短 很自然地披在了肩上 林从公司出来时 已经精心化过妆 现在还保持得很好 修子在镜子面前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妆容 才悠然地朝酒吧门里走去 酒吧殿堂深处的座位上 原野正举着手向他招呼 戏长大八郎中间深海般的漆黑 两边的一张张桌子上 亮着蜡烛色的小灯 早来了吧 没有 我也才刚到 原野的公司在八重周口 所以要比修子稍微早写出发 现在就去餐厅 不过先来一杯怎样 剑原野喝着利酒酒 于是修子也同样要了一杯 今天的打扮真漂亮呀 前些天狠狠地 在自由之秋的店里买的 修子上身一件 微长胸口的真丝衬衫 腰间一条黑皮带 下身一条灰色的裙子 显得高雅而且美丽 从年轻时 修子就喜欢欧洲典雅风格的服装 看来 这也十分投合原野的趣味 外面 那晚霞真美极了 修子将途中所见到的 高楼林立之间的半碗景色 向原野描述着 真想信不接头 悠闲地享受一下呀 你是说在这黑窟窿里喝酒 可惜糟蹋了好时光吧 要是就我们两人 倒还是蛮有情趣的 确实 现在的东京到处都是人鱼车 嘈杂的世界 这里可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 第九九送来了 两人举杯轻轻地碰了一下 生日 恭喜啦 都这么个岁数了 还说什么恭喜 原野今年是满四十九岁了 修子也已不是十七岁了 庆祝生日 老用恭喜这种说法 日本的语言也真是太贫乏了 那么 用什么语言呢 说陈同 当年怎么样 不感到别扭滑稽吗 为了美好的岁月干杯 用这种语言 不是更能调节一下心情吗 原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盯着修子的手 不知道 今天能有什么生日礼物呀 当然有了 我给你带来了 修子拿出那白纸袋 原野伸手去接 不好意思呀 迫不及待地向你索要礼物 我是嫌待会儿去餐厅 灯光太亮 原野说他怕餐厅太亮 其实是怕周围人太杂 堂堂大男人 在众人眼前接受一位女士的礼物 有些不好意思 称不称心 我没把握 在半明半暗的桌子下 原野柔软的手打开了白纸袋 修子注视着原野此时的表情 就像少年打开百宝箱时的感觉 很难想象 他是一位领导200人企业的社长 太棒了 原野大大的手掌中 闪耀着光芒 这是钻石吧 圆形的领带 中间像着一颗小小的钻石 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 太漂亮了 如此礼物 我还是第一次收呢 我是说 送给有些年纪的人 店里的人便提醒我说 钻石太小 老花眼恐怕看不清楚 我还没有老花眼呢 这自然知道 所以才送你这礼物的呀 看到原野一说他老眼便认真 修子感到十分好笑 原野已经迫不及待地 在自己的条纹领带上 用那领夹比着试着 OK 今晚就带着这领夹吃饭了 说着便将原来的领夹取下 餐厅在二楼 楼梯是螺旋的 整个餐厅也都是木结构 保持着一种古色古香的 夕阳风格的宁静与坦然 两个人找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下 又要了香槟酒 干了一杯 好看不好看 迎着原野的询问 修子美丽的笑页 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大一分太俗 小一丝太暗 正合适 是啊 再大一些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了 可为了找这么合适的礼物 我可是花了大心思呢 是啊 很贵吧 这个嘛 你就不用担心了 修子的公司是专门经营水晶玻璃器敏的皇家水晶公司的日本分公司 他担任分公司社长的秘书 因是外资企业 又会英语 所以报酬也不低 要比同样的日本公司的女职员高出一倍 所以日子也就过得比较宽裕 当然 花十万元买一件礼品 对修子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是 送给自己喜欢的人 而且又是一年一度的生日 明年就要五十了呀 园也一边喝着汤 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那么 明年举行一次更盛大的生日庆祝会 喂喂 修子 你是看我一年年老下去 心里高兴吧 年龄快些大上去 不讨女人的喜欢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你是在吃醋了吧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修子与原野交往是四年前的事 二十八到三十二岁的女人 是最会动摇的时候 她接受了原野的爱 不得不说 是她真心地喜欢上了她 然而 说她是吃醋了 这也不太正确 喜欢是喜欢 可以不想整天将人家强扭在一起 刚才说原野 年龄快些大上去 不讨女人的喜欢是件好事情 与其说是吃醋 倒不如说是 一点小小的讽刺罢了 原野确实是爱着自己 但有时也会浪跌于其他女孩子之间 当然 对此原野是不会承认的 但从平时的谈话中 能够感觉得到 然而 自己也不想将原野的一举一动 都盯得死死的 本来男人就是吃着碗里 望着锅里的德行 而且 原野有家庭 自己是知道这一切 才与他要好的 所以 其他女人怎样 说起来 只有让大家感到没趣 虽说 与原野的关系 已经相当密切 可修子心里 从一开始 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喜欢是喜欢 可不想介入 他与自己以外的生活 只要与他在一起 两个人感到快乐 幸福 这就足够了 修子能如此清醒地处理 与原野的关系 也许是因为 幼时他受父亲 在外面乱找女人的影响 自从懂事起 修子就不常见父亲回家 父亲只是在他想起时 才偶然回家 回家来的父亲 对修子十分慈祥 对母亲却似凶神恶煞 然而 到了二十岁 修子对父亲 慢慢地有了几分理解 或许是母亲对父亲 过分乖巧 过分依赖 才促使父亲 在外面寻找寄托 男人与女人 并不是整天厮守在一起 才算幸福 男人女人 如果没有共同理想 各自没有独立的能力 很难保持男女间 关系自始至终 四年来 修子与原野的情人关系 能维持下来 期间 也没发生什么大的危机 很大程度是由于 修子正确处理了 他与原野关系的缘故 修子的生日 还有些日子吧 原野多人想几次地说道 是七月十三日吧 修子用叉子插住一块 萨拉中的蟹肉 点了点头 记得真老呀 是巴黎节的前一天 所以不会忘的 去年生日时 修子得到一只白金 掀着一颗大珍珠的戒指 现在这戒指 正戴着他的无名纸上 渐渐地 我们的年龄差距 会越来越小的 原野的理论是 35岁与20岁的差距很明显 可75岁与60岁 就看不出什么差距了 确实 随着年龄增大 年龄差距的比率随之缩小 这也是事实 今后我会越来越接近你 安安心心地等着吧 想起来了 黄金粥有什么打算呀 当煎小羊排的正菜上来时 原野突然向修子问道 五月一日 二日 英国总公司有人来 要去公司上班 其他时间休息 那三号四号 去乡根住一晚上吧 修子掏出笔记簸翻了几下 难得的机会 可我四号不行呀 怎么了 刚才不是说 一号二号有事吗 与人约好 要去红钱赏樱花呢 赏樱花倒是第一次听说 和谁去 小泉 安部 还有一些人 修子爆出几个大学时 同学的名字 安部的家乡在青森 以前曾好几次约我去 这次好不容易定下来的 赏樱花又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换个日子也没关系的嘛 不行 好不容易约好的了 可是我 黄金粥一半不能休息 只有三号至五号 好不容易有些空 在乡根定间好房间 自由自在过上一夜 第二天再去玩高尔夫球 你女友约好去红钱看樱花 有什么趣味 趁早回绝了才是 事到如今 不能回绝了 求你了 原野将头深深低了下去 修子却将脖子扭到了一边 这样突如其来的 我不能违约的 就这么一次 求你还不行吗 可赏樱花是两个月之前就约好了的 让我现在突然反悔 太自私了吧 真是个倔姑娘 原野深深地叹了口气 修子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用刀和叉子吃着盆里的菜 两个人交往的最初一年里 往往被原野强行地打乱过自己的不少计划 但是现在 自己感到不行时 便断然地拒绝了 事实已确实如此 当他提出约会时 自己的安排有时就会受影响 虽说他来相约也是好意 但修子也有自己的生活 这并不是说修子怎么傲慢 或者是对其感到讨厌 实在是感到该拒绝时 干脆地拒绝 并不是对原野的爱不尊重 对于修子来说 原野是他心爱的人 但是他并不想使自己 卷进原野的圈子里 跟着他团团转 黄金周以外的日子 还能安排出时间 修子以安慰的口气说道 可是原野似乎还是不肯死心 难得有机会 想两个人轻松一下 但是黄金周到处都是人 尽是那些脱儿带女的家庭旅行者 修子对节假日去旅行圣地 会撞上很多家族旅游者 最是讨厌 这也许是他不习惯 孩子的稀爽和吵闹 或者说 看着别人全家团圆 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 对他这个单身者来说 有些心烦意乱的感觉 但是 平时有空 也不可能特意跑去乡根呀 五月中旬 我可能请他出嫁 修子是社长秘书 所以社长不在公司时 他容易请假 五月中旬 社长要去关西 九州出差一个星期 五月中旬 袁野手举着葡萄酒杯想着 这时间 客人很少 那里会很清静的 袁野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 因为自己是老板 所以 时间也就可以自由地安排 好吧 就照你说的 放到五月中旬吧 我尽考虑自己 真对不起呀 最后 修子还不忘 不失时机地 向袁野赔个不是 哪里 是我相约在人家后面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袁野嘴里谦虚地表示理解 但他心里 到底是理解与否 就不得而知了 晚餐后 又喝了少许的白蓝地 待端上咖啡 已是九点钟了 今天 你可是吃的 比平时多呢 袁野似乎心情好了些 表情柔和地问修子 好久不吃西餐了 感到特别好吃 修子出生在海边的心蟹 要说喜欢还是以鱼为主的和食 袁野也一样 是和食的坚定派 可今天的生日 他们却选了正宗的法国菜 差不多了吧 袁野看了看表 向招待做了个结账的首饰 谢谢你这么精美的晚餐 今天是袁野的生日 本来修子想请客的 但想想 已经送了一份贵重的礼品 不便再请这顿晚餐了 两人并肩走下楼下 袁野说道 我的车已打发先回去了 袁野与修子约会时 总是打发自己的车子先回去 表面上是公司分明 实际上是不想让司机 察觉自己的秘密 走到外面 春夜已经降临 夜色分外的迷人 宾馆雪白的墙壁上 一扇扇明亮的窗户十分显眼 修子非常喜欢 这旧楼静意祥和的气氛 他贪婪地欣赏着此时的景色 这时出租车来了 去了一天 我送你 坐进车里 袁野征询地看着修子 修子住的公寓 在市田谷不远的赖田 这是五年前 他向自己父亲借下钱买的 两时一听 现在看来买得十分合算 虽说每月的按揭 是一笔够呛的开支 可房子的价格比买时 要涨了好多 年纪轻轻就有自己的房子 了不起呀 袁野总是这么赞美他 可他自己知道 当时并不是预计到 这房子会涨价才买的 只是感到 既然要在东京工作下去 就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地方 袁野的家经过 赖田顺环县八号朝南 地名叫九之园 如果将赖田 九之园 及他们工作的东京诸心 三个地方 用县连起来的话 正好是一把扇形 修子曾经从地图上 寻找过九之园的地方 当时感到 对三角地 正好似三角关系 事实上 修子自己 也并不认为 自己是袁野的妻子 袁野的妻子 是袁野的妻子 自己又是自己 连面都没有见过 所以也谈不上嫉妒 或者吃醋什么的 修子觉得 只要自己 与袁野两个人在一起时 感到充实就可以了 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小矛盾 但从与袁野认识开始 他自己就这么想的 除此以外 他不想再考虑 什么别的事情 车子顺着青山道 朝色谷方向驶去 道路两边的商店的大橱窗 也不时透出春夜的风情 眺望着这些街景 袁野情不自禁地 哼了起来 啊啦啊啦 啦啦啊啦 袁野高兴时 总是喜欢哼这段 淋漪丝之下的曲子 默默地听着修子 感到袁野的手伸了过来 握住了他的手指 也许是葡萄酒加白兰蒂的缘故吧 人感到有些飘飘然 修子也感到身体火一样的发烫 全身懒洋洋的 真舒服 修子的公寓 在地铁 步行五分钟的地方 因为是女人 所以要夜里晚归 也不打紧的地方才好 因此 他选定了这离车站又近 又十分清静的地方 公寓是五层楼结构 进大门 右手一转弯 就是一个小小的门厅 朝里便是电梯 乘上电梯 到五楼下来 房间是靠左端的 五零一室 修子先用钥匙 开了门进去打开灯 又转身为袁野 放好拖鞋 两时一厅的布局 进门便是一间 十叠的带厨房的起居厅 在里面 有一间六叠的寝室 乱七八糟的 不好意思啊 修子匆匆地将桌上的书 信件什么的 整理了一下 又去阳台上 将晾干了的衣服收进来 袁野自己不肯动手 但却十分爱干净 特别是对那些 长毛绒 小动物什么的装饰品 非常讨厌 曾经有一次 从画报上 看到一位女演员的房间 装饰得太厉害 而对其大肆抨击 修子房间的格调 倒不是为了迎合 袁野的胃口 只是她自己就喜欢干净 房间里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干净 心里便会感到不自在 房间保持整洁的关键 是将多余的东西清除出去 这是袁野的论调 但是 要做到这一点 还是非常困难的 本来修子不是那种 执着的姑娘 但在她身上 那种与生俱来的 干脆利落的性格 也许正是她与那些喜欢 用各种装饰品 点缀自己的姑娘 不同之处吧 这里不管什么时候来 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 让人心情会一下子好起来 今晚 袁野果然心情很好 一进屋便脱掉上衣 解开领带 修子马上为她准备了睡衣 这是一套米色的睡衣 修子特意为身材高大的袁野 买了XL尺寸的 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大 袖子长长的 就像变戏法的魔术师 但是袁野还是乖乖的换上了那套睡衣 要不要喝些什么呀 是啊 有什么醒酒的东西没有 那么 喝文胆汁吧 修子走到厨房里 取下手上的戒指 将它放在餐具柜上 一只水晶玻璃盒里 哦 原来是放戒指的呀 袁野 男男的回头 眺望着那个放入戒指的水晶玻璃盒 这是专门放宝石的 放什么都可以 不过 放进戒指不是更漂亮吗 修子的公司 是进口水晶玻璃制品公司 全是世界一流的名牌 所以 可以想象这盒子一定很贵 公司进口的葡萄酒杯 一只都是可以卖到 一万至三万 修子是公司职员 可以得到原价的六七折优惠 尽管如此 起先他还买过几只 白兰地酒杯什么的 直到最近 他买了这个水晶盒子 这盒子的用途不定 买来时 相放些春树叶 紫阳花瓣什么的 最为欣赏用 最近才开始放戒指 项链 这随意放进去的手势 在水晶特有的多棱面反射下 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 都更加光彩耀眼 这水晶盒 只放一只珍珠戒指呀 放得少 才显得出光彩来呢 我们公司今后送礼品时 也用这盒子不错呀 一定请用这盒子 大量购买时 还可以给你优惠 修子满脸推销员的神色 说着 从冰箱里拿出文胆汁 倒了杯子里 今晚那葡萄酒 满满两瓶 是稍稍多了一些 我还认为 你能帮我多喝掉一些呢 元叶喝着文胆汁 修子去寝室换了身衣服 当修子换上他喜爱的 象牙色真丝套装 回到起居室时 元叶穿着那身魔术师的睡衣 正在聚心会神地看电视 电视节目是夜新闻 文胆汁已经喝空了 再来一杯好吗 修子一问 元叶却用手指着寝室 我去睡一下可以吗 是葡萄酒喝多了 元叶有了些醉意 请吧 趁元叶进屋去睡觉的道 修子从信箱里取了两封信 看过信 又将洗过的衣服整齐地叠好 这时听到元叶在叫唤 喂 听他叫了两次 修子 修子便走进寝室 只见元叶一个大字的仰卧在床上 要睡便好好地睡 修子随手将床罩掀起 突然元叶的手伸了过来 放开手 修子 修子想将元叶的手扳开 但身子让他一下子拉了过去 坐在了床上 随即又身不由己地倒在了元叶的胸口上 黄金粥不肯跟我出去玩 要罚你一下 这本来是你的不是呀 元叶不有分说地抱住了修子 口红要沾上的呀 一瞬间元叶的动作顿了一下 马上便一下子吻住了修子的嘴唇 其先还是慌里慌张地吻着修子的嘴唇 慢慢地当修子无法抵抗 元叶强行地乱吻时 他便很老练地将舌头 趁机送进了修子的嘴里 舌头在修子的嘴里柔软地旋转 修子的双唇也慢慢地 叶开花似地开放了 不知不觉 修子的舌头也随着对方的节奏 欢快地蠕动起来 这时 元叶才放下心来 感到火候已到 便一边继续柔柔地亲吻 一边腾出一只手 去解修子胸前的扭扣 修子闭着眼睛 感到自己正在顺着元叶的动作 一步步滑向深渊 不愧是元叶 从来就是这样 绝不强求 而是用柔柔的情谊 将修子引向深渊 修子完全相信 元叶会使自己陶醉 与元叶约会 他话不多 但每次总能让修子 像一具尸首似的 任他宰割 从这巧妙的感受中 修子充分感觉到了 元叶那男人的魅力 过去一定接触过不少的女人 这些经验和自信 以及反映出来的技巧 现在却展示在自己身上 说实话 修子有时为自己竟会 适量于一个花花公子 而感到反感 然而 心灵深处又不得不承认 理解这个现实 元叶不断地爱抚和挑逗 使得修子的身体 无比地柔和 浑身舒服地燃烧起来 修子一边感受着这种 无从摆脱的快感 一边还是轻声地反抗着 快感与反抗 修子犹豫地 游离在两者之间 最后 总是像吸毒者似的 不能自己 于是 便移下 这紧爱的世界里去了 据说 一般男人回到家里 都不会对妻子 有太多的激情 修子公司里的男同事们 结婚几年后 也都说与妻子 失去了初恋时的激情 现在 纯粹是一起生活的 同居人而已 与同居人的人 产生激情 是不可能的吧 有些男人 公开就这么说 还有些男人 更加肆无忌惮 和老婆嘛 每星期来一次 已经是不容易的了 我就是一个月一次 还是看待 夫妻的情分上呢 这些话 本来也许应该 是在外出旅游 或朋友间喝酒 开玩笑时说的 然而 确实结婚后 生活在一起 相互间的新鲜感 与感情的交流 就慢慢地淡薄了 这当然 不仅仅是 做妻子的责任 做丈夫 也有一定的责任 修子的朋友 也向他感叹 结婚才一年 便感到 丈夫的魅力消失了 那么原野 又怎样了呢 回到家里 仍然热烈地 和妻子亲热吗 对此 修子是不太想关心的 而且也不想 去打听这些事 记得有一次 原野无意间 露出一句 回到家里 就是睡觉 这也许 是他向修子表示 只有他 才是唯一的爱人 但修子 却并不想介入 他回到家里 以后的事情 原野回到家里 想与妻子好 尽管好就是 这样想 当然不是 是件 舒心的事情 但修子知道 这是一个 自己无权 介入的世界 自己最好 还是省些心思为好 原野与妻子 关系如何 每次见面 从原野的言谈举止中 还是能感觉出来的 原野是修子趁心的 也正是这一点 他有妻子 有两个孩子 然而 与修子在一起时 绝对没有一点 父亲与丈夫的味道 对修子来说 他永远是恋人 是情人 除此以外的 原野与修子 毫无关系 他也根本不想知道 大多数的女性 一旦爱上男人 随着与她的关系 日益加深 便会想知道 她所有的一切 不管她与自己 是否在一起 她的一举一动 都要搞个 一清二楚 但是 修子不是 她只要得到 自己想要的 充实的爱 便心满意足了 她喜欢将这种感受 深深地埋在心里 事实上 今天晚上 她从原野身上 得到了爱 确实不是 复言老式的玩弄 是真真实实地 染着激情 透着热烈 甜味的爱 原野醒来时 时间已经过了 两个小时 几点了 就像一座大山似的 原野翻了个身 修子也从 迷迷糊糊中 清醒了过来 将近一点了吧 修子将床头柜上的 台灯打开 原野慢慢地 扬过身子 凝视着天花板 看着不声不响的原野 修子碰碰他的脚 感觉得出 他是准备回家了 每星期一天 原野是住在修子这里的 这一天 他总会自言自语 今晚 慢慢来吧 这一天 大多是星期五 或是星期六 第二天 是休息天 慢慢地 修子也习惯了 只要他这么自言自语 便知道 今晚是住在这里的 同时 有原野的一举一动 修子也能猜出 他的心理 比如今晚 他是想准备回家了 修子 马上就感觉到了 原野 看起来大大咧咧 可是 又使人 意想不到的细腻 随时随地 他都很有分寸 注意 不要伤了 修子的心 修子对此 非常感激 同时 对他 时时刻刻的 小心翼翼 也感到有些压抑 要想回去 就干脆说出来 修子对此 不会有什么 不高兴的 把有气压的原野 紧紧地拽在 自己身边 修子压根 也没有这么想过 原野还是 默默地看天花板 修子忍不住 轻声地说道 该起来了吧 原野轻轻地 伸了个懒腰 不知不觉 已经这么晚了 看你睡得太香了 不忍心叫醒你呢 可是修子 你也睡着了吧 迷迷糊糊 睡了大约三分钟吧 他们相好开始时 原野睡着了 修子总是睡不着 现在习惯了 原野一睡 他便像感染似的 也跟着睡着了 起来吧 原野说着 十分得体地 轻轻地抱了抱修子 爱你 轻柔的声音 在修子耳边响起 修子睁着眼 却没有反应 原野感到 稍稍地不安 真想再睡下去呀 修子还是没有反应 眼前只感到 男人的猴结 再向下地滚动 他说 真想再睡下去 修子却知道 他是真想回去了 他自己也知道 必须回去了 但又不好意思起来 穿了衣服就走 修子对原野的这种犹豫 倒不是讨厌 有人也许会说 他优柔寡断 说他没有男子汉气 但在修子看来 这正是原野作为男子汉 善解人意的地方 好 起来吧 修子感到 今晚与原野的相处 很愉快 一年一度的生日 肯定他公司的同事 朋友 家里的妻儿 都在等他 为他庆祝生日 然而他却在这些 然而他却在这里 置于不顾 把整个晚上都给了修子 紧这一点 修子就感到满意极了 原野还躺着没动 修子掀起来 去起居时 打开了电灯 刚才原野喝文胆汁的杯子 还放在桌上 修子将它洗干净放好 这时原野也起来了 原野已经换上了 自己的衬衣 裤子 但是头发蓬蓬散散的 领带也没有戴上 一看便是刚刚睡醒的样子 来 把脸洗衣洗 领带系好 修子将热水器打开 招呼着原野 可原野好像还是不好意思似的 怕修子生气 不用了 反正都已经半夜了 但是路上碰上谁 也说不准呢 原野这才无可奈何地 梳理了一下头发 系上了领带 要不要喝些什么 有没有冰的大麦茶 修子从冰箱里 拿出大麦茶 倒了一杯 原野一口气喝干了 真解渴 这下脑袋清醒多了 车子要不要打电话 时间还早 出去到大路上拦一辆吧 修子下定决心思地站起来 朝门口走去 随即又回过头来 明天有什么安排 平平常常去公司上班 原野点点头 又直指自己的胸口 明天开始 我一直戴这个领带 不要睡昏了头 弄丢了呀 保证不会 说话间 原野在门口穿上鞋 打开门时 又回过头来 又干嘛呢 修子扭着头 原野有点难温情地笑了笑 轻轻地吻了吻修子的额头 再见 终于放心思地 原野打开房门 走到走廊上 又一次回身 向修子招手 晚安 修子微微点点头 等到原野关上门 便将房门下了锁 房间里就一个人了 修子将头盘挽起 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好像一场大风暴刚刚过去 周围终于平静了下来 修子围着浴巾 将浴缸放满热水 把身子埋进水里 继承了北路出生的母亲的遗传 修子的皮肤雪白 年轻时真正白都不敢见人 曾几何时 他多么憧憬 有一身小麦色的皮肤呀 但是 自从碰上原野后 他总是赞美修子的皮肤 这么白的皮肤 瞧一眼 我便会热血沸腾的 白皮肤好呀 还会变颜色呢 这些男人眼光真是厉害 修子现在想起来 还有些脸红 浴缸里 修子的皮肤在热水中 导到充分的滋养 不可思议的是 每当与原野相爱时 修子的皮肤便会十分光柔 这是二十岁年龄才会有的现象 真是不可思议 修子仔细地将身子洗好 又洗了一下头发 再一次将身子在热水中泡了一会儿 待全身感到发热了 踩起来去到镜台边上 镜子里 双眼角上的鱼尾纹 是没有办法掩盖的 原野却总是说 稍稍有几条皱纹 反而显得成熟 这话 不管他是安慰还是讨好 总之 修子听来是十分开心的 出了浴室 脸上涂上美容营养液 又吹干了头发 修子终于切切实实地感到 这一天将结束了 已是深夜两点了 再也不会有谁来打扰 现在完完全全是自己的时间了 修子坐在沙发里 舒舒服服地将双脚伸了开去 小时候 学巴黎舞的时候 右脚拇指甲受伤了 从那时起 这只脚一直羞于贱人 现在一个人 可以自由自在了 修子感到有些口渴 便从冰箱里取出啤酒 又顺手将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 调到F1N 这节目是英语广播的音乐节目 对修子来说 既能练习英语 又能欣赏音乐 修子听着广播 重新将身子埋进了沙发里 与自己喜爱的人相处后 洗个澡 喝杯啤酒 听听音乐 这房间变成了天堂 是一个谁也不会来打扰的天堂 修子就喜欢在这种气氛下 悠然地享受人生 不管怎么爱着这个男人 也不想失去自己一个人时的亲近 自己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女人 单身的女人 三十岁已过 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 不管怎样要好的朋友 也不想让她来破坏自己的习惯 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 修子至今不想结婚 潜意识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喝干了一杯啤酒 又倒了一杯 与音乐声混在一起的电话铃声响了 电话筒的电线很长 所以修子不用起身 一伸手便将话筒抓过来 话筒里传来了原野的声音 现在刚到家 在自己书房里 原野使用的电话 是她书房里的专用线路电话 还没有睡吗 洗了个澡 现在喝啤酒呢 不想睡吗 也太深了 原野的声音显得有些含糊 刚才不该睡的时候睡过了 现在反而睡不着了 那么我陪你一起不睡吧 干嘛呢 你去睡好了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寂寞呀 突然 原野的声音压得滴滴的 我爱你 突如其来的 修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听见了 当然听见了 好像不相信我呀 沉默了一会儿 话筒里原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好 再见了 晚安 修子放下话筒 似乎要拂去 刚才的谈话似的 将收音机音量又调高了一些 重新端起了盛满啤酒的杯子 黄金周的5月3日 修子与安部争作子 小全会里三人 在羽田机场约起了 一起飞向了青森 三人是大学时的同学 曾佐子在丸之内口的 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还没结婚 惠里在赤板的某电台当编导 五年前与同台的一位男同事结了婚 但去年又离婚了 所以 说来说去 三人现在都是单身女子 大学时的同学大半都已经成家 开始时还时常碰面 有时也会被已婚的同学邀请去他们家里 但慢慢地便疏远起来 只剩下他们几个情绪相投的单身者 还保持着往来 这也许真所谓是物以类聚 人以全分吧 而且 女人成家与否 他们的趣味 言谈 便大相径庭 即时是单身者 如修子他们三人 也分别有三人的不同之处 曾佐子 他从大学毕业 便一直渴望着快些成家 只是要求太高 或者说缘分不到 至今独守归房 像曾佐子这样的 可以称为结婚愿望派 三人当中 他可以说最具大家闺秀气质 长得漂亮 皮肤又白 如果找到个好夫家 该是典型的险妻良母 与真佐子相比 慧里皮肤稍稍黑一些 长长的脸型 给人一种劳动妇女的感觉 现在 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 去年离了婚 好在 具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所以 离婚后的日子 也过得有滋有味 修子正好处于两者中间 32岁了 还不结婚 与一个有妻儿的男人 远也厮守在一起 当然 他并不能说不想结婚 如果有合适的人 有合适的机会 结婚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 让他一本正经 匆匆忙忙地找男人 他又没有这般兴趣了 一句话 结婚也好 单身也罢 他都无所谓 说他是结婚怀疑派 还不如说他是 不举行事的结婚派 或者说是自由派 修子的婚姻观的形成 与他看到母亲的遭遇 有很大的关系 修子的母亲现在还健在 住在新谢乡下 经营海产品批发公司的父亲 在修子上高中时 与别的女人好上 便弃家出走了 从此 随说父亲按时提供生活费 母亲的生活并不十分拮据 可寂寞却无时无刻 不再折磨的母亲 母亲的一生 好像就是为了抚养修子 和两个儿子而已 而且大儿子结婚后 母亲与儿媳相处得不太好 结果六十多岁的母亲 只能与儿子分开 独自一个人生活着 修子幼时还看到父母关系和睦 当他稍大些 父母便分居了 而且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 也靠不住 看着母亲的遭遇 修子不得不想 结婚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结婚而结婚 修子是无论如何不肯迁就的 草率的成个家 依靠男人生活 修子办不到 他不想失去自食其力的生活 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感想 也许正是他不想成为像针琢子那样 一心憧憬着找一个好男人的女人 俗话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话很有道理 三个女人 现在就像学生外出郊游似的 无拘无束地离开了羽田机场 今天 三人的打扮各具特色 惠里是粉红的夹克 粉红的萨买裤 大圆边的帽子 一身鲜艳的打扮 就像将翅膀最流行的时装 搬到东北去似的 针琢子是白色的衬衫 白色的裤子 一副大家闺秀的打扮 胸前镶着一条宽宽的波浪型花边 修子是外面 深藏青夹克套装 里面白色衬衣 在三人中 显得稍稍老成了一些 黄金舟的青森 穿衣还没来到 街上的树木 大多光秃秃的 针琢子的家 在青森西南20公里处 一个叫黑石的地方 据说他家是开酒厂的 果然 下了飞机一出机场 就有一位他家酒厂里的 小青年来接他们了 时间刚过晌午 三人便请青年开车去青森寺 看看街景 先去港湾看看吧 按针琢子的吩咐 车子便朝着青森港湾驶去了 青海百度船不见了 让人感到有些失落感 在这休闲的海港氛围 还是洋溢着醉人的旅情的 果然 北边的海 南人似的刚见有力 美极了 滚滚波浪 天上来的感觉呀 惠丽与修子 对着大海 各自谈着感想 这时 针琢子用手指 指着海的那边说 天气再晴一些的话 从这方向 能望见北海道呢 那前面 是京青海峡吧 我每次来这里 都会想起 石川卓木的和歌呢 缠儿荡洋 心儿醉 瞭望眼前的京青海 妹妹柔情似水呀 想起此情此景 嘿 曾佐子海 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呢 是啊 我们东北地方人 外表大大咧咧的 内心其实 是十分富有浪漫气质的呢 三人叽叽喳喳地说笑着 修子突然发现 开车的青年人 独自远远地立在车边上 哎呀 我们不会太冷落的年轻人了吧 不要紧的 他就是不合群 倒不是讨厌我们 这样说来 倒是修子想起 那青年人从刚见面 说了声你好以后 就一直没在开口 该不会 他是喜欢上了真佐子吧 别开玩笑 我都已是离开这个家的人了 你竟讲些漂亮的话 会里开始了他的讲演 以前在什么书里读到过 全国各县中 初次与人见面 最最木纳不上言语的是 青森县的人呀 这是因为这里的人淳朴 另外 对年长的人 即使委屈自己 也伪心求全 也是青森县的人数多呢 别说了 你是想说我不够开放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表面冷冷淡淡的 内心却是热心的人 不对 青森人是较真的人 是认死理儿的人 一点也不跟通融的顽固分子 是这样吗 可我看真佐子 你一点也不顽固呀 但是 我说的顽固 是进取的意思 是这样 所以你才几次三番 让人介绍男朋友呀 说到这里 三人都大笑起来 一起回到了车里 天气晴朗 但风还是有些刺恋 途中有好几处的樱花 已经开了 使人感到一些春天的气息 三人都由于有开车的男青年在场 嘴巴不敢太放肆 三十分钟左右 到了真佐子的家 黑色的木板围墙 一直延伸到街角 大门是灌木门 不愧为富甲义方的酒厂老板的家 是呀 你还是这里的小姐呢 会里又一次十分敬佩地看着真佐子 对小姐 可不能讲话没有分寸呀 好了 你们少说两句 不会被当成哑巴的 大门口 真佐子的母亲和嫂子迎了出来 休子 会里 赶紧上前去打理 接着 便被带到了二楼的书房 不太宽敞 这房间将就一下吧 说不太宽敞 实在是太宽敞了 房间有十叠大 窗边上都装有栏杆 这房子要是在东京 真是不得了呀 会里惊叹地说着 修子便讥讽地说 什么都与东京比 这是是东京人差劲的地方 喝了茶 吃了些点心 又稍事休息了一下 三人便在青年人的陪同下 去市内的上美游玩 这里 以古时京都的公清建造的枯山水 而闻名 园内多处玉宝殿 玉林屋的珍贵建筑 是京清的第一名园 这景色 真好像是东北地区的小京都呀 珍佐子的气质 为什么这么温文尔雅的道理 我总算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是想编排我是京清香巴佬吧 怎么会呢 我是想说 你可能有着公清王族的血统呢 果然有眼力呀 很快的 珍佐子心情愉快起来 拖着那男青年给大家照相 从圣美园出来 又去黑温泉乡转了一圈 回到珍佐子家 已是六十了 珍佐子的家 习惯全家人一起就餐 怕他们受拘束 便在二楼的房间里 为他们几个另开了一桌 三人正吃得起劲 珍佐子的父亲走上楼来 他的身材十分魁梧 穿着灰色的丝质和服 腰间扎着宽宽的腰带 欢迎你们呀 珍佐子的父亲 在门口站定了 朝修子与惠里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家珍佐子 一直受着你们的关照 惠里与修子 慌慌张张地赶紧坐直了身子 这次冒昧地打扰贵妇 真是十分感谢 这么个乡下 没什么招待 请不用太客气 珍佐子父亲 曾佐子父亲两手把着宽宽的腰带 说着又轻轻地鞠了躬 下楼去了 听着叉叉的胶步声消失在楼梯下 惠里使劲地点头 说 珍佐子 你不结婚的理由 我这下真正明白了 你是拿所有的人与你父亲比较吧 又得瞎说了 有这样优秀的父亲 东京那些小家子气的男人 是不会让你称心的 我能理解 不要什么都主观猜想好吗 珍佐子一个劲地否认着 可惠里还是目不转睛地 望着珍佐子的父亲 刚才站的地方出神 桌子上满满的 有笔木鱼 金枪鱼 鲍鱼的生鱼片 还有半蟹肉黄瓜 有蕨菜 蜂斗菜 山菜的大杂主 还有油煎仙被等等 挤满了一大桌子 当然 主人是酒厂老板 清酒 烧酒 冷酒 应有尽有 这样丰盛的菜肴 我是酒为了的呀 喜欢喝酒的惠里 双眼闪着兴奋的光芒 先喝了一大口的冷酒 嗯 好喝 修子 你也来一口 修子平时喝威士忌 但他其实更喜欢喝清酒 现在被惠里一劝 便也尝了一口 一下子 一阵说不清的香味在嘴里散发开来 于是赶紧劝真爪子 真爪子 你也稍微喝一些吧 真爪子是酒厂老板的女儿 但却滴酒不沾 喝一点便满脸通红起来 今晚 今晚不用担心晚了回不去什么的 放心的喝吧 惠里就像是到了自己家里 随心所欲地畅饮了起来 酒一下度 自然话就多了 谈话内容还是老问题 结婚 恋爱 婆婆妈妈 你有那么优秀的父亲 恐怕很难找到称心的男人了 惠里还在想着真爪子的父亲 赞叹道 话不多 却十分厚实 给人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 我真是被真爪子的父亲给迷住了呢 喂 你这丫头 不要信口胡言呀 修子慌忙堵住惠里的话头 不是吗 喜欢的人应该是望而不可却的呀 时时想他才有味道呢 老是待在一起才没劲呢 你这样认为 可我却不这么想 于是满脸通红的真爪子 对惠里的论调不能赞同 自己喜欢的人 还是赶紧结婚 恩恩爱爱地在一起才有趣呢 真爪子还是孩子呢 才会说出这么幼稚的话来 好了好了 没像你这样结了婚又离婚 是我的不是了 你不懂 结了婚 一起生活 相互间就没有神秘感了 睡不醒的傻相 心思底里的蠢态 都将暴露给对方 暴露了又怎样 只要真心相爱的话 可是 人并不是这样的呀 结婚不是浪漫的幻想 是现实的生活 每天重复着繁琐的生活 丈夫也好 妻子也好 便会麻木起来 夫妻便会成为纯粹的同居者的 这个既然是夫妻 就要面对现实了 问题就在这里 当夫妻变为同居者时 男人就不是男人 女人就不是女人了 什么同情呀 什么爱情呀 都随即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这个 应该夫妻两人 共同努力呀 你这个人 怎么说都是无用的了 惠丽张开两手 一脸无奈的表情 望着修子求救地说 喂 修子 这位浪漫主义的小姐 你动动脑筋让她醒醒 修子也与我一样的想法 只要有了爱 其他一切都无所谓的 两人都要修子帮自己说话 修子只好苦笑了起来 确实 爱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仅仅有爱 一切都无所谓 也是不现实的 你们俩都有道理 不要讲这种没有原则的话 干脆点表明自己的观点嘛 要想结婚的人 但兼无访 不想结婚的人不结也罢 这还是不能表明你的态度呀 修子可一直是清醒的呀 惠丽这么讲话的当 真左子嫂子的脸伸了进来 片童小姐 楼下有你的电话 是谁呀 修子扭着头 跟着真左子嫂子下楼去 电话是放在楼梯对面的 一间木板隔着的房间里 修子拿起话筒一听 传来了原野的声音 一切还好吗 嘿 挺顺利的 有事吗 临出来时 修子将真左子家的电话 告诉了原野 果真去了青森呀 一当 我在胡说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有些担心 听到你的声音 就放心了 是后天回来吧 是的 要半晚六点左右呢 要去羽田机场接你吗 有会里 真左子在一起 不用了 那么 我就去你家等你吧 不要紧吧 原野说到此处 稍稍停顿了一下 又说 越快越好 真想你呀 你这张嘴巴 太讨人喜欢了 那好 就这么说定了 好的 我明白了 正好 真左子的嫂子 走了过来 修子便马上换了一种 与他人谈事情的语气 谦虚地点的头 祝您晚安 说着便搁下了电话 修子回到房里 会里便马上迎了上来 谁来的电话 两个人都知道 修子与原野的关系 所以便接着问 是他打来的 修子只好点点头 会里便紧追不舍地说道 寂寞到这种地步了 人刚到 电话便追了过来 不是这样的 真不错呀 真不错呀 看来我也得赶紧找个心上人呢 啊 会里 不是有人吗 真左子说得不错 会里近来与一位共同搭档采访的摄影师相互有些好感 别瞎说 别瞎说 那人看上去不错 可是没有一种踏实感 男朋友还是年纪大一些靠得住呢 那么你托修子帮你找一个呗 是啊 修子 有什么好人介绍一下吧 会里这么一问 真左子马上打圆场说 可是 比我们年纪大的男人 大都已经结婚了呀 这不是问题 我又不打算与他们结婚 这种想法 我还是不能接受 有家小的男人呢 正因为你这么死脑筋 所以现在还长不大 可是 如许我问一句 你们与亲儿的男人鬼混 难道不感到 有什么罪恶感吗 也许是有了酒意 今晚真左子的话十分尖锐 什么罪恶感 有也罢 无也罢 我们又没有夺人间男人的意思 可是 这男人的妻子 家庭却由此变得不幸 这可是他们的事 我们可没什么关系呢 这么不负责任 与偷汉贼有什么两样 你这话 这话可 恨不得堵住真左子嘴巴似的 惠里生气地盯着真左子的脸 真左子也感到有些过分 便向着修子轻轻地点了下头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在说你什么不好 不要紧的 修子苦笑地点点头 真左子讲的应该是对的 谁也没有反驳的道理 但是 人会喜欢上一个人 也不会瞎说 世界上就有着这种不合道理的道理 这要靠每个人的良知与道德修养 来做出评判 修子深深地爱着原野 但这仅仅是与自己在一起时的原野 一旦离开自己 去公司上班 回家里与妻儿团聚 这时的原野便与修子没有关系了 这便是修子对原野英九的良知 也是他道德的准则 当然 这只是修子自己这么认为 周围人对他的看法就不会这样的了 不知内情的人 可能就会与真左子一样 认为修子是偷汉贼 确实 他是别的女人的丈夫 修子自己这么说 可不行呢 惠里请着酒钟 身子冲着修子 嚷道 被人说成偷汉贼 可又不是你自己找上门去的 是他来找你的呀 所以说 要说对不起妻子 家庭应该是他自己考虑的事情呢 你是说 全部该有男人自己负责 我不是说全部 是说不该全有女方负责 男人也有责任的 就是说 男人与女人间的问题 不是简单的责贵男人或女人 是双方的问题 所以说 从一开始 并不应燃止那种 有家庭的男人才是 这大道理 谁都懂得的 惠里感到无法说服 振作子 深深地叹着气 只有你 也碰上个喜欢的 有家庭的男人 才会理解呢 不敢当 我已再三说过 我不会喜欢有夫之夫的 知道知道 你一定能找到个 忘足人家的公子的 你这又是在挖苦我呀 哪敢呀 只是说你这么为保守的 大家民门闺秀 应该门当户对才是呀 确实 振作子的父母 也希望女儿找个 门当户对的丈夫 你这是在说 我没有交男朋友的经历是吧 男女之论 个人 由于经历不同 当然 见解也会随之不同的 惠里有些认真的 将振作子的话 顶了回去 可这话 也许真是今夜 三人争论的结论呢 第二天 三人睡了个懒觉 又悠然地吃了早饭 才有振作子 开着车去了洪前 从振作子家 所在的黑石到洪前 大约十公里多一些 夜深人静时 开车过去十分钟便到 但现在 还是放假的时候 加上赏樱花季节 所以汽车开了 足足三十分钟才到 而且 洪前城附近 停车场 又是满满的 好不容易 找到停车的地方 又离洪前 好长一段距离 洪前樱花 唯一的缺点 便是开在 黄金周的时候 振作子 说得不错 城里不单 本地 东北各地的 连修子他们这样的 东京游客 也到处可见 可正因为 黄金周时开花 我们才有空来观赏呀 但是 今天的人 还是特别的多呢 黄金周 又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通向洪前城去的道路上 人满为患 洪前城 是庆长十六年 有第二代 精心藩主 建造的古城 城里 以天守阁为主的 驯建楼 更建楼 大城门 六角门等古迹 至今保存完好 是一座为数不多的 古雅风格的古城 从城正面看去 迎面的是大城门 比城门更高的城墙上 盖着瓦片 更显得微风淋淋 城门左右两端 城墙是雪白的灰泥粉墙 墙上有一个个 凹口的枪口 显得威严 气壮 进门后 便是樱花夹道的 细时小镜 沿着小镜走去 经过南大门 便可到广场 广场上一目了然 天守阁的风姿 哇 真雄伟呀 三人一起叫了起来 仰望着军林与 满院樱花之上的天守阁 不知什么缘故 修子仰望着城楼 除了一样壮丽 凝重的美之外 全身感到一种 无从把握的 高高在上的感觉 说起来有些害羞 这好像是被男人拥抱着 激烈地涌动时的感觉 这座城 好像具备一种 男性骚动似的魅力 这城 修子对着惠里 想说 又突然打住了话头 这城具有的男性般的魅力 说给对男人 颇有经验的惠里听 也许他能理解 但想到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说这话不妥当 便赶紧止住了 我说呀 有没有像这城那样的男人呢 修子改变了一下方式 问出了自己感受到的东西 斟左子马上接口 像这城一样的男人 是呀 雄伟气派 毫无掩饰 难道不像个男人吗 仰望着城楼 修子禁不住想起了原野 他也正向着城楼 雄壮气派 但有时也有柔软的时候 看上去刚毅坚强 内里却蕴藏着脆弱的气质 爱上男人 还不如爱上这座城楼合适呢 可是 我呀的男人 也希望他四着城楼 历尽风霜雨雪 始终微风淋淋的 修子嘴里这么喃喃地叹息着 心里感到不可思议 自己怎么会在此时此地 产生这种联想呢 三人继续走 过了下城桥 沿着石尾墙 登上了城楼中心 到了这里 周围的景色 便尽收眼底了 那是岩木山呢 顺着针佐子手指的方向看去 岩木山上还积着雪 盛开的樱花 苍绿的静松 点点白雪 连绵的山峰 向人们展现出一幅 惊心称光灿满的景色 太美了 这博大的自然怀抱中 能够一直在这里生活 该是 会里情不自禁地叫嚷着 向着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已经不想再回东京那 嘈杂拥挤的地方了 针佐子 你干嘛又到东京去呢 会里这么一问 针佐子却口气冷冷地说 要喜欢 你就在这里住下呗 如有可能 我当真希望住在这里呢 当然可能 我家那间屋就给你住 吃饭也不用你花钱 这样没什么问题了吧 可是 东京我有工作呀 你看你看 什么工作 东京人就是一到乡下 马上一口赞美乡下大自然 怎么怎么美 一旦让他住下 便马上以工作为借口 堂而皇之地逃避了 其实 这些人压根就没有 在乡下生活的想法 只是一时称性 风雅而已 难得针佐子 十分不客气地说着 修子 会里听了只好 闷声不响 总之 在东京人看来 乡下只是偶尔 缓缓心情的地方 只是纯粹的 游玩场所而已 你这么说 我们确实是旅游来的 只好有你说了 我是说 来旅游就是来玩的 不要动不动 就想在这里住下 看两个人沉默不语 真佐子才口气缓和了一些说 其实 我也喜欢了东京 也是同你们想法一样 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也都是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啊 确实 难得来观光旅游的人 与长期在此生活的 对着自然景色的看法 是截然不同 来 照几张像吧 为了调节气氛 惠里建议到 于是三人重新开始观赏起周围的景色来 首先 个人轮流照了张 以岩木山为背景的照片 接着 又央求路过的两位青年 为他们三人照了一张 当青年将相机还给他们时 便与他们搭起了话头 是从东京来的吗 是的 你们呢 两个青年都是北海道的学生 是从韩馆来的 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从东京来的 打扮的感觉就与众不同嘛 你们真会讲话呀 三人被两个年轻人一说 心情一下好了起来 这样 我们两个和三位照张相可以吗 我们三人都是老太婆了 不要紧吗 哪里的画 于是五人便相互各自照了几张照片 最后 惠里将自己的名片拿了出来 我们的照片 请按这个地址寄来就可以了 哎 是电视台的编导呀 青年人看看名片 又看看惠里 我们毕业后 也想进电视台工作呢 好好努力吧 看你们两个问题不大 惠里完全地用一副老大姐的口气说着 与青年握了握手 从城楼中心穿过观光展览馆 去到西端的护城河边上 沿河小路上樱花争艳 花枝交叉地将路边变成了一个花的隧道 这里的樱花 一到花蟹时 真是 花雪花雨的景色呢 这时 刚有几只开始花蟹了 所以 还只一片两片的感觉 望着这樱花 令人动容 叹为观止 每人的神色都因这花 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这里总共有多少颗樱花呀 大约五千颗 这里是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 真左子自豪地说明着 为这别处不多见的樱花名胜而骄傲 三人穿过樱花隧道 过了护城河 沿途欣赏了一些古时武士居家门前的垂樱 最后才回到车子里 待会儿再去后面的寺庙看看 先休息一会儿吧 惠里一屁股坐进车里 点上了香烟 这回真是闪够了樱花的景色了 是啊 可有些累了 也许太美丽的樱花会使人累的 可樱花就是这么拼命地表现美丽的 也许有人认为她不必这么认真 可她却做不到的 惠里吐了一口烟 打开了车窗 看着樱花不感到一种可怕吗 你看 就像一个男人实实在在地逼了过来 是啊 是啊 惠里狠狠地点着头 是那样 哎 真讨厌 特别是现在的青年人 就有这么个毛病 稍微交往一下 就要求结婚啊 同居了 自己喜欢的人这么说 不是蛮好吗 就是喜欢的人 这么胡叫蛮缠也讨厌 这一点 修子 你的那位倒是很知趣呢 被惠里这么一说 修子 莫名其妙地不知所措 惠里继续说 那位不愧是位大人了 万事都明白 有包容力 不知怎么的 我也想做他的情人呢 别这么恶作剧 以前曾有一本杂志称 法国的克洛松首相 是密特朗总统的曼特莱斯 这比喻真是恰到好处 什么 你说的曼特莱斯是什么意思 法语中的意思就是情人 不是叫阿曼吗 不对 阿曼是男情人的意思 是设那些讨女人喜欢的青年男人 三人都是大学英语专业 可这法文显然是会里 从别的地方得来的知识 日本通常说的情人是真女性 所以法文应该是曼特莱斯 克洛松首相的总统的情人 这是真的 真也好 假也罢 意思是说 首相像情人一样可靠呢 可是这比喻太不确切了 克洛松首相是为女人 就把他写成总统的情人 真够损的呀 可是 被称为情人的对此也蛮不在乎 也确实是人不可思议 那么 波弗瓦可以说是 撒特的曼特莱斯啦 是的是的 一点儿不错 这么说 我是原野的曼特莱斯啦 修子想到这里 惠里马上插上话来说 把手相比作情人 可是了不起的呢 是完全有能力自立的情人呢 不但能自立 这样十分能依靠的情人 恐怕世界上独一无二 有这种情人 修子有些吃惊 自己如让人这么说 心里肯定会有些不是滋味 可是 说不准什么时候 也许会有人公开指责 我说是谁的曼特莱斯呢 惠里这么说着 试探地看着修子的神色 怎么样修子 突然的问题 修子一下子不知怎么回答 我可不能说自己 不会被别人说 可是 曼特莱斯的感觉不是很坏吧 这个 也许是吧 我也真想当个曼特莱斯试试呢 别说这种风凉话 惠里一遍戏怒的口吻 换了正经的口气说 可是 你自己感到不喜欢 就不会去做不是吗 你与他好 又不打算与他结婚 完全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人不是吗 我是想保持 现在的局面 这对我最合适的了 这不是一种借口吧 这不是借口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 这样年纪一年年大上去 不会后悔吗 突然 坐在司机位上的真左子 凑了过来 会感到后悔的 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惠里又抢着说 没办法 这么简单呀 没有孩子的老人 是很孤独的 可是 有孩子也一样孤独的呀 不会的 有孩子会很热闹 越多越好 修子沉默不语 惠里将烟 熄灭在烟灰缸里 好了 先想想今晚 怎么乐一下子 该走了 听着口气 惠里今晚还想喝个痛快 然后再继续 昨晚的男人女人的话题 观赏了盛开的樱花以后 三人又从 寺院寺 草香寺 长盛寺 最盛院的无虫塔 一路看了过去 这些 都是与青金番竹 有着很深的关系的寺院 是国家或县里 指定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同时 寺院林立的禅林街 和硅甲街上 豪华的商店 也是这里的一大景色 确实 这里的风物 有小京都之称呢 正如惠里所说 这里的建筑风格 都透着一种 历史的典雅 凝重 还有几处寺院 没有看完呢 够了 看了这么多 可以了 尽管有小京都之称 但寺院 总是有一种单调感 于是 他们便就近 看了看旧路军 较像俱乐部 外国人传教士馆 和旧国力59银行 红钱 没想到 竟是这样漂亮的城市呀 惠里由衷地感叹着 真左子 便调侃地接嘴 本来只认为 最多不过是 苹果的产地吧 说起苹果 什么时候是季节呀 当然是秋天了 隔不了多久 这满街便是苹果的芳香 苹果花是白色的 一望无际的雪的海洋 加上初夏的微风 修子想起以前 听过的一首歌 苹果气氛 这优美的旋律 这遍野的雪 一样洁白的苹果花 弹奏出一首 惊心初夏的风物诗 是呀是呀 好不容易来到了 苹果的故乡 该请你们喝一杯苹果汁呢 突然想起来的真左子 便带着他们 去了苹果加工厂 喝苹果汁 不知不觉已是暮色降临了 远处东京难得一见的夕阳 也沉入京青的原野里 是呀 感到有些凉意了 对惠里的话 修子点头表示同感 突然又想起了原野 他现在干嘛呢 说是今天去乡根打高尔夫的 现在也该结束了 也许正在泡澡呢 相隔千里 却突然感到 他最好就在自己的身边 修子的这种莫名的空虚 也许是受着 今期落日之前的 激流气氛感染吧 好 直接回去吧 京青姑娘 真佐子 要强地掩盖着疲倦的感觉 把正了汽车的方向盘 今晚 真佐子家里 也准备了丰盛的菜肴 生鱼片 煮山菜 也许感到天际有些转冷 还特地地准备了鸡肉火锅 还在二楼的大房间里 真佐子母亲 特地上来 为他们烧好火锅 没什么好东西 尝尝这面条吧 真佐子讲的是地道的标准语 他母亲的话里 就不时透出了精亲的方言 这方言单从字面理解 也许有些粗言 但言语之中 却透着十分朴实的情感 特别是昨天刚进门时 他母亲出来迎接时的一句 你们来得好呀 一下子使人倍感亲切和温暖 肚子饿了 所以三人也不客气地吃起火锅来 真佐子母亲在一旁 所以不敢放肆地喝酒 天转凉了 喝些酒去去暖吧 不愧是酒厂的老板娘 讲话十分地善解人意 就着热气腾腾的火锅 几杯好酒下肚 三人一下子感到浑身舒服无比 于是便开始谈论起朋友的闲事来 真佐子母亲也突然插话道 真佐子也该快些找个婆家了 成了老姑娘 真让人不放心呢 真佐子轻轻蹭了一下母亲的胳膊 妈 成了老姑娘 又不是我一个人呢 被这么一说 真佐子母亲才恍然大悟 慌忙含守不住 对不起呢 我是胡说八道 不过这里是乡下 不像东京那么开花呢 反正我又不住在家里 你们也别太操心了 话是这么讲 可怎么能不操心呢 好了 这事就不说了吧 东京也好 乡下也好 姑娘大而不嫁 总是会招来些流言蜚语 这在修子的家乡 心血也一样 过了三十还不嫁人 在旁人的眼里 就有些不正常了 妈 好了 接下来我们自己会弄的 真佐子打发着母亲 他母亲也只好低头 告退了出去 房间里剩下了三个人 大家同时深深地吐了口气 真佐子 你干嘛想着快些结婚 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可告诉你们呀 单纯想结婚 我可是有一大半男人呢 这当然 我们大家都一样 只是 你感到老让你母亲操心 于心不忍呀 所以 每次回家都是一次灾难呢 这里的乡下人 总感到是在为你掏心 可说这些话 会伤我心境 他们却一点也不觉得 平时 总是夸耀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 现在 也不自觉地贬许其家乡人来了 对真佐子来说 自己的家乡 有时可爱 有时可恨 真所谓是一种矛盾的心情 这思想 不仅是在这乡下 全日本都是一样的 反正对别人的是 非欲干涉到底 而后快呢 是的 一点也不错 对惠里的理论 修子 真佐子 一致拍手赞同 于是 惠里更加起劲起来 为什么 女人一到二十五六非得嫁人不可 三十岁也好 四十岁也罢 又不爱人家什么事 一个人生活 有什么不好呢 说到底 这是男人的自私 即使在东京 女人一到年龄 便会有人来劝 该做新娘了吧 这是一种威胁 是想逼着女人 快些离开自己的工作 可是 女人也一样 这位 一有到年龄的姑娘 她们便会在背后下议论 本来嘛 女人所谓到了年龄 本身就不正常 说的有道理 一谈到这个话题 三人的意见 便格外统一 到年龄了 这种启示女人的言语 惠里 你应该电视台搞个 不许使用这种 启示女人语言的节目呢 是啊 这个节目蛮有趣的呢 总之 我们三人要团结起来 战斗到底的 可是 真左子 看上去 最要当叛徒了 别说这种怪话好吗 那么我问你 你永远单身一人 敢发誓 这么讲 将来的是 谁说的准呀 所以说 你还是不敢发誓的 可是 不许使用 尤其是女性语言 我是赞成的 说到底 说到单身主义 修子是比真左子 坚决得多啊 惠里 一口气干了杯里的酒 看着修子 你是不赞成结婚的吧 可是 我也并不反对呀 不过 至少现在 你是不会结婚的 即使有人向你求婚 你也会拒绝的 对不 修子 不置可否 脑子里映出 港部要借的影子 港部是一家 贸易公司的职员 这公司 与修子的公司 有生意往来 两年前 他便对修子 表示了好意 曾有一次借酒意 他对修子说过 与我结婚吧 之类的话 修子当时 也只当酒话听过 没放在心里 从那一来 虽说没有再明确地 向他求婚 但只要修子有意思 他是会接受修子的 要说修子 他是有男朋友的啦 真左子 为修子解释着 修子也并不一定 是因为有了原意 而不肯结婚 而只是自己认为 现在一个人生活 是最适合自己而已 但是 这种想法 是无法对 真左子说的明白的 当然 有那么体贴入微的男朋友 便不用再有他求了 我如果是修子 也会安于现状的 惠里帮修子说着话 可他毕竟 还是不能理解 修子心里的真正想法 不管原言怎么可靠 这种关系 总是不能安于现状的 可是 他是个男人 又有经济条件 我可没从他那里 得到什么经济好处呢 是的 修子也不是这种人呀 而且 又不是人家的老婆 不管男人有多少钱 这都与修子无关 现在法律 只保护妻子的权益 除此之外的女人 一律不受法律保护 果然 明媒正确的夫人 权力很大的呢 这当然 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呢 斟酌子与惠里 一语来一言去的 说得很起劲 结婚 就像买一份保险 是吗 修子突然刺出 这么一句话 两人都笑了起来 什么呀保险 就是说 结婚是为了预防外衣的 修子以为 人 情妇的立场 说出这种话 两人也只好首肯 是啊 结婚就是加入保险嘛 只要有了保险 生了年纪也好 生了疾病也好 便会有人负责了 可是 情人生了病什么的 将会怎样呢 当然会被一脚踢开的 修子轻描淡写地 接过了话头 两人听了 被游愣了一下 那么修子 你对此无所谓吗 无所谓也好 有所谓也好 自己找的呗 你可真了不起啊 真左子又一次佩服地看着修子 接着说道 我可没你这么坚强啊 当然 你这种人就得赶紧结婚呢 可是修子 为什么不快一些买一份保险呀 对着一脸认真的真左子 修子微微地笑了笑 保险加入了 也有加入了的坏处 譬如想退保 就不那么容易了 是的是的是有这个问题 有过一次结婚经历的会里 十分理解修子的话 凭一时兴趣 心血来潮地加入这种保险 有时反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呢 可是 这样可以心安 年纪老了 也有个依靠 这是至好的情况 加入了保险便可安心 是不一定的 保险也有千差万别的 有使人安全的保险 也有不尽人如意的 甚至 使人背上一身债务的保险 这是 你是说去那些穷人家当媳妇 我可是有言在先 我至今为止 还是坚持不会找靠 双手劳动生活的男人 要结婚 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这当然 绝不会委屈求全的 可是 加入了好的保险 太放心了也不行 稳稳地坐在夫人的宝座里 终日无所事事 渐渐地发福起来 整天以说人他人闲话度日 会里是电视制片人 这种夫人他是看得多了 可是 结了婚 一点不见老 还是风采依旧的 也不少呀 这当然不是没有 可一个人的生活 有了一定保障 便会失去紧迫感 成天围着丈夫 儿女转 等到儿女成人 刚可还口气的时候 已是老太婆一个 这样的人是大多数的 可是 养儿育女是件大事 不感到是件 很有意义的事吗 这当然有意义 但是你难道不想成为 不受此类的轻松女人 有着孩子的离婚者会里 与一心想结婚成家的 真左子之间 还是存在分歧的 总而言之 没有一件事 是十全十美的 你是说 结婚求安定 或者不安定求自由 两者各有千秋是吗 传统来说 女人都求安定 可最近的女人 并不全是如此的呢 可我没有修子这么坚强 我还是求安定的好 我并不是什么坚强 只是有些任性而已 现在 不想受家庭之泪 只想一个人自由自在 可是这种想法 到时总会有变化的 这当然有可能有变化 但也有可能不会变化 这么顽固 看来你是嫁不出去的了 你别威胁我呀 不是威胁你 是为你担心 可是事到如今 也是没有办法的了 说得好 惠里用拳头 咚咚地敲着桌子 还是修子坚强 惠里这么说 修子只有苦笑 他心里知道 自己并不坚强 只是被一种无形的东西 逼得坚强起来 每天早上 修子总是八十不到就出门了 从赖田的公寓到赤板的公司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够了 所以 修子到公司时 离九十上班时间 总要早些时候 可是 修子不喜欢急匆匆地赶时间 早些到公司 还可以将自己的办公桌什么的整理一下 每天到公司 首先做的是市长室 和自己办公室的卫生打扫 虽说打扫卫生是专门的清洁公司负责的 但是 一些细活 擦桌子 疏厨 窗盐 以及给盆里的花加水 剪汁什么的 修子总喜欢自己干 为此 来社长室的客人经常称赞社长室 一尘不染 窗名极净 修子当然不能自吹自擂 但自己对自己的房间打扫 还是十分满意的 这种爱清洁的习惯 也是从小受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而来的 今天与往常一样 擦好桌子什么的 修子浆瓶里的鲜花都换上了新的 然后准备好了咖啡 这是规定 每星期一换新花 平时只加些水 花有各种品种 社长室有一个水晶玻璃搭花瓶 主要是插各种用剂的西洋品种的鲜花 另外 社长的办公室上有个小小的水晶玻璃瓶 里面放入水 再插上几朵牡丹或香豌豆花 卫生工作结束后 修子编去资料室 将昨晚一夜各地看来的传真看一下 将要把社长亲自审阅的整理出来 接着便是将各类报刊浏览一遍 看到由于公司相关的资料 消息什么的剪贴出来 这些日常的工作 时间已是时时多了 这时 马场社长也就到公司了 早上好 不管什么时候 修子对着早上低声的问候 总是努力使声音显得精神明快 社长今年52岁 比原野大三岁 但是不管外表还是气质 都与原野很不相同 原野身材高大 马场社长矮胖身材 原野性格细腻 马场社长粗犷豪放 也许正因为马场的果断名快 才成为这家外国公司的 日本风公司社长 在行业中 他是以能干 严厉而著称的 但对修子却很温和 修子也感到 他是一位通勤达理的社长 这社长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英语不太流畅 当然看是看得懂一些 但是绘画不行 外国企业的日本份公司 英语不行 能不能胜任 有人曾经有过这么个疑问 但因为公司办的日本 用日本人比外国人要多得多 至于英文 只要能通大义便可以了 所以两年前 他便被总部正式任命 修子因而就多了一项工作 便是弥补社长的语言不足 社长在办公室坐定 修子便先端上咖啡 然后便将整理出来的传真递上去 看着社长将传真看过一遍 便接着将今天的日程安排 做一下说明 皇后水晶公司的产品 这几天在日本销量日益增加 现在已经达到最初的三倍了 产品高档 价格也不菲 但由于日元升值 所以各种企业都还是喜欢 将其作为公司的礼品使用 接下来马上是中元节了 礼品公司的竞争又是一个高潮 为此 公司的产品 东京大阪市中心 怎样进一步打入中京 北海道 九州等地 是个首要的课题 现在 以东京公司为主 各地分公司的职员 已有200多人 看来今后还要增加人数 这么一家欣欣笑容 朝气蓬勃的公司的社长 每天的日程 当然是排得满满的 今天十点半 先有一个加强销售的会议 接下来接待两档来访的客户 下午是总公司 香港总部的东京总负责人 沙泽朗特先生要来 有重要的会谈 接下来要去参加品川的一家宾馆里举行的行业公司宴会 修子陪社长参加的 是与负责人沙泽朗特的会谈 当然 修子的工作是翻译 负责人曾任过东京公司的社长 所以气氛会相当轻松的 修子在日本学完了英文课程后 又去伦敦待了三年 负责人曾十分赞赏 说他的英语是漂亮的英语 沙泽朗特是个正宗的伦敦绅士 他嘴里表扬修子的英语好 使修子对自己的英语水平 有了十分的自信 当然 他心里也希望有可能再去伦敦留学一下 哪怕是半年也好 社长听完日程安排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欣赏着桌子上的水晶玻璃瓶里的花 这可不多见呀 是日本的花吧 这是铁线莲花 放在水晶玻璃瓶里会相互辉映的 最近 萧子的趣味有些改变 不时地买些日本的花回来 今天也是 不知怎么买了茶室中用的铁线莲花回来 插在了这长径的花瓶里 并且 为体现这细细枝叶的风质 它特意使大部分细枝留在瓶外 让细枝垂下 印在水晶瓶上 令人看上去十分优雅 这种插花法 外国人是不能的吧 显得不能不累吧 不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向总公司建议 接下来我们公司也应该开发一些日式花瓶的产品了 水晶玻璃产品 除了食品器皿 花瓶 以及各种器具 品种是很多的 再加上一种 日式花瓶也不会有什么不妥的 你懂插花技术 有空想一下 怎样的花瓶式样比较好 修子对 社长对修子说着 突然想起又问道 京都的宾馆定好了吗 是的 星期六 一个晚上 社长那天去大阪出差 晚上要住在京都 房间是单人大床的吧 应该是的吧 那么能给换成双人房吗 说着 社长又慌里慌张地补充道 就我一个人住宾馆 双人房宽敞 我知道了 作为秘书 对社长一举手一投足的意思 都是了如指掌 最近 社长与赤板一家酒吧的女郎有了交往 这次去大阪出差 也许会将她也带去呢 修子这样感觉是有理由的 首先 这几天有个自称叫港田的女人 来过两次电话 所有给社长的电话 都有修子先接后再转给社长 所以有谁来个电话 修子都心里有数 其次 每次出差的新干线票 都是由修子去买的 可这次 社长自己去买了 现在又要求将旅馆 由单人房换成双人房 当然 正像社长说的 双人房比单人房宽敞 但他神色慌张地说明 却跟人一种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不过 修子根本不关心此事 也当然不会像旁人瞎说什么 保守社长的秘密 是秘书本 职工作 但是 修子感到有趣的是 表面上 不去注意 或者说不去寻根 跑底的多想而已 说穿了 修子只要原意 与自己在一起时 能真心诚意爱自己 就满足了 除此之外 对他的行动 一概不想过问 不少女同伴 认为对男人太迁就 男人就会得寸进尺 应该不断地对男人 唠唠叨叨 才能使男人 不去胡来 可修子认为 对男人 盯得太紧 反而会产生 反作用 自己就是从不为 这种事情 与原野 发生口角的 当然 男人也许天生 就是个不安分的东西 就拿社长来说 夫人是个 十分漂亮的美人 虽说 四十几岁的人了 但气质绝对高贵 大部分的职员见了 都叹息 嫁给社长 真是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有了这么好的妻子 外面还要去 女人去出差 而且不仅是社长 其他男人 不爱家花 爱野花的 也大有人在 当然 有这样的男人 就有这样的女人 那些表面正经的男人 心里也是 很羡慕这些男人的 而且事实上 那些不太正经的男人 往往在公司里 却是生机勃勃的 工作好手呢 修子在公司时 就有一个男人 对他屡屡献殷勤 这男人也有妻儿 而且是公司里 一致认为的工作模范 这使得修子心里 真正的糊涂了 这男人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看来这东西 与女人是完全不同的呀 本性下贱 但是换一种角度想想 这种男人 不是也挺可爱的吗 总而言之 修子爱圆也 但又保持一定距离 这是他看男人的眼光 比世人来得冷静的缘故 这天 与沙泽郎特会谈很顺利 会谈的内容是马场社长 要求增加产品 在日本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为此 要求增加公司的经费 作为总负责人的沙泽郎特 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修子作为翻译 会堂结束临分别时 沙泽郎特对他称赞道 还是魅力不减呀 这句话 也许是出于礼貌 但修子听了 心里还是十分受用的 负责人离去后 修子心情十分轻松 正坐在打字机前 打一份材料 港部要借的电话 打了过来 今晚的事还记得吧 与平时一样 电话里港部的声音 听上去总像 是得生气似的 是怕你不记得了 才打电话提醒一下的 与港部约好 今晚六时 在赤板的宾馆 一起吃晚餐的 我可能会早一些 你来后便到进门的右边 大堂咖啡酒吧 等我吧 修子一边答应着 一边想起一个月前 与原野的那次生日约会 也是在同一家宾馆 只是原野在旧楼 今晚是在新楼 如果你不介意 我可以去公司附近接你的 不用了 我自己会走的 港部是大月生 所以 时机年龄 要比修子大一岁 33岁了 工作单位 是一家颇具规模的 中间贸易公司 大同物产 父母老家在仙台 经营着一家 很大的家具店 说来也是个 富裕人家的少爷 不知怎的 偏偏看上了修子 这么个三十出头的老姑娘 谁都不会太相信 她是真的 可她本人 却实在是十分认真 且真心实意的 两个月前见面时 她曾对修子说 像你这样的姑娘 是我长年以来 梦寐以求的 口气仍然带着些许 生气口吻 从那以后 又连着约她好几次 都被修子拒绝了 今晚的电话 也许是她又怕修子 会临时生变呢 那好 你一定要来哦 又叮咛了一声 港部才将电话挂上 过了还不到十分钟 又来电话了 这次是袁野打来的 现在在干嘛呢 还在打字呢 袁野稍稍停了一下 他好像是在自己的 办公室里打电话 今天晚上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修子的手指 按着打字键 反问道 难得有空 想与你一起吃晚餐 可又突然有急事 插了进来 袁野有些不是想 真的与修子吃晚饭的感觉 但我会尽快 把事情办完的 修子你呢 我也有事 不会太早的 去哪里呀 是去吃晚饭 和谁呢 修子稍稍顿了一下 答道 和朋友 回到家里 估计几点 十点以前 应该到家了 那好 我也在那时去吧 不要再迟了呀 自己有事 从来也不与修子说明 可对修子的事 却喜欢寻根刨底 今晚的朋友 是女朋友 那当然的了 修子 修子点头答应着 对自己不加思索的说谎 也感到有些吃惊 修子如约六时 到了赤板宾馆的大唐咖啡吧 港部果真已经等着了 这宾馆的旧楼 有家不错的餐馆 我们去那里好吗 那餐馆 无疑便是上次与原野去过的餐馆 可修子却装作第一次去的样子 首肯表示同意 于是港部便走的前面带路 乘上电梯 通过去旧楼的通道 来到旧楼二楼的餐馆 我是港部 好像是预定了座位 港部报上了自己的姓名 餐厅领班礼貌地鞠了个躬 抬头望见修子 神色一下子地浮起了一丝疑云 请这边来 领班将他们领到一个 离门口不太远的桌前 今晚 港部一套灰色西服 领带是胭脂红的 显得很不协调 大学时他曾是橄榄球运动员 宽宽的肩膀 至今还显出一种神器 这里你来过吗 突然被港部这么问 修子只好搪塞道 很久以前 那个 在闹市区里 却十分优雅 范围也十分不错 非常安静呀 也许时间尚早 整个餐厅只有两桌客人 想吃些什么 港部看着菜单 然后指着一份最贵的套餐份 这套菜怎么样 我最好要再清淡一些的 不要紧的 吃不了留下来没关系 港部不由分说 又打开了酒单 有什么喜欢的葡萄酒 随便什么都可以的 修子的意思是 便宜些的酒没关系 可港部却要了最高级的葡萄酒 一旁思九的服务员 一边点头答应 一边对修子 轻轻地鞠了个躬 这里 与园也来过好几次了 所以领班也好 服务员也好 都认识修子 当然不是怕人知道 经常与园业来这里 只是今晚 港部一片好意 如果让他知道 难免会有些不妥的 来干杯 港部端起倒满葡萄酒的杯子 修子也举起了自己的酒杯 味道怎么样 这是沙特爵士 1975年的陈酒 蛮好喝的 1975年那年是葡萄丰收年 那些年份产的葡萄酒 是最上品的 港部对葡萄酒 似乎很有研究 滔滔不绝地对修子讲述着 也许正是为了今晚的约会 特意记了这么多葡萄酒的知识 而且又迫不及待地 一股脑倒了出来 这也许便是年轻人 沉不住气的一种表现吧 所以 说老实话 修子感到与原野在一起 心情要比现在轻松多了 当然 与原野在一起 他也不会对葡萄酒 唠叨个没完 喜欢吃的 喜欢喝的 就悠然地品尝 不用考虑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 所有一切都只是顺其自然便是了 可是现在 港部这种殷勤的态度 使得这么高级的餐厅 这么高级的菜肴 都变得有些说不清 道不明的无味 最近 在青山一带 也新开了家不错的餐馆 钱菜上来了 港部一边吃着 一边向修子介绍道 好像在他眼里 修子是经常出入这种高级餐馆的人 当然 作为秘书 工作陪社长应酬 有时与原野一起 也偶而为之 但修子自身的经济状况 是绝不会涉足这种场所的 同时 港部这种年龄的人 去高级餐馆的机会也不多 所以要装出十分在行的派同 看着港部的这些表现 虽说是同岁的 但修子却感到他太幼稚了 本来 男女同龄的情况下 大都是女人比较成熟 这不仅仅是外表的问题 实在是在社会经济 个人经历 各方面都是这样的 修子至今交过三个男朋友 第一个是在大学时代的历史课助教 第二个是在伦敦时的一位公司职员 第三个便是原野 当然 这三人中他与原野的交往最深 所以受的影响也最大 与原野相比 其他俩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 男人接触多了 不能说社会经验就丰富了 但是 与有其实的原野交往以来 自己最为情人 修子感到了一种 至今为止没有感到过的男女关系的一种新的内涵 修子这样比较着 港部当然要相对稚嫩得多了 他当然也有他的经历 但他是不会对男人 女人之间这种复杂的内涵 体会得太深刻的 因为 港部还对女人抱有太多的希望 他还相信着女人 他只看到女人的美貌 他还认为 女人美丽是最重要的 他看重修子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 像你这样的姑娘 是我长年以来 梦寐以求的 听到他的这句话 修子当时就感到 背上让人破了一盆冷水似的 我可不是你想象的 那样漂亮美丽 心地善良的女人呀 我也有人们所具有的假面 在你看到的这假面的背后 傲慢 猥琐 任性等等毛病 我也是应有尽有的呢 修子的这句话 是应家的心里 没有说给港部听的 可是 港部却不能看到这一面 还是诚心诚意地追求他 今晚也一样 他的目光热切 而火辣逼人 每当此时 修子的心就像被子弹射中似的 呼吸都会感到困难 纯洁的人最可怕 每当港部来约他 修子便会感到心头牵涉地沉重 原因也正在这里 但是 他又想要与港部约会 这是因为他热切的目光 纯洁的目光 令他产生一种紧张感 这紧张感 又使他心里感到十分舒适 所以 偶尔为之 与这样的青年人在一起 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可是 现在修子最爱的是原野 对他的信赖 是他生活中最幸福的一部分 同时 他也需要港部那纯洁 热切的目光 那真心诚意地赞美 仔细想想 港部对修子来说 就像是一副调节精神的兴奋剂 修子感到很满足 同时对自己 这么利用港部感情的做法 感到内疚 但是 港部却对修子的真实心理 一点察觉也没有 事实上 也是这样的 港部是认为 修子喜欢自己 今晚才来约会的 因为他刚刚 竟十分自信地问过修子 你有些喜欢我了 是吗 也许是他喝多了葡萄酒 可修子 却只是当他在说瞎话 当然 与自己讨厌的人 是不会共进晚餐的 正确点说 修子对现在的港部 可以说有点喜欢 但却不能说有什么爱 这是个可爱的青年 但绝不想再加深一点 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修子心里 喜欢和爱是两码事 这一点 港部明白了多少呢 这实在是个谜 酒杯里的酒 换了好几次 修子不觉也有些了醉意 当正菜乳汁牛肉吃过后 水果甜品 刚端上桌 修子便站起来 想去洗手间 这时 他的眼圈已是红红的了 是不是喝多了些 修子从洗手间出来 双手捂着发烫的双弦 港部又老声常谈地问了起来 为什么你这么个美人 不早些结婚呢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修子正不知怎么回答 港部又接着追问 你这么美丽 一个人真可惜啊 有没有喜欢的男朋友呀 港部讲话总是这么突如其来 而且也总是十分处人心静 我现在不想结婚 可是 总不能一辈子不结婚呀 总之 现在是没有打算结婚 那么说 你是有心上人了 所以不着急 修子沉默不语 港部垂下眼帘 问个不该问的问题 不要紧吧 什么问题 你是秘书 说错了 请原谅 现在秘书与社长关系 暧昧的是很多的 你这是 修子的叉子上 插了一块水果 听了这话 只好苦笑了起来 这也许在港部看来 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修子知道 自己随说对社长并不讨厌 可是说到爱情 是绝对不可能的 修子也有自知之明 社长也有自知之明 对修子 除了工作上的交往 是从不会越雷池半步的 我可以相信你与社长没有关系吧 你是不是有些罪了 对不起 港部认真的向修子道歉 可是 你是肯定自己有心上人的 否则你也不会这么漫不经心 悠悠闲闲的 我在人看来是悠悠闲闲的 不是很明显 但是 我是当不好人家 妻子的 哪里的话呢 你勤快 爱情节 如果结了婚 一定是一位贤内助 怎么会知道我这么好呢 只要看你人就知道了 特别是美丽 讨人喜欢 你这样讲 修子做出很吃惊的样子 可确实 同样的话 公司同事也有人说过 讨人喜欢 自己并不觉得 可男人们都这么说 也许 他们男人的感觉 是不错的 听说 你住在士田谷的赖田吧 港部问了这一句 又顿了顿 在那里 你真的一个人住着 当然了 不是与什么人 住在一起吧 修子不由得愣了一下 语言也随谈不上同居 可他是 三天两头 来这里过夜 下次 去你家玩玩 可以吗 可以呀 不过路远 房间又窄小 可是乘地铁啊 从这里 也要不了一个小时吧 等有机会 我来请你吧 真心是不想我去吧 我可没这么想 只是你离我公司这么近 时常可以见面的 所以 在外面见面当然不错 但总想去你家看看 港部有些渔腐的孩子气 有时让人感到可爱 有时也会令人讨厌 今晚 待会儿一起去你家好吗 这可不行 修子慌忙用纸巾擦了一下嘴巴 房间里乱糟糟的 实在是让人难为情呢 可是就一次够了 真心想看看你的住处呀 不行 修子使劲地摇头 想到原野今晚要来 十点 或者稍需晚一些 说是工作上的应酬 结束马上会来的 要么 我就去坐一下 喝杯茶就走 这总行了吧 我不会使你为难的 求你了 港部深深地低下头 修子一下赶到旁边 有不少眼睛盯住了这里 好了 不要再谈这种事情吧 果然还是不行呀 以后有机会吧 那么不去你家 再陪我去喝会儿酒 看看表 已经八点半了 再去什么地方喝酒 原野到家时 便会赶不回去的 这么犹豫着 他一下子对港部的要求 便无法回答 秘书的工作是比较孤独的 在公司与普通同事 也不能在一起 一个人围着社长 与公司其他头头转 修子每次看棒球比赛 见到那抓手 便会对自己的工作 触景深情 棒球场上 队员们都在一起 只有抓紧一人 挤在敌队的队员里 身边全是敌队的打手 和其他选手 秘书也是一样 经常与社长在一起 被人 误以为是头头 其实 在社长眼里 又不是什么头头 换句话说 是个不上不下的 无足轻重的人物 为此 与公司的女同事间 也没有时常聊天 谈家常 当然 午休或下班后 会有时间 可是因工作关系 时常错过午休时间 或关在秘书室 一个人吃午饭 也是常有的事 即使难得 在一起吃午饭 他们总是将他 看作社长秘书 而保持着一段距离 自己对这种关系 很是讨厌 也曾经尽量 与同事们接近 可终于还是 没能与大家 打成一片 这便是当秘书的苦楚 当然也有好处 这便是原野来电话 直接打入秘书室 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另外 离大家远 可以避开 各种风言风语 现在公司里 修子最要好的 是广告部的 庄业佳子 他大修子三岁 结了婚 已有了孩子 在广告科当科员 他十分能干 深得上司的器重 性格又很开朗 是公司女同事中 修子最知心的 除了庄业佳子 修子倒还是 与一些男同事 谈得来 男同事们 也乐意与他聊天 特别是总务部长 见到他 总是 最近越来越漂亮地 恭维着 有时 还色眯眯地 摸摸他的臀部 当然 全都是到此为止 没有再进一步 加深的关系 对这种情况 庄业佳子 倒有他独特的见解 像你这样的姑娘 全都认定 你有男朋友了 男人们 都十分要面子的 对自己 感到难以到手的女人 是不肯自讨没趣的 庄业佳子的这些话 修子听了 有些失望 但总不能 厚着脸皮说 我自己去求他们 来接近自己 所以在这种氛围中 有这么一个 冒冒失失的港部存在 是很宝贵的 公司里的男同事 都怕在他面前碰壁 只有这港部 倒是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的 这也是 港部不是本公司的人 类似的顾虑 也就很少的原因 再去翅膀喝一杯吧 那里有一家 我常去的酒吧 港部今晚也一样 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 难得与年轻男人 一起吃饭 心想 再去酒吧喝一杯 也不坏 只是时间 已经接近九点了 再去酒吧 回到家 一定要十一点了 这样便会赶不上 与袁爷约好的时间了 袁爷也没约死了时间 只是说十点左右 去修子的家 所以 他也可能十点半 也可能十一点 当然 要是他真的十点到的话 便只有在门口 啥等的份了 修子以前 也曾想 将房门钥匙 交给袁爷 这样如修子 晚回家 他便不至于 关在门外了 事实上 袁爷也几次示意 要有房门钥匙 便方便多了 可修子 不知何故 总是笑笑 并没有交样式 交给袁爷 老实说 修子对袁爷 是没有什么隐瞒的 自己不在时 让他进房间 也没什么关系 但他还是没将钥匙 给袁爷 这只能说是 修子性格如此 当然不能说 修子不相信袁爷 也不能说 他不爱袁爷 只是感到 不管感情有多深 自己还是想保持 一定自由的空间 这是自己最后一个 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 是修子唯一的理由 可是在真左子 他们看来 修子心态狠 又不是外人了 应该将钥匙 给人家一把呀 但是 他们不知道 如果这样做 修子与袁爷的关系 便会庸俗化 好不容易两人 营造出来的一种 神神秘秘的气氛 只要将钥匙 交到他手里的一瞬间 便会变成一般的 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了 即使是爱得难解难分 各自还是应有 自己的一片天地 男人女人之间 就应该有这么一面 不能捅破的隔墙 才能使两人之间的关系 保持长久的新鲜感 对此 袁爷最初 也是不能理解 总是埋怨说 不知修子在想些什么 可渐渐地死心了 或者说是理解了 便再也没有向他要过 帮门钥匙 即使没有钥匙 袁爷要来 也很自由的 当然 需要事先打个电话 正是这个电话 使两个人的关系神秘化 同时 也使两人的关系 能始终保持下来 但话又说回来 碰到今晚的情况 袁爷没有钥匙 是有些不方便 他没有钥匙 使得修子心神不宁 今晚 是修子第一次 与港部约会 答应他再去酒吧喝一杯 也可解释为合情合理的 或者说是 修子的一点 小小的韧性也无妨 而且 修子的这种韧性 也不只是今天晚上 我看 我们走吧 港部说着站起身子 看着修子 可修子却还是摇了摇头 今晚 还是早点回去吧 怎么了 刚才还不声不响 表示接受的呢 谢谢你的盛情 下次再请我吧 修子很礼貌地表示歉意 港部失望地 又重新重重地 坐在了椅子上 一定有谁等着吧 不是的 只是想起件要紧的事情 是存心想避开我吧 实在对不起 下次再找机会 慢慢聊吧 被港部这么穷追猛打的 修子对这种年轻人的傻劲 也有些不耐烦起来 修子回到赖田的住所 已经九点半多了 进到房间 他取下手上的戒指 耳上的耳配 将它们放入水晶玻璃的小盒子 然后换上粉红的毛衣 藏青的裙子 头放用发甲 夹了起来 想到原野可能要来 所以便没卸妆 一边烧开水 一边看着寄来的邮件 一会儿水开了 便给自己泡了杯茶 坐在了沙发里 一边喝着 一边看起电视来 这时也快十点了 是晚间新闻节目时间 因为在外企工作 修子在家总要看新闻节目 照样便可随时知道 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远在外国的情况 也可通过新闻节目 了解个大概 他最常看的节目是 新闻车站 这节目要一个多小时 对国内外每天发生的事情 都有详细的报道 也许是节目时间太长 每条报道 有时便显得太具体 甚至 与新闻无关的东西 也不时地混入节目内 所以有时会跟人 煞风景的感觉 今天又是一些 与新闻无关的东西 修子便去浴室 放水在澡盆里 烧浴水 等他干完这一切 再回到沙发上看电视时 已是十一点了 修子又为自己换了杯茶 开始想起原野来 他说时时左右来 看来是迟到了 早知道如此 与港部再去什么地方喝上一杯 也无妨 可现在 却只好这么干等了 修子关了电视 打开录音机 一边听钢琴爵士乐 一边给伦敦的朋友 美奈子写信 他是修子在英国时的朋友 两年前 与英国人结婚了 不知为何 离修子生日 还有一大段日子 他却已寄来了 祝生日快乐的贺卡 现在是在给他写 表示谢意的回信 在公司 为社长写公函什么的 占轻就熟的 可现在 与私人信件 却迟迟不能下笔 好不容易写好了 已是十一点半了 到底他去什么地方了呢 迄今为止 迟到的事也是有的 可这时总会有电话的呀 现在看来 要不是他将今晚的约会 完全忘了 就是在外面 寻欢作乐 太快乐了 还有就是工作上的应酬 有可能晚饭后 去饮做什么的酒吧 可也得来个电话呀 修子为了平静 自己烦躁的心情 便从酒厨里 取出一瓶 利酒酒 给自己倒了一杯 平时睡不着的时候 总是将它作为 安眠药喝的 今晚 却是为自己 清醒一下而喝的 喝了一大口 又听起了音乐 老师说 因为等不到原野 心情这么烦躁 并不是自己所情愿的 真左子 他们总是说 等自己喜欢的人 是幸福的 这话 虽不是没有理解 但等待 总不是件好受的事情 特别是 修子讨厌的事 等着等着 便会为各种猜测所累 从而便对喜欢的他 产生气愿恨来 他自己当然尽量的 不去怨恨别人 也不想使自己 陷入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中 这么胡思乱想的 喝了两杯酒的光景 电话铃声响了 修子盯着电话 铃声响了五下 才拿起话筒 果然是原野的声音 这么晚了 真对不起 再等我一会儿吧 想象着他应该在什么酒吧里 打来的 可话筒里却意外地寂静 现在在哪里 这个碰到些事情 现在在家里 出乎意外的 修子愕然了 原野的声音压得滴滴的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一个小时之内 一定敢去你那里 可是 已经十二点多了 不要紧 再晚我也要去的 你等着 修子眼光盯着桌子上的酒杯 漫不经心地说 其实 你也不用太勉强 不是的 总之 我是要去的 可是 修子一下子没了怨恨 晚餐一结束 便匆匆赶回家 看来他一定是碰到什么大事了 其实现在 大可不必为了旅行今晚的约会 特意从家里赶过来 刚才 修子感到烦躁 是因为得不到原野的消息 到底来不来 自己就像悬在空中似的 一颗心 无处找落 总而言之 到了之后 详细对你说 也许在自己家里 原野又难言之苦中 那好 你要是出门 给来个电话吧 好的 你一定等我呀 接着 原野又特意叮咛了一句 你不生气吧 才挂上电话 修子放下电话 又喝了一口酒 便去浴室里 对着镜子照了起来 因为他要来 所以一直没有卸妆 现在想想 还是洗掉的好 修子将头发 用皮筋扎好 在洗面盆里 放入了热水 先用卸妆油 将脸擦洗了一遍 又用洗脸液 将脸洗干净 慢慢地 对原野的怨气 淡薄下去 自己的心情 开始平静起来 当他用温水 将自己的脸洗干净时 心情也终于 完全平静下来了 修子睡眠很好 平时上床 三十分钟之内 一定会入睡 特别累的时候 看电视时 在沙发上 也会小睡一下 你最大的优点 就是倒下就睡 说起身就起身 原野也曾这样 半讥讽 半是佩服地说过他 有了些年纪的女人 应该是有些心事才正常 而且又有工作 应该说是不能 一上床就入睡的 可睡不好觉 皮肤会显得很衰老 对第二天的工作 也会有影响 所以 修子对保持良好的睡眠 是永保青春的秘密 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 不过 今晚却是例外 枕边的小台灯 调到最暗的光亮 听着 伯拉姆斯的交响乐 闭上了眼睛 可眼前却总是浮现出 原野的影子 自刚才的电话后 便没有原野的音信 到底他来不来呢 刚才是从家里打来的 因此 原野的话便十分含糊 也许身边有人 声音也很小 一点也没有从容的感觉 修子从没去过他的家 当然他家的地址是知道的 只是并没有什么 非去不可的理由而已 自从与他认识以来 修子就打定主意 不想介入他家里 所以至今 也没见过他妻子 是什么样子 只是从与原野的交往中 不经意间露出只言片语 知道他妻子 比自己大一群 想象中该是个中年妇女 除此之外 便一无所知 因此 现在他惦记着原野 也只是浮现着原野 那困惑的脸 其他有关他家里的一切 却是一点也想象不出来 修子有些累了 看看枕边的钟 已经十二点半了 于是 他便关掉台灯 睡觉时 修子不喜欢有光亮 但想到 也许原野回来 便又重新将台灯 打开 调到最暗 又将灯台 往旁边斜了一下 遮住了那微微的灯光 慢慢地闭上眼睛 静静地调整了呼吸 便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朦朦朦胧中 听到有些细微的声响 清醒了一下脑子 听到门铃在响 他于是赶忙从床上起来 看看钟已经是一点了 门铃停住了 接着传来敲门声 匆匆地去开客厅的灯 打开门 原野似乎迫不及待地扑了进来 睡着了 也许感到太匆忙 他的额头上渗着汗珠 头发也有些乱 给我一杯水怎样 修子从冰箱里拿出袋卖茶 给原野倒了一杯 真好喝 原野一口干了一杯茶 一屁股坐在沙发里 这么晚了 不是说来的话 打电话来的吗 是这么想的 但打电话要时间 不舍得呀 坐着的原野 上身轻轻地晃动着 散出些许酒气 喝得很多吧 没有 没喝多少 说着 原野便脱了上衣 解松了领带 只是今天太累了 碰上什么事情了吗 是的是的 乱七八糟 一大堆 正不知该怎么从 该 正不知怎么和你说呢 原野终于解下了领带 丢到一边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来到这里 才感到松了口气 再给我一杯水吧 修子于是从冰箱里 取出了大麦茶 原野看着 呢喃着 修子真是个好姑娘 世界第一的好 没头没脑的 发什么疯呀 你是好 就该说你好吗 我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不对 与家里的那人比 真是天壤之别了 不知为何 他突然扯上了自己的妻子 电话里吞吞吐吐的 也许正是这回事吧 真是的 女人太扰人 琢磨不透了 你不是蛮理解 女人之心的吗 完全不对 相处的时间越长 越是莫名其妙 完完全全的 无可奈何 原野这么说着 突然 语调变成了自言自语 孩子被警察抓去了 太突然了 修子不仅坐直了身子 随说只是与朋友 一起骑摩托车违规 原野有两个孩子 现在好像在说 他读高中的小儿子 没多少时间 便放了出来 可却全怪在了我的身上 随说还不能知道 全部细节 但修子也已经明白了 大概 真是不明白 女人为什么一激动 便会说话 不知轻重 原野的心情能理解 但他妻子 也不是没有道理 修子碰上这种场合 尽量避开为妙 现在不要紧了吧 什么不要紧 真是个糟糕透顶的晚上呢 原野说着 便想去卧室 别进去 修子坚决地摇头 今晚 你还是快些赶回去的好 吵成那个样子 我赌气跑了出来 还要我回去 正因为如此 才得回去 不回去 便会使人不安的 怎么会不安 又不是今天一天不回去 原野有时会耍小孩脾气 对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男人 修子只有叹气的份 说好今晚要来的 再玩也得守约 确实 对于他的遵守诺言 修子感到高兴 尤其是在家里吵了架 还跑出来 更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但是 正因为如此 修子更不愿将他留下 因为他不想将自己 卷入他们的纠纷中 夫妇吵架 毕竟是要由他们自己去解决 作为外然 是不便卷入的 即使原野不在乎 这一条界限 也是一定要画清楚的 现在回去 也还是重找棋手 原野低着头 一脸的疲惫神色 注意完总可以吧 话音里已是充满哀求的语气了 只有这里 才感到一丝的安闲呢 那好 就先休息一下再回去吧 今天忙了一天 又去警察局什么的 已经累极了 这一睡去 不知几时能醒呢 不要紧的 到三十我会叫醒你的 天亮之前你得回去 真不体谅人 不是我不体谅人 是你自己太我行我素了 修子说着 将脱下丢在一旁的 原野的上衣 挂在衣架上 枕边闹钟的声音不太响 听去一丝木琴般的清脆 所以 与其说是闹钟的响声 倒不如说是 有规律的旋律 将修子很自然地闹醒了 睁开眼 三十已过五分 修子边伸手 拍了拍 背向他而睡去的 原野的肩膀 到时间了 该起来了 临睡前 两人应该是拥抱过的 现在 原野敞开睡衣的纽扣 睡得十分安然 看他睡着后 修子也睡着了 只是睡得不熟 总是迷迷糊糊地在做梦 他梦见隔着一段的距离 原野在叫他 他的背后是他的夫人 又见不少的陌生人 在面前分塌而过 地方好像是在公司的附近 又好像是很久以前 与原野一起去过的京都 更奇妙的是 在修子面前 沙泽郎特总负责人 坐在车里等着他 这样糊里糊涂地做着梦 闹钟便响了 起来了 又摇了摇原野的肩膀 他才似乎有了知觉似的 翻身朝天 将头摇了两三次 才睁开眼来 已经三点了 原野将脸转过去 似乎在埋怨修子 你呀 然后又打了个哈欠道 再睡一会儿吧 不行 说好睡一会儿 便赶回去的呀 原野转过背去 修子又一次将他板了过来 好了 天还没亮 快起来吧 你别管我好吗 原野固执地将身子 像一条虫子地缩成一团 这样下去 明天公司怎么办 从这里直接去公司 修子这里有原野替换的内衣 但没有衬衫与领带 你不换衣服去公司 不会让人见笑吗 没关系的 原野不耐烦地将毛巾 盖住了头 那也得起来 你是吵了架 从家里出来的 所以不想回去啊 真是个单小鬼 什么单小了 不是吗 家里有夫人呀 不管怎么说 吵了架自己一走了之 总是不对的 原野是有修子这里 可以容身 可他夫人呢 总而言之 吵了架 作为男人便一走了之 是不恰当的 就算我求你了 今天你一定回去吧 修子改变了策略 口气就像母亲对儿子似的 十分的温和 他了解原野 他是个大人 但有时更像个养尊处优的孩子 哄他一下 也许能奏效 你今晚这么守约 我很高兴 但你也得想想你家里 一句话 原野好像突然想到了家里 莽然地睁开眼 看着天花板发愣 等你家里平安了 我们再慢慢地见面吧 来 听话 修子说着 起身去客厅打开了电灯 接着取下了两个小时前 挂好的原野的上衣 裤子 又顺手将他的领带履平 这时 原野终于起来了 喝杯咖啡好吗 不要 喝杯浓一点的茶 修子于是烧水 原野无可奈何地穿起了衣服 好像还没完全醒来 手伸进衬衣袖子的动作 显得十分迟钝 你一直没睡啊 睡了一会儿 明天公司不要紧吧 柜子上的闹钟 已是三时半了 你走后还可以睡一觉的 是啊 还可睡三个小时呢 马上睡着的话 袖子微笑着 看了看 折着窗户的窗帘 要叫辆车吗 出血再叫吧 修子便站了起来 原野也只好跟着起身 朝门口走去 到了门口又回头 我走了 你走吧 修子点点头 原野上身便凑了过来 轻轻地吻了一下 搞得你不安宁 不好意思呀 祝你晚安 修子清新 原野轻轻抬起手 挤了挤一只眼睛 显得很潇洒地 将门从外面轻轻地关上了 修子仍然站在门口 听着他的足音渐渐地远去 一直到听不见了 才慢慢地将房门锁上 修子的生日比原野晚三个月 是在七月中旬 这天正好是星期六 一早醒来 修子便感到自己已经33岁了 当然 连和身体均看不出 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只是与往常一样 穿着睡衣 喝着咖啡 但心里确确实实地感受到 自己已经又长了一岁 是自然现象 或者说是必然现象 自己已经接近35岁了 说实在的 刚跨入30岁 自己曾为此 吃了一斤 一想到今后 在填什么表格时 将在年龄栏里 填上30数字时 心里便不是一种滋味 不过 这种滋味 没过一年 便渐渐地淡薄了 因为说是30岁 但自己总感到 与20几岁时 差不了多少 但现代 一旦跨入33岁 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感到自己 确确实实 30多岁了 喝着咖啡 修子想起前些日子 读过一份 英文杂志里的一句话 叫做 Engine Compex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男人女人达到一定的年龄 便会产生一种心理压力 特别是女人 过了20岁 便会有这种压力 进入30岁 这种感觉便会更加明显 照此说来 修子今后便进入心理压力的时期 因此 而引起的烦恼 当然是少不了 但是 每个人的年龄 都会一年一年大起来 大家又是怎样克服 这年龄带来的压力呢 总之 自己已过了30岁 这是事实 一想到此 修子便对自己的以后 感到有一种 无法叙述的不安 果真 以后的人生 就这么与原来一样 认起自然 得过且过吗 现在想来 修子感到20岁前后 自己是无忧无虑 天真 灿满的 大学毕业后 去伦敦的时期 也总是对未来 充满了好奇和理想 当真的 想要按照自己的人生目标 有意识地安排 自己的人生时 已是快接近30岁了 这时 自己的脚 才仿佛实实在在 踏进了人生的道路上 进现在的公司 当社长秘书 也是在那个时期 总算觉得找到了一份 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 如果说 在此之前的岁月 是为了现在的工作 而做的必要准备 那么 从此 有了现在的工作后 每天一事无成地 认起自然地打发人生 就显得对宝贵光阴 有些浪费了 确实 现在的工作 对女人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 有意义 待遇也好 在别的女职员眼里 是令人羡慕的工作 但是 三十好几的自己 每天都一成不变地工作着 感觉好像 还是缺少了些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 自己太不满足 可自己实在想在 目前的基础上 再跨出一步 干些自己想干的事情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要辞去现在的工作 而去找新工作 修子想的不是表面的 是内心深处的 只是想再对自己的现状 有个突破 具体到底是什么 想突破什么 她自己也说不清 只是感到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会埋没了自己的大好人生 现在 三十三岁的生日 是个很好的契机 希望从今以后 能够找到一种 自己喜欢的 使自己的人生 更加有意义的生活 修子涌出这么些想法 也许正是因为 自己年龄 已经不小的缘故吧 霉宇季节 才过去一半 天空依然是低低的 密密厚厚的云间 挤出一点光亮 洒在早上的阳台上 这是个有些阴暗的早上 但只要不下雨 这样的天气也不坏 反而使人感到 公司休息的星期六 能有这么一个凉爽的天气 心情舒畅不已呢 修子的目光 在阳台上停留了一会儿 又收回到了屋里 客厅的正面是长桌子 再过去是沙发 沙发后面靠墙的是餐具厨 厨里摆放着各种葡萄酒 威士忌 以及玻璃酒杯 厨上面是一只法郎质地的台中 边上一个细长的花瓶 瓶里插着三数 洁白的花 再过去便是修子放戒指 耳配等事物的水晶玻璃盒子 那个盒子时时发着炫目的光泽 整个客厅有大约十叠大小 除了上述东西之外 连着厨房的墙边上 还有一张白色双人桌子 再就是进门处 有一个专门放电话的小台子 修子的女友们都说她的房间布置得像男人的房间 可修子自己却不喜欢把那种长毛绒动物 布娃娃什么的放在屋里 尽管女人的房间里应该有这种点缀物 可自己却感到有这些东西会使房间显得杂乱 她喜欢摆设简单 房间整洁 阿乐迪埃画的一副少女座像外 墙壁及其他一切都是淡米色的 从这淡淡的颜色中 也许可以感到女人的气味 但却明显缺少一种家庭的氛围 在这安静的色调淡雅的房间里 修子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想起昨晚与母亲通电话的情景 与往年一样 母亲是一定记得修子生日的 特意来电话让她周末回家过生日 自己的生日与母亲两人一起过 也是件好事情 但修子已事先约好了原野 带到渝兰盆节 回家多待几天吧 修子安慰着母亲 又讲了一些家常话 电话里母亲突然叹息起来 我在你这年纪 已经是整天为儿女操心了 对母亲的这种唠叨 修子总是不太当回事 确实 母亲在修子现在这个年龄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当时有三个孩子是很少见的 修子大学时的同学 好多只有一个兄弟姐妹 你当时除了为儿女操心 就没有别的事了 想干别的事 可有了孩子便由不得你了 听着母亲的话 修子眼前浮现出了 有孩子的女朋友们的面容 当然他们现在 与还是担心的修子 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也没有什么过密的交往 修子想起两个月之前 在澀谷 偶尔碰上一位女友 只见那位女友 一手托着孩子 说她忙得连自己的生日 都忘记了呢 从那位女友安然的神色中 修子感到她没有为自己年龄 一天天大上去而不安 反而有一种渴望孩子快些长大 进了学校 自己便可松口气的感觉 看着这位女友 修子才感到 有了孩子的母亲 是不在乎年龄的 在乎的只是孩子 怎样将孩子快些培养成人 想想那女友 想想母亲的电话 修子开始对自己的生活 产生了怀疑 也许自己内心 会对眼前的生活感到不满足 正是因为自己没有结婚 结了婚 有了孩子 生活也许会更充实 这样 年龄带来的压力 也会自然消失的吧 想着想着 修子想喝葡萄酒了 可不是吗 最近只有一个人在家 就会想要喝葡萄酒 而且不是因为喝酒的味道 而是想追求一种悠悠闲闲的 晃动玻璃杯的心境而已 修子从厨房的橱柜里 取出左叶剩下的法国面包 切了几片 在上面涂了鱼籽酱 葡萄酒是这社长送的 法国红葡萄酒 杯子是自己的专用一个水晶玻璃杯 单身的快乐 便是早上能这么悠闲 吃着涂有鱼籽酱的面包 喝着水晶玻璃杯里的葡萄酒 修子的心也不由得有些醉了 不知怎的 他感到身体内涌起一股热流 心灵中升起一股勇气 是的 我也想要结婚 生个孩子 这么不由自主地呢喃着 修子慌慌张张地环绕着 修子慌慌张张地环视着周围 好像这话不是自己讲的 可周围确实一个人也没有 法郎之地的台中 花瓶里的白花 水晶玻璃的盒子 一切的一切都是静静的原地不动 修子于是又喝起葡萄酒 将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结婚 生个孩子 以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考虑过 要好的朋友一个个成了家 每次回到家见到母亲 心里也曾认真地考虑过 但总感到有些说不清 道不明的别扭 便慢慢地割了下来 特别是与原野好了以后 更加这事当作一种遥远的梦了 但现在 却感到这句话 珍惜是自己心灵的自然写照 虽说不承认 对此很迫切 很憧憬 但不得不承认 结婚对自己来说 一直是存在于心灵深处的一个愿望 实在是 自己与其他女人 没什么两样 修子终于明白了 原来自己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足 其实正说明 自己与其他女人 没有什么两样 但同时又发觉 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 确实是与其他人 有着某种的不同 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呢 好像修子的身上 同时存在着普通女人共有的 和她们所没有的东西 可以说迄今为止 她并不急着结婚 急着要孩子 是有些与众不同 可33岁的生日这一天 她变了 变得和普通女人一样了 她看着手中晃动的葡萄酒 切实地感到 自己是多么地想生个孩子呀 这种感觉 与其说是修子脑子里想的 倒不如说是从她身体里涌出来的 更确切地说 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人 所具有的本能的欲望 既然身为女人 就应该 修子头脑里清楚地回想着母亲的这句话 身为女人 就有生儿育女的能力 有着能力 就该有孩子 发挥自身 固有的能力 是谁也不能非议的 可是想到要孩子 她便很自然地想到 敢不要借 想到要与她结婚 不知怎的 修子的思路突然中断了 和那个人结婚 便是那个人的妻子 而且生下孩子 便有一半那个人的血脉 如果现在去找港部 她肯定会愿意 与自己结婚的 这一点 修子是有信心的 可这最后的一张王牌 现在打出去 是不是适合 是不是会令人 感到太唐突 太自作主张了呢 又喝了一口葡萄酒 看着杯中 深红色的液体 电话铃响了 修子不由得 深深地吸了口气 仿佛自己的心事 被人发现了似的 她赶紧调整了呼吸 拿起话筒 话筒里传来 原液的声音 还在睡着呀 早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 我在睡着 电话铃响了好一会儿啊 原液接着 放大了声音 生日快了 终于成双数了 三十三岁 有两个三 原液便说成双数了 今天下午 三十左右去你那里 你准备一下呀 早就约好了 生日与她 一起去相根住一晚 宾馆 宾馆周末客人很多 但我还是定到了一间 能看到湖光山色的房子 从你那里三十出发 最晚五十就能赶到了 那时天色还不会太暗 还可宝览一下 卢湖的景色呢 怎么了 你家里不会有什么人 你家里不会有什么人 少许喝了些葡萄酒 总之我三十去 应该不会下雨 但是去山里 天气一变化无常 你最好带上雨具 唠唠叨叨叨叨的 原液终于意识到 自己说的太多了 便赶紧指住了话头 顿了顿 她又说了声 那么回头见 便挂断了电话 修子又坐到沙发上 随手拿起 喝光了葡萄酒的杯子 是偶然吧 正当自己想结婚 生孩子的时候 原液来了电话 当然 原液是不会知道 修子的这种心事的 他也许只想着与修子 一起在乡根过生日 修子一定会很高兴的 确实 当原液提议修子 生日去乡根过时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为了自己的生日 由他陪着去乡根 修子很是感激 可现在 这生日的早上 自己却在想着 与别的男人结婚 生孩子的事 修子为自己的想法 感到吃惊 才睡了一个晚上 想法便与昨天 大不相同了 也许每到生日 便会产生这种 胡思乱想 也是年龄大上去的原因吧 自从进入三十岁 修子曾经对自己的心理 做了调整 曾经埋头工作 努力使自己的心绪 安定下来 可现在 三十三岁的生日 虽然不是怎么心神不定 但各种各样的想法 还是挥之不去 总之去乡根 将这些彻彻底底 望个精光吧 修子这么安慰着自己 他知道自己的这种心事 与原野讲野 不会得到理解 而且 自己也没有把握 能将自己的心事 讲得清楚 约好的 下午三十 原野来到了修子的住所 本来原野是 并不怎么遵守时间的人 平时在外面约会 迟到十分钟 二十分钟 是家常便饭的事 如果在家里约会 那更是迟到一个多小时 也不稀奇的 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 他总能说出 一大堆迟到的理由 可在修子看来 不管有什么理由 如果心里真的想着要来 是绝对不会迟到的 这种经常性的迟到 绝对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 当修子这么抱怨原野时 他总是歪着脖子说 这也不一定是性格缺陷呀 那种嬉皮笑脸的样子 说明他并不觉得 这样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也许他还是想说 自己迟到是对修子的关心呢 他怕修子一人等得太寂寞 所以明明知道不可能 也还是答应修子提出的约会时间 这样当然结果总是迟到 总是免不了为此 向修子不断地赔礼道歉 后来 修子对他的这种行为也习惯了 所以在约会时 也常常存心迟到个二三十分钟 本来也许修子对原野这种 松松垮垮的秉性 并不十分讨厌 习惯了也就不当一回事了 他反而还感到 这种松松垮垮的男人 大多都是很随和的 可是今天 这个松松垮垮的男人 却准时来到了修子的家 能不能马上出发 站在门口的原野并不进屋 按着门上的对讲机 问屋里的修子 修子到一下子慌了手脚 沙威 等一下 再过十分钟 二十分钟 让我准备一下 于是 原野说他在下面的车里等他 修子便急匆匆地 站到衣橱大镜子面前打扮起来 本来想着去香根住一晚上 应该是很轻松的 只准备穿戴些休闲的服装去 可原野对他讲 在香根订了套很高级的房间 他的想法不得不改变了 虽说香根是山里的一个休闲处 但他订的宾馆是一流的 在那种宾馆里进出 衣着打扮是不能马虎的 穿什么去呢 考虑了好一会儿 才决定穿上昨夜想好的那件 白色的麻布收腰披风式的连衣裙 碗里服饰的领子 又能给人一种高贵气派的感觉 另外 再配上一根两圈珍珠的项链 手腕上再戴上一根 黑白宝石镶嵌的粗粗的手链 最后又在转一进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自己 才拉上窗帘 带上门锁 右手拎一只手提行李旅行箱 左手一只小皮包 匆匆地下了楼 楼下大门口 原野的车子 稳稳地等着了 不好意思呀 他一边打着招呼 一边坐在原野旁边的位置上 原野打量着修子 微微地点头 今天的打扮很有气质呢 本来 原野就不太喜欢艳丽地打扮 总是说好的 打扮得要有家庭风格 要淡雅 他公司制作的广告片 也大多数使用这种风格的女模特 今天修子的打扮倒不是为了特意迎合原野的口碑 只是感到自己只有配上这种淡雅的打扮 才最合适 好了 出发了 原野握稳了方向盘 又若有所思地感叹道 这样自己开车出去旅行 已是久违了呀 确实 两人这样出去旅行 自去年年底 去了一次西医斗以来 还不曾有过呢 自己开车 没问题吧 都开了三十多年了 方向盘还是把握得住呢 修子经常坐原野的车 知道他开车急躁 老是喜欢超车 这种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冲动行为 修子每次向他指出 他都嬉皮笑脸地说 你还不知我开车的水平啊 轻描淡写的不等一回事 如果与我在一起 车祸死了 可就麻烦了呀 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两人这么开着玩笑 天还是乌蒙蒙的 或许是因为星期六 来回车道上的车子非常拥挤 原野瞅准一个空隙 蒙踩一下油门 车子连着抄了几辆 一下子冲上了公路的中心 祝你生日快乐 突然 原野将脸凑到修子的面前说 都这把年纪了 不祝贺也罢了 可你还是很年轻的 女人最漂亮是三十岁以后 这么认为的 只有你这个傻瓜呢 本来 二十岁的姑娘一朵花 二十岁的姑娘没有不漂亮的 可是到了三十岁 才真正的见分晓呢 这谁的漂亮 才能真正的吸引男人呢 那么 谢谢你被我吸引了呢 修子调皮地点了一下头 原野脚决的一笑 说 保证被你吸得牢牢的 修子晃着头高兴着 不由想起今天一早醒来时 想要与港部要界结婚的事来 真是不可思议呀 刚才还抢着快些结婚 生个孩子 现在却只想 做个能够吸引男人的 三十岁的漂亮女人 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人的心情怎么会在一天之中 如此三番五复呢 生日礼物早就准备好了 晚上的晚餐准备几时吃呢 几点都可以 生日礼物给我什么好东西呢 你猜猜看 也许能猜中一个 还有两个礼物呀 当然 另一个你是绝对猜不到的 不会是一个老太婆 用的什么珠宝箱吧 要说老太婆 也不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听着原野的玩笑话 修子感到今天的车子 开得真是又平稳又快捷 宾馆的房间十分宽敞 整个套房都是淡米色的色调 从连着寝室的大阳台 可以眺望到一片静静的湖光山色 如果没有云 还可以望见远处的富士山 可惜今天湖的周围 远山的翠绿 都蒙在了一团团白色的云雾里面 等客房服务员离开房间后 原野和修子两人便来到阳台上 外面 暮色里还透着一丝的光亮 山里的空气 使人感到十分清凉 外面 暮色里还透着一丝的光亮 山里的空气 使人感到十分清凉 从阳台上望去 可以看到卢湖的尾部 游览船不开到这里来的 也许这里能钓到大马哈鱼 所以湖面上有两只小船 悠然地游动着 将平静的湖面 划出两道白线似的浪花 阳台的右端 是一片山树林的山巒 左边望去 可见一片草地 有不少游人正在草地上散步 天空被厚厚的云遮住了 不能清晰地观赏卢湖的景色 但是滴滴的云层笼罩下的卢湖 仍然显得别有一番风情 没有阳光 整个湖面呈现出一种淡淡的清灰色 使湖面景色 仿佛淫在青沙里的少女似的 充满神秘感 又平添了一份无美的风质 两人让服务员送来了咖啡 就坐在阳台的桌子旁 心旷神秘地享受着悠闲的时光 虽说见不到影子 但右端的山树林中 却时时传来杜鹃鸟悦耳的叫声 这一下面草地上孩子们 嬉闹声交汇成一曲 令人心碎的歌曲 这种地方 真想多待上几天呀 园也吸了一口烟 用力地喷到了 带着山林香气的空气里 修子知道 半个月前 园也为了做成一家 大型姜店公司的生意 整天东奔西走的 这笔生意能否成功 关系着园也公司的生死存亡 所以这半个月来 园也可以说身心交瘁 精疲力皆了 如有可能 修子真想帮园也一把 可他从来没有向园也提出过 园也当然也从未向修子 请求过帮助 两人尽管存有相互帮助的心愿 但两人同时又不想 互相缠得太紧 有关各自的工作 两人有时也交换一些意见 但两人都不想介入 对方具体的工作 这一点 也许与原业和修子 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 是一个道理 也许有人会感到 这种关系太不近人情 但是 各自生活的全部 都相互缠在一起 人生特有的趣味 便会淡漠无存 这种两人的命运 紧紧地连在一起 海枯石烂不变心地交往 两人都感到并不浪漫 所以 两人在一起 总是尽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谈工作 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 也许 正是他们俩 为保持一定距离的默契吧 你每天这么忙 可为了我 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真不好意思呀 什么话呢 说是为了你的生日 其实也是想出来 好好休息一下呢 可是今天是星期六 该回家里去休息才是呀 离开东京 与你在一起 才是真正的休息呢 休子一下子感到自己 原野之间又亲密了许多 如此相互体谅 相互理解 如此祥和的氛围 使休子感到无限的幸福 同时也莫名地感到一种恐惧 晚上两人决定走出宾馆 去附近小山上的一家西餐厅 进餐 星期六晚上 宾馆的餐厅很是嘈杂 相比较 那里的餐厅要安静得多 傍晚时分 下了些许小雨 路边的小草 沾着星星的水珠 两人出宾馆时 雨已经停了 只是云还是滴滴的 山腰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气 即使在暮色中 也是一目了然 小山上的牛排餐厅 本来是为了能观赏 周围的湖光山色而建造的 但今天不行 那浓浓的游动的雾气 把湖水 不远处的宾馆 以及周围的建筑物 都遮得严严实实的 使人一点都不能忘记 可是那些路灯 和各种建筑物的窗口 透出的灯光 却顽强地刺穿着浓雾 飘飘乎乎的 朦朦胧胧的 有着平常夜色中 所没有的别样风情 修子与原野 要了相同的套餐 鱼子酱烤面包 清炖牛肉汤 牛排要求烤得嫩一些 但今天是修子的生日 得庆祝一下 于是原野坚持要了一瓶 生日快了 两个杯子碰在了一起 两对目光合在了一起 此时此刻 修子又一次感到一种 舒心的幸福 离开了东京 又在这浓雾的包围之中 两人就像进入了一个 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 修子从心里感激原野 为他安排了这么好的生日旅行 33岁的人生 也许有过许多的烦恼 但现在就两人 在这朦朦胧胧的业务中 相信这种幸福 是终身难忘的 感谢你 将我带到这么美妙的地方来 修子又一次对原野点头致意 原野却笑眯眯地 将一个洁白的纸包 放在修子的面前 这是生日礼物 打开看看 修子一瞬间深情地看着原野 双手小心翼翼地 生怕碰破什么东西似的 解开粉红色的丝带 打开洁白的包装纸 一个半圆形的盒子露了出来 盒子上绘着金色的图案 打开盒子 一只精致的手表 静静地躺在盒子里 哇 太漂亮了 小巧玲珑的表盘是淡银色的 表示时间的数字都是精亮透明的钻石 表带是黑色的 是用十分光泽的高级针丝制成的 我可以戴一下吗 看见原野微笑地点着头 修子将手链摘下 将手表戴了上去 这表与我今天这身打扮很相配的呢 修子转动的手腕 观赏着手腕上的手表 原野在一旁得意地说 今天一见你的打扮 就感到我这块手表选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 针丝断的表带呢 以前一起路过手表店时 建议盯着这表带 看了好一会儿呢 自己真的盯着看了吗 不管怎样 这么一个小细节 他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非常感谢 我一定会永远珍惜这份礼物的 本来还想着代表上课上 33岁生日庆贺的字呢 看你竟想着对我搞恶作剧 修子娇称地笑着 拿起酒杯 伸到了原野的面前 另外还有一件礼物呢 不用了 就这一件已经十分足够了 不行 这件礼物才是最珍贵的呢 原野说着 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白信封 这份礼物 请你一直为我保管着 保管 很珍贵的东西 千万不能遗失了呀 修子迷惑不解地打开信封 原来是一本银行存折和一个印章 存折上的名字是片铜修子 印章也是他的名字 这是什么呀 存款 存折 修子更加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打开存折 上面印着一百万的数字 修子又一次确认了一下金额的数字 赶紧将存折还给了原野 这不是我该要的东西 不 这是你的东西 是我为你特意存下的 从现在起 我每月会在这存折里存入二十万 你只要每月拿着存折去银行确认一下就行了 修子还是不理解原野在说什么 突然以自己的名义存入一百万 又要每月存入二十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你要这样 不管怎么说 有钱总不会是坏事啊 可是 不明不白的 不是不明不白的 很久以前就想为你存这些钱了 可我不缺钱呀 现在的收入 我已经足够了 这不是为了现在 是为了将来 很远很远的将来 原野这么一说 修子不由得心头抖动了一下 将来 三十五岁 四十岁 五十岁 为了将来 是说为了我将来成了老太婆的时候吗 这么想着 脑海里又浮现出了港部药界的面影 将来自己老了 也许是与他生活在一起 也许还是孤身一人 总之是不会与原野生活在一起的 修子 修子果断地摇着头 我没有理由要你的钱 为什么呢 我就是我 我的所作所为 都是自己喜欢的 你不要将事情想得太深了 这只是我对你表示的一点心意 或者说 只是为你加一份生活的保险而已 保险 是的 保险 这样至少你心里能踏实一些吧 踏实些 修子不再说什么了 原野每月给我二十万 这样就能将自己 一个女人的将来 给买下了 不管怎么说 我是不会要这钱的 修子坚决地将存折 推还给原野 突然感到眼前的浓雾中 浪漫的梦幻般的夜色 一下子变得那么现实起来 他微微抬起头 凝视着被玻璃窗 紧紧挡在外面的 朦朦胧胧的夜色 两人面对面坐着 中间是一本银行存折 和一枚印章 默默地没有声息 在旁人看来 也许他们只是为征银行的钱款而吵架 或者认为他们是谁 在向谁还钱呢 过了许久 原野仍然执着地先开了口 总而言之 这你先收起来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以后慢慢再说 可是 修子还是微微的一个劲儿的摇头 原野给修子一百万 以后每月二十万 当然 修子不会有什么反感 他是这样细致入微的 为修子着想 就凭这一点 修子心里也是十分感激的 但是正因为如此 这钱 修子才说什么也不能要的 因为 如果一收下这钱 修子便会感到 他与原野的恋情 发生了异变 说不出具体的什么来 总感到这样一来 本来沉洁的东西 便参合进了些许杂志 确实 修子是爱着原野的 可压根没有想过 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钱财 让他请客吃饭 收他各种礼物 这是一种女人的荣耀 可从他那里要钱 性质就不一样了 也许有人说这是爱的表示 可这样一来 却将这爱 陷入了古今中外 千千万万 雍男俗女的圈子里去了 修子与原野之间 至今为止的各种努力 不正是要将自己 与那些雍男俗女区别开来 不正是要保持一种超凡的爱吗 这种爱 如果用每月多少钱来表示 那还有什么超凡可言 你给了我多少钱 我必须为你做多少的服务 修子绝不想与原野 维持这样的男女关系 真正的 纯洁的 超凡的爱情 应该不是维系与金钱的 这是修子 作为一个女人的自尊 与原野交往 也只是因为他爱她 修子的这种心情 原野怎么会一点也不明白呢 真的 如果是为了我 你不用操这份心的 修子又一次将存折 推还给了原野 原野却一口将杯里的香槟喝干 你不要想的太多 这真的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收下就是了吗 男人有男人的面子 送出去的东西 是绝对不可能再收回来的 可修子也有修子的自尊 我可从来没收过钱的事啊 这个我知道 那么请你收回去吧 别赌气了 快放进包里去吧 我不要 服务员开始上菜了 原野感到再这样 让存折与印章放在桌子上 太不好看了 只好无可奈何地 将他们收回到了上衣的口袋里 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真哪你没办法呀 修子沉默地扭头 看着窗外 原野怎么看自己的 不知道 自己可从来就是个 不善于讨好别人 不善于通融的女人 所以要让原野 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此基础上的交往 才是称心如意的 到了这年纪 这种秉性 改也是改不了的 沉闷的气氛中 司酒师拿来了一瓶 红葡萄酒 这是原野要的 一看就知道是很高级的 倒酒吧 自己送的东西 让人还回来 原野的口气 透着不可掩饰的不愉快 难得的氛围 本来修子也应通融一下才是 可他却是个倔脾气 就是不肯拐弯 两个人无声无息地喝着清炖牛肉汤 窗外依然夜雾迷蒙 还起了一阵阵的风 院子里的灯光下 可以看到山中流向湖边去的雾气 沉闷无语的晚餐中 修子不由得又想起了港部要界 如果与他一起来相跟 也许不会发生这种僵局的 因为按港部要界的经济能力 是住不起这么高级的宾馆 吃不起这么高级的晚餐的 与港部要界一起来 最多是住普通的旅馆 大家混在一起的旅馆的大餐厅里 吃大众菜饭 不可能有如此的奢侈 当然也不会有一百万的银行存折 这种不愉快的事 两人欢欢喜喜地吃过晚饭 港部要界一定会干干脆脆地 对自己说 修子小姐 与我结婚吧 这并不是自我感觉太好 事实上 港部要界也有好几次 这么向自己欲求却罢 至于近似于结婚的话题 已是说了好几次了 相信如果两人一起来相跟 在这种浪漫的氛围中 港部要界是有勇气 说出照样求婚的话来的 也许港部要界拿不出一百万的存折 可他肯定堂堂正正地说出求婚的话来 这才是干干脆脆的男子汉 请与我结婚吧 这句话 对女人来说都是蒙昧以求的 不管他喜不喜欢这个男人 这句话 绝对能够将女人的心彻彻底底地打动的 仔细想象也确实如此 比起金钱 普通的青年男人 不正是以自己的勇气 来博得姑娘的欢心的吗 比起一百万 两百万的金钱 结婚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不知要幸福多少倍呢 这种幸福 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终身保险吗 原野要是真正的男人 就该收起银行的存折 堂堂正正地向自己说一声 请与我结婚吧 即使这是不现实的 也应讲些类似的情话 自己听了 不知该怎样高兴呢 修子看着窗外的业务 任凭思绪 随意地飘着 终于 原野打破了沉闷 在想什么呢 修子慌忙将目光收了回来 脸上带着微笑 没有 没有想什么 对我不高兴你就讲出来 心里会好受些的 突然 铁板上的牛排 窜起了一股火焰 硬的窗玻璃闪烁发亮 原来是厨师在牛排上浇了些白蓝地 牛排烤得吱吱作响 一直等到火焰熄灭了 原野才继续问道 最近有了什么新朋友了 修子仍然将目光投到窗玻璃上 玻璃上的光亮也随之消失 没有的 修子喃喃地声调 原野似乎从中窥见了修子的心事 可是原野毕竟是原野 并没有进一步追问 这种适可而止的做法 是原野的聪明之处 或者说是他的狡猾之处吧 气氛依然非常沉闷 厨师蹲上了牛排 牛排还冒着热气 热腾腾的 诱人食欲 喝了一口红葡萄酒 然后拿起刀叉 等着原野开始进餐 两个人的夜晚 掺杂进了许多复杂的情感 晚餐后 原野与修子从小山上的餐馆 回到宾馆 又去宾馆的酒吧消磨时间 修子喝的是对水白蓝地 原野要的是苏格兰威斯基 星期六的夜晚 成商成对的客人很多 原野与修子 漫不经心地东看西望的 两人间的谈话 还是无法投机起来 修子感到今晚 缺少平时那种 向原野撒娇的氛围 原野感到今晚 没了平时那种 与修子取笑的趣味 应该说两人是一对情人 没有争吵 也没有什么不快 只是原野要给修子钱 修子不肯要 喝着白蓝地 稍稍有些醉意的修子 千言万语 不由地涌上心头 也许此时此刻的原野 也是一样 两人想靠得近些 可找不到合适的契机 时间再无声地流淌 或许修子此时 对原野点一点头 说声对不起了 两人间的一切矛盾和不快 便会烟消云散了 可是 修子却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这句话来 这么干熬在酒吧里 不知不觉过了一点钟 回到房里 也还是无法找回 往日那种清热的气氛 原野闷闷地躺在床上 打开电视 修子也感到无聊 便将自己关在了洗澡间里 洗了个澡 心情感到稳定了一些 走出洗澡间 原野已经睡着了 看来今晚是彻底结束了 修子心里生起一丝悔意 但又不可能再去叫醒原野 终于 今晚的转机还是出现了 半夜里 修子被原野的热切地吻 脚醒了 没有任何言语 不用任何掩饰 好像突如其来的风暴一般 两人紧紧地缠在了一起 本来 像这样深夜将熟睡中的修子脚醒 是原野的一贯伎修子也习惯了 总是无声无息地任凭原野气喘吁吁地捣鼓 可是今晚 原野的情绪远比平时来得激烈 好容易来了香根 白白浪费了一个晚上 好像要将这一晚上的损失补回来似的 原野的行动透着翻江倒海的力量 起初 修子还企图挣扎 可原野的攻击太猛烈了 修子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仰望着面前的原野 修子甚至只有叹息 惊恐地感觉了 风暴终于过去了 修子的身子随波逐流地贴在原野身上 轻轻地摇晃着 晃呀晃的 此时的心里是真正的无忧无虑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虑了 原野也有些疲倦了 于是两人便轻轻地搂抱着 甜甜蜜蜜地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 已是第二天早上八时了 修子是被阳台上的小鸟叫醒的 原野也随即醒了过来 几点了 已经八点了 原野问 修子答 这么一问一答的 两人的谈话便自然起来 天气好些了吗 还有些音 但比昨天晴多了 修子起身走到窗前 拉开窗帘 马上看到清晨的湖面上 泛着柔和的光芒 今天几时动身回去呢 几时还没定呢 说着 原野神秘兮兮地从被子里伸出手 来朝修子招了招手 来一下 修子不知所措地走了过去 突然 原野一下子将修子抱了过去 放手 让人看见的 放心 没人会看的 阳台湾的湖面上 荡漾着一艘小船 从下面看不见房间里的动静 原野轻轻地将修子压在身下 温柔地在他脸上 吻了一下 这是昨晚的惩罚 原野放开修子 理了理自己的睡衣领子 笑嘻嘻地说道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 修子去洗澡间洗了个头 用吹风机整理着头发 静台上 放着昨天原野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那只真丝断表带的手表 看到这件礼物 修子不由得又想起原野的那本银行存折 虽然不能要他那本存折 可他毕竟是他的一片心意呀 现在自己年轻 能够工作固然不会有什么困难 可将来年纪一天天大上去 肯定会需要钱的 为了将来着想 这是原野比自己年岁大的经验 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关怀 可自己 可自己却将他的一片好意 看成了对自己爱情的亵渎 而粗暴地将他拒绝 这样做 不是太冷酷了吗 当然 收了他的钱 自己以后便不许 与别的男性交往 结婚 当然原野 绝不会这么明确地说 假如自己以后 真的要与谁结婚 相信他也不会阻拦的 当然 他会感到遗憾 感到惋惜 但绝不会阻拦 这种力量 气质 原野他是完全具备的 所以修子才会与他交往 也许原野的这一行动 是要让修子产生一种心理的负担 每月二十万 对原野 绝不是一笔小负担 他是想让修子 看到他为他 愿意背这个负担 以此来表示 他对修子的忠诚不语 作为女人 不管他自己怎么自食其力 看到一个男人为了他 每个月付出二十万 他一定会实实在在地 感到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爱 想到这些 修子为自己昨晚的举动 有点后悔了 即使要拒绝 也应该换一种完整的方式才是 这种直接了当的做法 不正暴露了自己作为一个老姑娘的任性 和缺乏教养吗 应该去向他陪补室才对 这么想着 回头朝房里望去 原野从床上起来 穿着睡衣和拖鞋 走到靠近阳台的沙发上坐下 便对着修子叫道 天放晴了 我们去看一下湖上的风景好吗 现在马上去吗 不用这么着急 吃了早饭去吧 赞成 修子高兴地叫着 心里真为自己心情变化无常 而感到不可思议呢 从香根回去的路上 修子与原野驱车绕着炉湖 观赏了大半天的景色 回到东京 已是傍晚五十多了 早上放晴的天气 到了下午又转阴了 而且气温也很高 十分闷热 先去你家吧 从用鹤高速公路出口下来 原野便轻轻地征求修子的意见 但修子却不置可否 今晚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什么事 只是感到你该回你的家了 修子知道 如果同意原野与自己一起回家 他就又会磨磨蹭蹭地泡上一碗 可他从星期六就一直没有回家 他尽管嘴里说着只待一会儿 但一待就会是一两个小时 尽管他自己也知道 应该快些回去 但还是硬泡在修子家里 这也许是他讨好修子 关切修子的表现 但修子不想原野为了自己 而破坏他自己的家庭 所以有时便会感到很伤脑筋 从用客高速公路出口 到修子的家用不了十分钟 车子在修子家门口停住 原野又一次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看来还是不进去好呀 这次修子爽快地点头 想跟旅行 太快乐了 谢谢你了 原野右手搭在翻向盘上 突然又问道 那个东西真的不想要吗 那个东西 修子知道 他在说昨晚的银行存折 但脸上还是做出一种 不理解的疑惑表情 不介意的话 还是给你吧 昨晚不是都说好了吗 原野将目光投到车的前方 深深地叹了口气 明白了 今晚你是一直在家吧 当然不会出去的 好吧 待会儿再通电话吧 路上当心呀 原野无可奈何地 握正了方向盘 朝修子轻轻地瞟了一眼 车子慢慢地动了起来 在不远的交叉口 朝左拐了个弯 消失了 与平时一样 修子目送车子消失 一种放松和寂寞混杂的心情 便会油然而生 放松感 当然是一个人可以无所顾忌 无所用心 寂寞感 便是一下子原野走了 自己形形相调 孤苦伶伶的 也许这种心情 刚刚离去的原野 也是相同的吧 修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便推开大门进去 顺便看了一下信箱 简除了几张商品广告外 还有一张礼物通知书 修子 于是便拿着这张通知书 到了公寓的管理处 一个五十多岁的管理员 给了他一盆漂亮的兰花 是昨天下午送来的 修子谢了管理人 抱着那盆兰花 乘上电梯 打开夹在兰花里面的一封信 生日快乐 恭喜恭喜 港部要借 刚看到这兰花时 心里就想到港部要借送的 果然是他 以前他曾有意无意地问过自己的地址 告诉了他 他一直记着呢 而且这兰花十分新鲜 修子双手合抱 才能抱得住花盆 十几株蝴蝶蓝 正向地开放着 管理人说 昨天送来的 算算时间 正是修子去乡根不久 让这花 在管理人那里 默默地待了整整一天 真对不起呀 修子对着兰花赔不适 好像这兰花 就是港部要借本人似的 早知道有这花在等自己 应该早些回来才是 可是说实话 港部要借十分诚实 可修子 却从来没想到 他会送花给自己 而且是这么优美 高雅的蝴蝶蓝 与港部要借那 大大咧咧的性格 更是何等的不相衬 抱着花盆 打开房门 被窗帘罩得 严严实实的房里 一团热气迎面扑来 这种单身者的失落感 不过自己外出多久 回来依然是一成不变的 修子公司里的不少女同事 就是受不了这种失落感 才匆匆结婚的 不过 今天有这盆花 修子的心情好过了许多 修子进屋后 先将花盆放在电话台上 然后想了又想 又将它移到阳台前的窗台上 这样花的位置 升高了不少 使得整个房间更加有生气 修子换上牛仔裤 白衬衣 将窗台的窗户打开 换一下房里的空气 外面还是梅雨季节 特有的阴天 新鲜的空气流入房里 有了那盆兰花的点缀 整个房间 才总算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修子拿出电话册 找到了港部要借的号码 拨了电话 电话铃响了 可是没有人接 也许是星期天 出去了吧 看着窗台上的兰花 修子脑子里 又浮现出了港部要借的身影 记得港部要借 曾邀请他一起过生日 但因为一语言也约好 所以没有答应他 可他还是没有忘了修子的生日 送来了这么一盆 美丽的鲜花 真让人高兴 这盆兰花价格绝对不菲 为了男人的面子 港部要借 着实大大的花费了一下 其实 并无必要送这么贵的东西啊 对着花 修子自言自语地唠叨着 突然电话铃响了 想着或许是港部要借来的电话 借过来一听 却是原夜打来的 在干什么呀 干什么 喝咖啡 应该在家陪你一会儿才是啊 原夜的声音有气无力的 现在到家了吧 到时到了 可家里鬼也不见一个 自我解潮似的 原夜轻轻地苦笑了一声 晚上一起吃个饭好吗 原夜看来是准备再从久远的家里赶过来呢 晚饭还没吃吧 特意赶回家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心里感到孤单 原夜的心情可以理解 可与修子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星期天 寿司店总开着的吧 可是 我肚子还不饿呢 那正好 我马上过去 正好呢 修子没有回答 目光停在了那盆兰花上 原夜来了 看到这盆花 知道是别的男人送的 他会吃醋呢 还是无动于衷呢 不欢迎呀 原夜电话里又催问了一次 修子于是摇着头 不欢迎 为什么 今天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好无情啊 原夜的语调嬉皮笑脸的 修子便说 对不起啦 随后就挂上了电话 傍晚的暮色朦胧中 下起雨来 这雨无声无息的 使人几乎察觉不到 修子又一次打开阳台上的窗 用吸尘器打扫了一遍房间 然后将浴缸里放满了水 在浴缸里泡了一会儿 换上睡衣 一丝旅行之后的乏衣 习上身来 于是横在沙发上 小睡了一个钟点 醒来时 开着的电视里 已经播放八十的电视剧了 修子看了一会儿电视剧 感到肚子有些饿 便起身去灶台前 昨天出去了浴天 所以冰箱里还留有一些鸡蛋和鸡肉 心想着用这些鸡蛋鸡肉下下面调吃吧 于是便烧起了开水 又在水里加了酱油和调味品 接着又将鸡肉放进微波炉里解冻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修子赶紧关了煤气 去厅里接电话 原来是会里的电话 你呀 昨天去了什么地方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 修子一下子 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愣了一下 去了 去了乡根 是与男朋友吧 好潇洒呢 惠里继续调侃着 马上放告了声调 最新消息啊 真左子要结婚了 真的 修子好像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一个月前 不是有人给了介绍男朋友吗 就是那个人 已经订婚了 确实 一个月前 真左子 说起有人 介绍他与一位牙科医生认识 当时听了 修子只当他是老规矩 见完面就完了 可是 这么快呀 惠里你是怎么知道的 昨天 真左子自己来电话说的 想马上告诉你 可你却不在家 大学的同学中 结婚的 当然 前妻生病死了 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本来三人之中 真左子 对与男人交往 是最谨慎的 这也许 是与他出生在 亲森乡下 受旧式交亭 驾驭有关吧 可就是这么一位 旧式家庭的小姐 却嫁给一个 四十岁有孩子的男人 真是令人大感意外 为什么这么 匆匆地就决定了呢 为什么这么 匆匆地决定了呢 我也不知道 可那位男人的父辈 就在品尝开牙科医院 家里很有钱呢 那么 是为了他的钱了 不会全是为了钱吧 真左子是想在东京 长久待下去 也未尝不知呢 即使想在东京生根落户 也不必嫁一个 有孩子的中年男人呀 这是 真左子本人怎么说的 好像 对有孩子 还是有些顾忌的 不过 还是很愿意的样子 真喜欢的男人 也许是吧 不过那男的 也缠得很紧呢 这当然 真左子 还是黄花闺女呢 说是那位男人 对真左子发誓 要让你成为 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 花言巧语 女人一旦订婚或结婚 态度便会突然转变 这种情况 修子是见怪不怪的 本来整天闷在办公室里的女人 一下子便会对工作 丝毫不关心起来 本来口口声声 讨厌男人的女人 一下子会唠唠叨叨地 诉说起自己男人的好处 可是 面对真左子这种闪电式的变化 作为朋友 修子还是一下子 转不过来弯 修子听着电话里 惠里的说明 感到真左子的决定 实在是太轻率了 青森那边 他的父母知道这事吗 正经八百介绍的 当然知道了 黄金周时 已带他去见过自己的父亲了 据说 他父母 称他知书达理 看来还蛮称心呢 真左子 也真是太心急了 可是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女人 嫁个托儿带女的男人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啊 惠里这么一说 修子又一次想起自己的年纪 33岁 嫁个丈夫40岁 确实年龄相差并不怎么悬殊 真左子 看来他也马上要逍遥到头了 惠里的话不怎么好听 但倒是十分实在 年轻时都憧憬着找个中意的人 现实中 结婚的却大多没有十全十美的 看看迄今为止成家的女友吧 幸福满满的 一个也没有 大多只是维持着一个家庭 尽着自己的富道而已 真左子也许不会成为这样的女人 但他心里 多少是有这样的准备的 那么 什么时候结婚呢 男方希望越快越好 不过看来 还是得等到秋天才办呢 修子不由得想起 像真左子的新娘模样来 但总是还模模糊糊的 却不怎么鲜明 那么我打个电话给真左子吧 他一定会高兴的 惠里说着 又赶紧劝阻道 不过 还是先不要打 现在打过去的话 他一定会啰啰嗦嗦的 劝你快些结婚呢 魏波炉叫了起来 修子对惠里 说待会儿打电话给他 便挂上了电话 急匆匆地奔到厨房里 魏波炉的鸡肉已经解冰好了 取出鸡肉 在案板上切好 重新开煤气煮汤 接下来将面条放入了汤里 忙完这些 修子擦干净手 回到阳台边上 满屋子弥漫着面汤的蒸汽 只有这蝴蝶兰 在阳台上沐浴着新鲜空气 开得正欢快 看着这欣欣向荣的鲜花 修子体会到一种被人遗忘了的寂寞 长长的梅雨季节终于结束了 修子的身体也总算恢复了正常 这么说 倒不是修子在梅雨季节里生了什么病 身体垮了什么的 那只是一种心理作用 只感到那一段日子过得闷闷不乐的 十分不敬意 修子最近时常有这种情绪的波动 这或许可以说是生理上的关系 但更重要的 或许还是心理作用在作怪 本来嘛 梅雨季节 年年乎乎的 一般人都会感到不舒服 可是今年的梅雨季节 真左子的订婚 也着实让修子的心情很不好 当时 从会里电话里得知真左子要结婚 正好是梅雨季节 从香根回来的那天晚上 猛地听到这个消息 修子并不相信 以后碰上真左子本人 才不得不信了 特别是真左子 说到此事时的情形 他呀他呀的 十分自然地掩饰不住喜色 使得修子有点沉不住气 不自然起来 确实 好朋友的婚事应该为他祝福 可真 左子那种毫不掩饰的吹嘘 实在使人听得有些受不了 这也许是真左子天真率直 不善做作的性格 但对没有称心男朋友的修子来说 绝对不能不说 是一种无情的刺激 当然不能全怪真左子 但自从那以后 修子的心情一直忧虑焦躁 这真是道不清说不明的心情 要说是羡慕真左子 也不见得 真左子结婚了 自己倒也不一定 着急去结婚 真左子是真左子 自己是自己 修子心里是十分明白的 只是真左子一结婚 自己的心里总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失落感 这样一来 惠里 真左子与自己 三个好朋友中 没有正式结过婚的 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人生并不一定要结婚 可是人家都成功了 唯独自己嫁不出去 总有那么一股 不是滋味的感觉 梅雨季节中 产生的这种情绪波动 不能说与这事无关 修子的情绪 终于稳定下来了 是一直到七月中旬 梅雨季节即将要结束时 会里 真左子和修子三人 在青山的餐厅里聚餐之后的事 三人一起聚餐 还是黄金周 去真左子故乡之后的第一次 这天的中心话题 当然还是真左子结婚的事情 真左子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福感 而且中途一半便告辞 说是急着赶去与男朋友约会呢 至今为止的三人聚会 真左子是从来没有早退过的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会里和修子 又一次感到了三人之间的情况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样一来 我们三人的友情 也开始出现裂缝了呀 会里有些赌气的 大口喝着威士忌 女人呀女人 一找到心上人 干嘛便着急 抛弃自己朋友的友情呀 确实 真左子是第一次坠入情望 但他的性格 也许本来就是这么甘心 被暗人献出一切 真左子一结婚 工作也不会不要了呢 丈夫是牙医 又有个四岁的女儿 看来是不能工作了 可我如果结婚 工作还是要继续干的 修子这么说着 会里会有同感地点着头 当然 我能与丈夫 干脆地分开 也是好在自己有工作 有收入呀 会里好像对自己 能干干脆脆离开男人 而感到自豪 可是中年男人收入不错 他们会要求妻子 辞掉工作的 不管怎么说 女人一成为家 便万事休矣 没有比整天待在家里 围着丈夫孩子 转来转去 更无趣的了 可是 结了婚 很有作为的人 也还是不少呀 那是极少数 也许是在电视台工作 接触的女人很多 会里对女人结婚后 不工作 反而非常的反对 每天关在家里 整天与孩子打交道 自然而然 便会变得 庸庸碌碌的 我可绝对不愿意 整天待在家里 心筐体胖起来 针左子不久 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晃动着手里的 威士忌杯子 会里的话语 十分尖锐 不管丈夫多么有钱 多么成功 女人一旦到了这种地步 就会成为一个 只会做家务的 家庭主妇了 可是 斟左子渴望的 不正是这种生活吗 这也许是无可非议 但她不应在你我面前 那样吹嘘呀 会里这话 修子也赞成 今天的真左子 真是有些 忘乎所以 心飘飘地 仿佛要飘到天上去了呢 我并不是 嫉妒她呀 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会里赶紧声明了起来 我只是可惜 真左子 她应该找到 更好一些的丈夫 两人喝着酒 将话题转移到了 各自的婚姻观上面 会里与修子 两人对女人 并不一定非结婚的观点 是相同的 只是会里是自己的婚姻失败了 说的赌气话 而修子 却是找不到 称心如意的丈夫 认为不结婚也无妨 也就是说 你不想委屈自己 去成全人家 会里这么说着 修子无声地点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到了这半年龄 是不想再改变了 只能等到能理解 或者能容忍自己的男人出现 才能结婚了 可是 这不是太任性了吗 也许最终只是单身到底 说起来 这实在有些扫兴 但思想上还做着这种准备 要是能像真左子一样 可以抛弃自己的一切 去爱一个人 就好了 说心里话 修子是有些羡慕真左子的 不是羡慕他找到一个 称心的丈夫 是羡慕他能那样忘我的 去迎合别人的性格 你呀 对世俗看得太穿了 真像真左子那样 是不可能的 这种话 袁也也曾对修子说过 袁也的意思倒不是说他不好 只是在指出他的性格有问题 能像真左子一样 倒省力多了呢 真想不通 女人一旦有了情郎 为什么便那样 鼠目寸光起来了呢 惠里的感叹 是修子想到自己那可怜的母亲 想想也是 整天只围着一个男人转 也许这样的女人是最幸福的 你是说像我们这样 接触过太多男人的女人 不幸福吗 太多的男人 难道不是吗 被惠里这样问 修子一下子不知所措 可惠里还是追着不放 B问着 可是修子你 不是一个也不想与他们结婚吗 那个T先生 当然 还有其他的先生 惠里是知道袁也的 所以他叫袁也的名字 第一个字母 T先生 他当然是不可能的 像你这样的女人 盯上来的男人肯定不少吧 惠里这么一问 修子不由地想起了港不要借 公司社长介绍的医生 大使馆宴会认识的进口公司老板 可是这些男友 没有一个是他考虑结婚的对象 到了我们这年龄 看得上的男人 差不多都有气势了 真难呀 即使自己愿意放弃自己一切去追求男人 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也许我是没有这勇气呀 一结婚要与一个与自己 家庭 教养全然不同的人过一辈子 真是不可想象呀 总而言之 能像真左子那样 也许真的会幸福呢 最后 不由得又回到真左子的话题上 好久没有与人这么痛快的倾诉 修子的心情一下子敞快了许多 梅雨天一过 天气一下子闷热起来 修子公司也格外忙碌起来 中延节的水晶礼品销售大增 最为家庭用的葡萄酒 白兰地酒杯也十分好销 公司的销售人员 每天为供不又求的订货而奔忙 连休息日也不得安宁 水涨船高 整个公司一忙 修子的部门也整天传真文件不断 来访的客人也络绎不绝 这样一来 平时五十万就可以下班的 要延长到六十 七十 甚至八十了 修子与原野约会吃饭 也是在这个繁忙的时期 因为下班晚了 所以约会的时间也推延 约好晚上七十 在饮座的七位厅餐馆进行晚餐的 可这时天到了五十 原野突然来了一个电话 说要取消晚上的约会 实在对不起啊 大班来了个重要的客人 晚上必须得去应酬 对原野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 修子已经习惯了 所以接到电话也并不奇怪 爽快地点头同意了 晚饭后还得陪他们去喝上一会儿 十二时我能准时赶到你家 由于工作关系 原野的应酬是经常性的 每到这种场合 他到修子家 总是醉意朦胧的 倒在床上并呼呼地睡着了 说老实话 修子对此感到十分不敬意 可看着他疲倦憔悴的睡容 心里又十分同情他了 在修子的身边 我感到睡得最舒服了 原野总是挂在口头上的这句话 也许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晚上的约会取消了 修子便悠然地在办公室里 整理起一些文件来 这时 广告科的庄业家子走了进来 今晚有空吗 家子对他说 与银座的贝纳酒吧的 老板娘约好了 今天吃过晚饭后会见面的 那件事总算有了些美目 今天是约好了去看地方的 家子说的那事 是指在酒吧里放水晶特加大的事 最近日本一些店里 已出现了水晶杯子 但还没有普及 况且这水晶杯子 如果不在中年男子中间流行起来 就很难有销路了 怎样才能在中年男子中宣传水晶杯的好处呢 家子 向修子讨教方法 修子便向他建议 是否将水晶杯借给银座一些酒吧使用 使去那里喝酒的客人 领略到水晶杯的庙处 家子马上表示对此建议 大为欣赏 但问题是 水晶杯每天使用过都要清洗 而且使用不当很容易敲碎 如果改为水晶特加大的话 就不用没天洗 只要往台子上一放 便能春费显示出水晶的美丽 但是问题又来了 水晶是很高贵的东西 一定要在高贵的场合 客人也有一定的档次的地方 才能有价值 于是修子又去为了人业 他便向家子推荐了贝娜 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签的线 今天一起去吧 家子热情地邀请着 修子便也不再拒绝 于是两人六十从公司出来 在赤板附近的一家餐厅吃了晚饭 赶到贝娜已十八点半了 正是贝娜老板娘到店里上班的时候 酒吧里也只有一桌客人 这种高级的酒吧 要到九点以后才陆续有客人来 老板娘马上带他们 看了准备展放水晶特加大的架子 并说明一开始只给一些特殊的客人使用 当然 元叶先生要一定请他来使用一下的 老板娘三十七八岁 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 也许是穿着和服 看上去比修子要老成许多 最近元叶先生怎么不来光顾小店呀 修子上次为了介绍放水晶之事 与元叶一起来过一次 老板娘记住了 所以老扯起元叶的话题 我们公司主要是希望贵店的客人能够喜欢 家子在一边 已经与店里负责人谈起了工作的事 坐下喝上一杯再走吧 说完正事 老板娘便热心地挽留他们俩 但修子他们赶到两个女人在这里喝酒 客人进进出出的 总有些煞风景 于是便执意告退了 老板娘将他们送到电梯上 非常亲切地鞠着躬 两位真是太漂亮了 我们店里如果有两位这样的姑娘 真是旁边生辉呀 这或许是老板娘的客套话 可被银座高级酒吧的老板娘夸奖漂亮 修子心里总是十分得意的 两人出了店门 一下子来了精神 于是便又去新桥附近的一家小酒吧 这酒吧与贝娜当然是天壤之别 但那是家子熟悉的酒吧 所以也喝得十分愉快 喝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然后乘车回到赖田的家 于是十一时半了 原野说好十二时左右过来的 这并不能当回事 修子也有些醉意了 他换上了睡衣 倒了杯冷水 横在沙发里喝了起来 修子将身子埋在沙发里 脑子迷迷糊糊的 浮现出了酒吧里 女人们浪声浪气的调笑声 他现在还在那种地方鬼混着呢 这些男人 干嘛非得去那种地方 一致千金呢 修子总是无法理解 说说原野 他总是说这是为了他的生意应酬 这也叫生意 也叫应酬 修子脑子里昏昏沉沉的 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了 唯唯 拿起电话 叫了几声却没有应答 又叫了几声 只听到对方咔嚓挂断了电话 这种时候有人打电话来 修子起先只感到有人恶作剧 但是刚才的电话 尽管没有声响 但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 什么人呀 半夜三更的 修子感到有些不安的 看了看侧柜上的台中 时针正指着十二点整 原野来到修子家时 已是快一点了 不停地按着门铃 咚咚地扣着房门 修子便知道 他醉得蛮厉害的了 这时修子正躺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心里盘算着 该睡了吧 听到敲门声 便该进去开门 果然 原野正是醉泰鸣顶 门一开 便身不由己地扑进房门里来 当心呀 更是修子吃惊的是 他的双手竟抱着一个大花盆 哎 给你的礼物 原野将花盆举得高高的 遮住了自己的脸 花盆里洁白的 粉红的蝴蝶兰 正开得欢畅灿慢 修子赶紧接住花盆 扶住站立不稳的原野 将他拉进了屋里 不要紧吗 当然不要紧了 摇摇晃晃的 原野还是没忘了夸耀自己的花 干嘛呀 这么漂亮的花 是买的 不比上次那家伙的差吧 看起来 原野是记住了上次修子生日时 港部要借送的那盆花 今天特意买了一盆 比那还贵的花来 本来 看到港部要借送来的那盆花 原野并没有怎么在意 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 哪里来的花呀 修子回答说 朋友送的 他便沉默不语了 可是现在看来 他是很在意的 虽说并不具体知道 港部要借送的 但他却感觉到 一定是男人送的 所以 算准了港部要借的那盆花枯萎的时候 不失时机地又买了一盆来 这做法有点可笑 可他说 不比上次 那家伙的差吧 那个神态 又十分幼稚可爱 修子对原野的这种做法很是称心 都已快五十了 还是同心未免 好胜心恰如出色适适的少年 好重好重了呀 即使是坐车子 双手这么抱着来回 也是很吃力的 修子不由得感激万分 恭恭敬敬地炫妍也举了个弓 为了我特意买来这么贵的花 真是太感谢了 这么好的花买给谁呀 酒吧里陪我的那些女人 都有些吃醋了呢 这是在银座买的 回来时正好有家花店 银座的花店确实开到深夜的 修子也知道 是专做那些酒吧开业 男女生日庆祝等生意的 银座的花店很贵的呀 今晚就是要给你买贵的东西 原野一屁股坐进了沙发 修子马上帮他脱下外套 大阪三光电器的事 今天终于正式谈妥了 合同也签好了 没关系了 好久以前 原野就为了承办 大阪三光电器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而东奔西芒 今天终于成功了 他当然是很高兴的了 买这么贵的花给修子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修子与原野的生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他也为原野公司 能做成这么一大笔生意而高兴 修子 这全靠你呀 靠我 我可什么也没干呀 不 在我灰心丧气 准备放弃那笔生意时 是你鼓励我 绝对不要泄气 修子记得自己确实说过这种话 可那也是 不知广告行业的竞争有多么激烈 而随口说说的 有啤酒吗 已经喝了这么多了 总之 杯还是要干一下的呀 修子只好从冰箱里拿出啤酒 倒满了玻璃杯 原野立即坐直了身子 举起酒杯 为了修子生意成功 干杯 是为了你自己呀 不 首先该喂你 原野这么心情爽快的样子 已是好久不见了 梦寐以求的事情成功了 心情愉快也是十分自然的 两人并肩坐的沙发里 干碗了杯 原野便得意地敲着自己的膝盖 这一下 我们公司可以大大的抬一下头了 众多的同行竞争中要脱颖而出 确实不是件简单的事 这次的生意成功屡否 对原野的工资来说 实在是事关生死的关键一步 这一个月来真是够苦的呀 我的辛苦 只有你才会明白呀 为了这笔生意 原野真正地掉了好几斤肉 脸庞也比以前小了一圈 掩饰不住地透着疲倦和憔悴 特别是上次与修子 一起去过乡根过生日时 也是他最艰难的时刻 这种辛苦 我家的那位是一点也不知道 原野突然提起了自己的妻子 修子不便插嘴 只好沉默不语 那女人对我的事业 全然漠不关心呢 这是你自己不对他讲呀 不 不是的 原野手里捏着杯子 身体摇晃起来 已经好久以前 就与他没有言语了 还在初夏时 有一次原野说好来修子家时 却没有来 后来才知道 当时他在家里与妻子 为了孩子的事吵架 最近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的 原野这么唠叨不休地 向修子谈自己家庭 与妻子的事 是很少有的 他有他的活法 可是 这是因为你自己 太不顾家了呀 也许如此 但这并不全怪我呀 停了一会儿 原野又开始啰嗦起来 修子不由得站直了身子 可原野还在跌跌不休 我们夫妻已经形同陌路了 以前 原野曾口口声声地说 他与妻子是恋爱结婚的 是相亲相爱的夫妻 又有了孩子 现在 他却说出形同陌路这样的话来 修子实在不能理解 他更不能理解的是 这样的陌路人 竟每天还生活在同一个屋眼下 真搞不懂你们 我自己也搞不懂呢 如果真像原野说的 男女间的感情 会有如此激烈的变化的话 那么婚姻是十分靠不住的事 如此亲亲密密的两人 怎么说散就散 看着这眼前的事实 修子感到自己对结婚更加害怕了 像你说了这么多烦恼的事情 原野喝了杯子里的啤酒 才注意到修子情绪的变化 于是解潮似地将脸凑紧 自己拿来的那盆胡蝶兰 哼了起来 亲爱的朋友啊 我是如此无能 只能买来花 请我的妻子给我些温柔 这是谁写的歌呀 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修子这么想着 原野便说明道 是石川卓木写的 很有名的歌呢 是男人受挫 诗意识唱的歌 可是蝴蝶兰不是太高贵了些吗 也许是吧 这歌里说的应是一般的兰花 蔷薇花或者菊花什么的 可是你现在并不比别人无能呀 这倒不见得 确实 原野并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相反 今天还订下了一笔大声音 这场合 原野唱着这首歌 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这也许只是男人心血来潮食 随口哼哼而已吧 可是 修子想说 可是 我又不是你的妻子 但 终于没有说出口 这也许是事实 但他如果说出来 原野会扫兴的 这次生意做好了 放松一下 我们去国外度假好吗 就我们两个去吗 是的 去欧洲玩一玩 两人两年前去过一次夏威夷 说到欧洲 修子倒是好久没去了 而且自己公司的总部也在伦敦 十月中旬怎么样 你要早些定下来 到时可不要有变化呀 那好 就决定了 新婚旅行应该早些定下来 新婚旅行 原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是啊 你不愿意吗 开什么玩笑呀 别生气呀 好吧 就算我白说 睡觉吧 原野逃了个没趣地脱下了衬衫 可修子还在为刚才的那句话烦恼 是单纯地开开玩笑 还是原野在表示与自己亲密 不管怎么样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是很轻率地说出来的 修子总感到不是滋味 马上要两点了 明天起不来可不行啊 原野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自顾自地先进了寝室 修子 你也快歇下吧 寝室里 原野大声地说着 可修子还是收起起外面的客厅来 先将那盆蝴蝶兰放到阳台前 再将桌子上的杯子放到水斗里 又将沙发整理了一下 最后查看了一下门锁 才关灯走进寝室 这时 原野已经开着枕边的台灯 钻进被窝了 真舒服 躺在床上最惬意了 原野伸出手 拉住了修子的睡衣 放手 修子将原野的手轻轻地扶开 离开床边 拔下了头上的发针 关灯了 开着蛮好吗 修子还是关了灯 将发针放在镜台上 走进床边去 快些进来啊 原野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撩开毯子 催着修子 修子在黑暗中 小心地移着步子 刚想上床 电话铃突然叫了起来 等电话响了好几下 修子才拿起电话 唯唯 没有反应 又唯唯地叫了三遍 对方咔嚓一下 将电话挂掉了 修子也只好放下电话 一边的原野也问了起来 怎么了 什么反应也没有 今晚已经是第二次了 是什么人 恶作剧吧 会是谁呢 最近吃饱没事干的人多着呢 起先修子也这么认为 可是无论如何 也不像简单的恶作剧 搞得人心神不宁的 不知怎的 修子怀疑是原野妻子来的电话 尽管心里感到 这不太可能 再来电话别接就是了 修子点点头 钻进被窝 电话又响了 黑暗中 修子数着铃声 响了五下 忍不住还是接了电话 喂喂 心想着又是那电话 不料这次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修子小姐 我是港部呀 修子慌忙将话筒贴近耳朵 回身看了看 躺在船上的原野 不知怎的 今晚睡不着 想着或许你也还没睡 便打来电话了 原野也许听不到电话里的说话 只见他仰面躺着 闭着眼睛 一动也不动 修子不由 又将话筒 往耳朵上使劲按了按 顺更半夜的 对不起呀 实在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呀 那个 修子将身子朝床边移了移 问道 这是第一个电话 当然这是第一个 有什么事吗 看来 刚才两个没有反应的电话 是与他无关的 这个时候 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在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 那么已经睡下了 说出来也许你会见笑 我刚才在想象着 你的睡觉姿态呢 是穿着睡衣 还是睡袍 是白色的呢 还是粉红的 港部要界的话 全无章法 看来他也是喝多了 现在就一个人吗 修子不语 于是他又追问过来 旁边没有什么人吧 有人在呀 没有 那么 说一声 我爱你 我是爱你的呀 讲不出口呀 港部要界的声音 突然激动起来 修子便默默地 将电话搁下了 与港部要界 修子在生日之后 又与他约会过一次 还是在老地方 在赤板电视台附近的 一家餐馆 饭后又去了 六本木的酒吧 喝了一会儿酒 那天 修子刚听到 真左子订婚的消息 非常心神不宁 平时即使喝了酒 也是能控制得住自己的 可那天不知何故 又有了些罪意 便对着港部要界 结婚呀 男人呀 胡说了一大通 当然 没有直接涉及港部要界 脑子里只是浮现出原意 会里离了婚的丈夫 对喜新厌旧 不负责任的男人 大大的讥讽了一分 对此 港部要界 大家赞同 于是修子更加高兴 最后 竟与港部要界 一起去了 咔嚕K 两人手玩手 唱起了二重唱 修子是喝醉了 糊里糊涂 可港部要界 受宠若惊 一直紧紧地抱着修子 唱了一个晚上 从那以后 港部要界便自作多情起来 有事没事便往修子的公司 甚至他家里 打起电话来 修子一个人住 偶尔来几个电话 也无大碍 可像今晚这么半夜 还来电话 修子就很讨厌了 而且又喝多了酒 我爱你呀之类的 乱叫一通 太过分了 本来感到港部要界 有些鲁莽 但本性 是个十分认真的好青年 所以修子便将 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他 偶尔也与他约会一下 可是男人真不可思议 平时看上去老老实实 诚实认真的 可一喝酒 便变得面目全非 肆无忌惮了 先是无声电话 接着又是港部要界 胡搅蛮缠的电话 修子的心情被搅得很不是自卑 已过两点了 再不睡不行了 可修子还是睡意全无 一个人呆呆地在黑夜中 远也还是有所察觉 远也却不再追问 轻轻地翻了个身 将背朝着修子 迄今为止 修子 远也对修子与别的男人交往 从来没有表示过什么醋意 而且也并不是特别地在意 当知道他与大学时的男同学去清井责旅行时 他也并没有阻止 当然 这也许是相信修子不会背叛自己 同时也是对自己绝对能吸引修子 而具有信心 修子喜欢上这样一个远野 有时也不免有些怨气 所以有时就特意地与别的男人约个会 气气他 可是最近一两年 远也对修子的态度有了些许的变化 表面上还是不干涉修子的自由 但有时也会若无其事地打听他的一些事情 与公司同事晚餐 晚些回家 他会是朋友吗 这样地质问他 说到外国同事请他 他更是竖起耳朵听得很失用心 表面上看来不在乎 可是心里很在乎的呢 这最好的例子 便是今晚的那盆蝴蝶兰 说是顺便在银座的花店买的 实则是港不要借的那盆兰花 一直在他的脑子里作祟 表面上不干涉 心里面是一刻也不停地注意着 他不像港不要借那样直来直去 而是采取一种软绵绵的迂回策略 这也许是年纪的经验 是中年男人的巧妙之处 修子在漆黑不见五指的寝室里 愣愣地胡思乱想着 原野又一次翻过身来 你在想什么呀 以为他睡了 可他还没有睡呢 没想什么 原野轻轻地叹了口气 于是轻轻地向修子伸出双手 修子本能地朝后退了退身子 原野却一下子扑过来 抱住了他 我是爱你的呀 修子的幼儿被原野的脸紧紧地贴着 这句话像是一碗热水灌入了耳朵 修子被原野抱得有些难受 身子不由地抽紧了一下 可原野抱得更加有力了 整个身子都压了上来 七十公斤对四十五公斤 到底修子是抵抗不住的 修子的全身被原野宽大的胸脯压迫着 好容易他透过一口气来 原野这么压了一会儿 好像抓到了猎物 等他挣扎的筋疲力尽了 才悠悠地展开胸怀 将修子包了进去 带着酒衣的原野 今晚行动特别激烈 也许是今天谈成一桩生意 心情很好 或是受港不要借 刚才那个电话刺激的缘故吧 总之 他显着异常的亢奋 一开始 修子有点讨厌 可被他三摩四柔的 修子也不由地兴奋了起来 整个身心也发热发烫起来 这也许正是原野 老母深算的缘故吧 然而他的手段 也只到此为止 到底抵不住疲乏与酒劲 慢慢地失去了气势 全身软软地搂着修子 最后连双手也松了开去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男人就是这样 急风暴雨地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可修子却被他煽动起的激情 还没十分尽兴 听着身边原野的憨声 修子心里感到一种 无可奈何的不经意 真是 只由着自己的性子 修子心里抱怨着 可他对此 也似乎已经习惯了 随着原野呼呼地打憨声 修子心里的最后一丝不经意 也渐渐地平息下去 最后便心平气和地 挤在了原野的身边 无怨无虑了 对修子来说 原野的憨声是不太令人讨厌的 虽说不像摇篮曲那样美妙动听 但却透着一种 使人心气平和的力量 这憨声 自己听了几年了呀 双眼渐渐适应了 黑暗的修子 默默地回想着 与原野交往的 五个年头的朝朝暮暮 光阴四见 这五年真是一瞬间 但修子对自己的单身选择 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妥 也许 修子心里疑难地叹道 现在听着憨声 并不感到讨厌 与此一样 自己对自己人生的选择 也不会感到讨厌的 修子对自己的这种心态感到满意 踏实 如果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听到原野的这种憨声 一定会醋眉 吃惊的 与此相同 一个33岁的女人不结婚 在外人看来 也会皱眉 悲意的 可是修子听着原野的憨声 感到十分自然 自己对自己33岁还是单身 也感到十分自然 自己对自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好 就像听到原野的憨声 并不感到烦躁一样 这种感觉 已经在修子心中 根深蒂固的了 好多人都将单身主义 看成是女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观 但修子并不感到是什么方式 或观点的问题 只是感到自己这样蛮好而已 修子曾将这种想法 说给真左子听 他当时笑着说 这种理论 社会是行不通的呢 说这话时 真左子好像一下子变成了大人 很少有恋爱经历 认为世事总是一成不变的真左子 这次错意外地 说了句社会普遍的真理 与真左子比较 修子也许对社会的认知 还要肤浅或幼稚些呢 因为喜欢男朋友的憨声 所以坚持单身 这理由说到社会上去 会被笑掉大牙呢 修子所感到单身的快乐 说给大家听 一定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甚至讥讽为老姑娘的神经出了毛病 所以现在夜深人静 听着原夜的憨声 修子绝对感到一种踏实 舒适的快乐 现实也确实如此 单身主义 自己着实感到其乐无穷 并不是为了原夜而不结婚的 在这深夜里 修子的思想是无拘无束的 可遗憾的是 这种无拘无束 只适用于深夜 白天就不行了 在明媚的阳光下 它便会显得 那么缺乏生机 那么不堪一击 只能被人认为 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妄想 也许 在白天的世界里 女人33岁还不结婚 便是不正常的了 过了40岁 有了家庭又在外面 沾花惹草的男人女人 就像那些失业的人们一样 是被排斥的社会之外的 即使自己本人 承认了自己的生活 社会上也不予承认 朕左子匆匆忙忙地订婚 公司里女职员 年纪轻轻便心急活了地 找男朋友 也全都是怕被 这个社会排斥在外呀 想到这里 修子忽然想到了 家乡的母亲 你也快些找个人家吧 也好让娘安心下来 母亲的话 修子听得耳朵都出老茧了 今年过年回家 也被烦得一天也待不住 这次的鱼兰盆结放假 心里也不愿意回去 当然母亲还是想念的 只是不想听她的唠叨 如果向母亲解释 说自己喜欢听原野的憨声 所以不想结婚 她老人家一定会昏过去的 总而言之 母亲也是白天世界的人 她是无法理解 深夜里修子的想法的 而且不光母亲 公司的同事 港不要见他们也是一样不能理解 没有谁能理解我呀 心里自言自语着 修子跌入一种孤独无缘的深渊里 现在一旁的原野 憨声正宽 天一亮 这憨声消失 他人一离去 修子的想法 便会无立足之地了 最近 修子感到清醒 是十分可怕的事 其实是心底里 不想见到这白天的世界呀 修子将毛毯拉起 盖住了半张脸 闭上了眼睛 心里想着明天要上班 赶紧睡吧 可眼睛却精神十足 就是不肯闭上 原野的憨声却十分均匀 一般醉得越厉害 憨声远越大 被原野的憨声吸引着 修子将身体侧向了原野 然后拱着身子 贴近他的胸口 一股烟草 汗味的混杂气息 这是男人的气息 修子贪婪地嗅着这气息 将脸 埋进了原野的胸膛里 真是不可思议 他的憨声离开一段距离听 与贴在他身上听 感觉全然不同 肌肤贴着肌肤地听 这憨声就像他的呼吸 就像具有生命 修子舒适地享受着 这美妙的憨声 轻轻地合上了眼睛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修子将脸 从原野的胸口抬了起来 数着电话的铃声 三下 四下 电话在床边的桌子上 顽固地叫着 是那个没有反应的恶作剧电话 还是港不要接的电话 修子看着原野 并不想起来接电话 想了八下 修子才从床上起来接电话 战战兢兢地放在耳朵边 没有一点声音 修子也不语 听着对方的反应 二三十秒 听到了对方挂断电话的声音 静谧极乐的房间里 只有刚才咔嚓 挂断电话的声音在回荡 修子过了一会儿 才放下电话 环视房间 黑暗里能够望见 窗边的衣橱和一边的梳妆台 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 身边原野的憨声 也还是不断 刚感到有些放心 修子突然小声地叫了起来 啊 刚才的电话 对方会不会听到这憨声呢 电话离开是有一段距离 也许不一定听到 可也保证不了呀 如果是 修子心里想着 不由又回头看了看电话 如果是原野妻子打来的话 这憨声不是对他来说太熟悉了吗 不会吧 修子不由地抽紧了一下身子 没什么证据一定说是原野妻子打来的电话 而且他也不知道修子家的电话呀 当然 修子也压根没见过原野妻子的面 可是毫不相干的人 深更半夜好几次打电话来 修子不由地心烦意乱了 要是原野妻子想找修子的住所和电话 是很方便的 只要委托信索 就轻易而举地解决了 想到这里 修子突然感到原野的妻子就在身边似的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迄今为止 总认为原野的妻子与自己无关 老死不相往来的 即使与原野关系再深 也是两人之间的关系 绝不会有第三者相关 当然 自己也绝不想独占原野 除了两人走在一起之外 原野还是自由的原野 修子是绝不想为此事 与原野的妻子发生纠缠的 可是现实地想一想 这也是修子黑夜中的一厢请愿 在白天的社会里 原野是有妻子的 原野是他妻子的丈夫 即使修子不想纠缠 他妻子还是会找他纠缠的 黑暗中 修子双眸炯炯 全无一丝睡意 原野还是酣生继续 睡得四平八稳 平时失眠时 修子总是喝上一杯利酒酒 这是一种饭后喝着休闲的小配子 真真的只有一口 喝下去浑身发热 神经便随机松懈下来 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这晚 修子也只好喝了一口利酒酒 已是三点过了 才模模糊糊地睡着 睁开眼 已是早上七时过了 看看周围 不见原野的身影 寝室的门开着 匆忙起床 一边挽起散乱的头发 一边朝客厅里望去 原野穿着睡衣 正坐在沙发里看报 对不起 睡过了头 你起来一点也不知道呀 总算睡醒了 原野目光还是望着报纸 轻声地说道 昨晚太晚了 你起来叫我医生才是啊 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再叫醒你的 不管醉得怎样 第二天 原野总是起得很早 这是他心底要强 不想让人感到他上了岁数 喝了些酒 便不行了 不好 只有三十分钟时间 修子睡过头 也是难得的 马上准备早餐 先喝杯茶好吗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原野说着 自己从冰箱里拿出大麦茶 倒了一杯 修子见此便不再多说什么 又匆匆回到寝室 坐在了梳妆台前 修子早上的打扮并不费什么时间 脸上铺些粉底霜 头发上打个结便完事了 时间允许的话 他会洗洗头 吹个波浪发型什么的 可今天是不行了 脸上化好妆 想了想变得胸前有绣花的衬衣上 套了件银灰色的套装 又在耳朵上挂了一副 同样颜色的还心而坠 差不多叫车好吗 客厅里 袁野询问道 先送你 然后我再去公司 修子公司带翅板 袁野公司带翅板过去一些的八重周口 所以送修子是顺路 今天可舒服呢 乘出租车去公司 可以免去挤电车之苦 袁野于是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 平时他从家里上班时 公司有车来接的 从修子这里去上班 只好叫出租车了 出租车十分钟就来 来得及吧 我是来得及的 身打起了领带 这时电话响了 修子马上从厨房奔出来接电话 又是毫无反应 修子对袁野说道 袁野也不说什么继续打领带 然后穿上西装 修子于是只好将取出了的咖啡豆 又放进橱柜 然后去到阳台上 天还是阴阴的 而且很热 修子在阳台上撒了些水 查看了一些有没有晒在外面的东西 才关上阳台门 拉上了窗帘 走吧 原野只有一只公文小皮包 修子拎着一只拎包 还有一大袋垃圾 在别人看来 他们正是一对去上班的老妇少妻呢 两人乘上电梯 只有两人 修子便忍不住说道 那无声的电话 会不会是夫人打的 夫人 你的夫人呀 原野感到绝不可能的 使劲摇摇头 不会的 为什么我老婆要打电话来呢 我也说不清 她是不是察觉了你什么了 可是这里的地址 电话 她都不知道 而且我与你交往 她是一点不知的呀 这种事 要知道还不容易得很 去信心所跑一趟 不都解决了 可我家的那位 是不会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首先她没有这么聪明啊 别这么小看人家 她对我什么也不在乎 我去哪里 几时回家 她一概不过问 好像我的一切 与她无关似的 这种话 修子还想说什么 电梯已到一楼 自己先去后面丢掉垃圾 修子对原野说着 便朝公寓后面走去 我先去 让车子去接你 原野也说着 走到公寓前面的出租车边 坐了进去 修子将垃圾丢掉 突然感到自己提起原野的妻子 有些失言了 少说一句 她会心情爽快地去公司 可这样一说 便无疑使她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修子这么想着 愣愣地站在清晨的微风里 原野的出租车开了过来 修子坐到她身边 只见她无视人一样的 悠悠地抽着香烟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修子不由 又想气气她了 我说 你真的要生个心眼才是呢 别以为你夫人还蒙在鼓里 当然 我是很小心的 这不仅仅为了你 这么说 你还有其他女人了 没有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原野让修子不要激动 轻轻地扣着她的膝盖 我喜欢的 就你一个人呀 修子不由得看看前面的司机 他双手握着方向盘 目不斜视 好像根本没注意他们的谈话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你是自我感觉太好了 不管怎么说 你是太疑神疑鬼了 那么你说 你不回家时 对夫人是怎么说的 这个 说是在住地的宿舍里呀 因为工作太忙 原野在公司附近的住地 借了个单人宿舍 修子也去过几次 世间只有一张单人小床 家徒四壁的小房间 可你不在那里时 又到哪里去了呢 可以说临时出去了什么的 首先 他不会朝那里打电话的 总会有个急事什么的吧 有急事 他总朝公司里打电话的 原野说得轻巧 可深更半夜的 朝那里打个电话 便马上会知道 他不住在那里 对你这种行为 你夫人真是好脾气呀 怎么 没有话说了吧 修子没好气地逼着原野 他只好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们已经过了 为这种事吵架的年龄了 这么说 你干什么坏事 他都睁只眼闭只眼吗 如果我突然失踪 或者死了 他也许会有些紧张 如此冷酷无情的夫妇 还生活在一起 修子感到真的不可思议 既然这样 你干嘛还要回家呢 这个 有邮件送来 还有替换的衣服 就为这而回家吗 就此而已 休息天也老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 孩子也不说你吗 这个 他们早就习惯了 猛的 修子意识到自己像警察在审问员似的 自己不是早就决定不问他家庭的任何事 不介入他家庭的任何事了吗 修子马上闭住嘴巴 装作观赏起窗外的景色来 车子已过了山手大道 离涉谷很近了 再过去一点过了六本木 到六地前左手一拐 便到了修子公司了 头顶上的高速公路现在好像很拥挤 地下的一般道路倒是很通畅 看来 要比预定时间早到了 修子这么一说 袁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八时二十分 从这里到翅板有二十分钟就够了 时间肯定来得及 可是 要有时间喝杯咖啡就好了 你是说上班之前 以前 他们曾在一起吃板的宾馆 悠悠地吃早餐 在各自上班去的 可今天看来是绝对来不及了 你肚子真的很饿吗 照倒不是 只是想与你多待一会儿 袁野说着 手伸过去握住修子的手 修子也不想马上分别 但总不能上班迟到呀 今天你有空吗 上午有会议 要十点半开始 那么去什么地方吃些东西吧 不了 要先拐去住地的宿舍 领带西装都得化一下呢 袁野穿的是白色马布西装 修子的家里 他只放有一件灰色的夹克便装 以后放几件贴换衣服 在你家里可以吗 袁野在住地的宿舍里 也放着几套换洗的衣服 可是 借留那宿舍 还是放在那里吧 可那里太狭小 整理起来又麻烦 宿舍尽管很狭小 但袁野却从来不打扫的 让你夫人去打扫一下 不是蛮好的吗 那里是我个人的地方 让人随意进出可不行的 你是说 我也不能随意去那里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夫人 可说是你最亲密的人呀 你是嫉妒了 是吧 我干嘛要嫉妒呢 你的地方 请我还不去呢 别耍小孩脾气 我是诚心诚意 希望你去的 你的个人禁地 我是不敢越雷石一步呢 没有良心的丫头 不是没有良心 那么 是什么 那该是你夫人去的地方呀 她是绝对不会去的 放心好了 车子 急刹车停了下来 一看原来是红灯 人行道上 来来往往的上班人群 熙熙嚷嚷的 看到这 修子才突然醒悟到 自己也是去上班的 这样谈话 待会去上班会心情不好呢 今天忙吗 十点 有香港的重要客人来呢 公司里 看来少不了你这个秘书呀 这是我的工作呀 待会儿到公司 吉利瓜拉的一通英语 心情便会开朗起来的 修子 修子用手肘 戳了原液一下 正经微作地 直起身子 你当公司 还不是一本正经的社长架子 我是个倒霉社长 公司里人人皆知的 三观电器的合同 不是欠下来了吗 不是工作 是家庭生活倒霉 公司里的人 连你的家庭私事都知道呀 我是不会说给他们听的 但他们是看得出来的呀 与你的关系 他们也是有所察觉的呢 让他们知道 我可不愿意 车子到六本目交叉路口 夜晚的六本目 灯火辉煌 可现在却显得十分嘈杂 最近我想了许多 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耳朵里 突然灌进了原液 这么的一句话 修子回过头 只见他神色镇静地 看着前方的车 车子下坡 看得到前面的红绿灯 过那红绿灯前面的马路 左拐便是修子的公司 原液紧紧地握住了修子的手 再给我些时间 修子还来不及回答 车子已拐弯 修子公司的大楼 也朝眼前迎了过来 就在这里停下吧 原液吩咐司机停车 修子只是对他 默默地喊手 便下了车 六点半 修子走出公司 马路上已是万家灯火 夜色阑珊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整理着桌子时 还见西面的天空 泛着一抹金黄色的晚霞 可当他收拾停荡 走到外面 已完全是夜晚了 修子突然想起了 秋日如断绳的掉筒 这句老话 不知不觉间 夏天已过去 已是秋季了 秋日如断绳的掉筒 修子反风默念着 感到女人的青春 正似着秋日一般 转眼便逝去了 记得去年晚些时候 自己与公司的年轻女同事 一起回家时 曾对他讲过这句话 当时 那女同事十分不解地问他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句话的含义 不去说其他 就是掉筒 这子本身的意思 他也不懂 没有办法 修子只好向他解释了 掉筒的意思 那还是修子读小学以前 祖母家附近有一口井 这井上 有一根粗粗的绳子 系着一只小小的掉筒 人们要打井水时 便将那掉筒 放到井里去打水 打水时 如果抓不牢掉筒 筒便会一下子掉到井里去 这井一直到修子三十岁之前 不用了 吊筒也当然被淘汰了 这吊筒在井里飞快下落 这有人用它来比喻 秋天的太阳 转眼便下山的意思 在大学考试复习时 修子在斐句或短歌里 看到过这样的比喻描写 当时读到这句子时 便联系起自己小时候 在祖母家看到的吊筒 现在祖母已过世了 那井也早已被填平了 但是 又是从井里 万下闷深不见底的井里时的 一种恐惧感 现在还留在脑子里 吊筒一下子落到 黑咕隆咚的井里时 确实就像秋日下山 整个世界 一下陷入了黑暗一样 古人将吊筒与秋阳联系起来 也许是觉得 这两者都具有 让人害怕寂寥的共同点吧 现在走出公司 修子触景生情 想起这吊筒的比喻来 不由得对自己的文学修养 自我得意起来 同时也确实感受到 古人那种凄凉的心情 这种在年轻人中间 已成了死语的话 自己还记着 也许正说明 自己也有一把年纪了 自己尽管还感到很年轻 可现实中 自己与年轻人 也有了很多不相同的地方 实用的语言是如此 感觉上的差距就更大了 不过同时他又感到 自己能知道这种语言 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尽管是以往时代的言语 可它确实是日本文化 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语言 能知道这种语言 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 一路上 这种为自己年龄感到 奇迹 又为自己的 有些文化修养 而感到沾沾自喜的 复杂心情陪伴着他 来到了约好的 六本木的一家小饭店时 已将近七十了 这是一家 只有一个酒吧柜 和两张小桌子的小店 拨开了门帘进店里 港部要界已经先到了 最得酒吧柜台前等他 对不起 迟了一些 我当我搞错店了呢 以前吃饭 港部要界总是喜欢上西餐馆 没问他为什么 也许是西餐馆的范围 更好一些吧 可是比起西餐 修子还是喜欢日本菜 所以今天由他决定了这家饭店 让港部要界过来 非常有特色的小店呀 可是太小了是吗 这种店你不告诉我 我是不会来的 修子向头上扎着毛巾 神情抖走的店主 要了今晚的特色菜 和鲁鱼的此身 这店你是经常来的呀 有时候是的 这店三年前是原野最初带他来的 以后两人时常光顾这里 吃东西还是各种店都常常 才是最明智的呢 港部要界好像也很喜欢这店 一只手肘撑着吧台 心情不错地喝着酒 问你一句话 断绳的吊筒你听说过吗 修子一问 港部要界稍稍地想了一会儿 答道 这是比喻秋日落得快的意思是吗 有道理 能听得懂这句话 果然是相同年纪的人 修子感慨地端起了酒杯 今晚与港部要界约会 是修子生日以后 在赤板见面以来的事了 对上次半夜的电话 港部要界第二天 马上打电话来道歉了 并约他吃饭 他却以工作忙为理由推辞了 当然 工作再忙也不会忙到没时间吃饭 只是感到他那晚的电话太放肆了 得小小的惩罚他一下才是 修子的这种心思 港部要界好像也察觉了 那以后又不断地来电话 赔礼道歉 修子才答应他今晚的约会的 与港部要界在一起 修子有时会有一种 自己是女皇似的错觉 随时年龄相同 可港部要界对修子总是唯命适从 有时会使修子感到 他应该具有一些阳刚之气才是 这也许是修子至今为止 交往的都是比自己大的男人的缘故吧 总感到港部要界这种男人缺乏男子汗气 但他老是顺着自己 也并不是人讨厌 修子并不想对男人生气 故意四个捉弄他们 但有这么一个对自己唯唯诺诺的男人 至少也能十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今晚也一样 从一开始港部要界便低分下四 又是点头又是赔罪 对他那天半夜的电话 说了一大堆赔罪的话 接着又是公司的事情 最近去北海道出差呀等等 漫无边际地瞎说了一通 这样海阔天空的谈话 很明显是想讨修子的欢心 然而随着酒越喝越多 港部要界的勇气似乎也被增了 渐渐的话题便涉及修子的私人生活上去了 你最近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港部要界的探问还是小心解慎的 要说高兴是 到我这个年纪 不会有什么孩子时的那种 用人兴奋的事了 港部要界点头表示赞同 同时又换了个角度问道 那么现在对什么事最感兴趣呢 最近一直在看过去的旧电影 都是名作品 去电影院 当然是得瞎看录像了 艾仇 木琴 卡萨布兰卡等等 黑白的老片子 拍得很不错呢 这些电影 港部要界几乎都没看过 所以便无从接过修子的话头 这么默默地待了一会儿 他也说起了他最近看过的电影来 可是他很明显对谈电影的事心不在先 没说几句又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 问修子 最近你朋友谈得怎么样 突然问这个 有中业的朋友了吗 自从那天半夜的电话 借着九亿讲了一些心里话以来 港部要界似乎一直在寻找 机会 与修子谈这个话题 但是见了面 一上来又不好意思 马上就去问 所以一直到这时 才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了过来 修子对港部要界这种自作聪明 很是不满 男人应该干脆一点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才是 可是这种方式 也许正是年轻男人对自己缺乏自信 或者说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 也未可知 你认为我有中业的朋友吗 修子反问港部要界 心里存着一种想要捉弄她的心理 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么特意去打听一下怎么样 到哪里去 到我家里去 待会儿就去 有兴趣的话当然欢迎了 港部要界一下子愣愣地看着修子 看着港部要界的这副样子 修子想象着在家里等着她的原野 要是在家里看到原野 他会怎么样呢 原野肯定大大方方应付自如的 可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地溜走吧 那么我们回去吧 有了些酒意 修子也不太考虑后果了 于港部要界坐上了汽车 修子开始回想家中的事情 昨晚原野没住在自己家里 所以房里没有什么男人的东西 他的睡衣 上妆 都放进了处理 唯一的是桌子上的烟灰缸 但自己有时也抽上一根 所以也可以搪塞过去 你不会让我陪你到家 便将我打发回去吧 港部要界还是不相信 修子会带他去他家里 当然 你如不愿意 可以回去的 哪里话 只要你允许我去你房里坐坐 就不胜荣幸了 我那里可只是只有咖啡 不用的 我不会待那么长时间的 出租车在修子公寓门前停下 港部要界还是十分小心地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跟在修子身后 看这房子很破旧吧 哪里哪里 高级得很呢 从电梯里出来 走到房间门前 从信筒里取出报纸 打开门 请进 港部要界心神不定地 看了看屋里 小心地进了房间 有些闷热呀 修子又打开了灯 打开一扇阳台上的门 请到那边沙发坐一下吧 港部要界木头人似的 顺从地在沙发上坐下 一边不断地点头 果然正如我想象的一样 什么意思呀 房间布置得十分漂亮 整洁 平时只是匆匆打扫一下而已 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是个喜欢干净的人 喝杯咖啡 喝杯咖啡怎么样 修子的房间 除了原野 港部要界还是第一个进来的男人 刚才凭着酒意 他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 却有些感到心慌了 看电视吧 打开电视 是介绍南美内陆地区风光的节目 港部要界看着电视 喝着咖啡 你在家每天晚上干些什么呀 干些什么 每天总有事情的呀 这里面还有房间吧 寝室 很狭小的 一个人住够大了 我公司也有人住在这附近的 你住在莆田不是吗 我住的地方 可不像这里环境幽静 高级 是一般的民房 乱七八糟的 如不嫌弃的话 请一定去我家玩玩 港部要界这么说着 便一发不可收拾的 说起他住的地方 风土人情来 修子听着听着 不由想象起来 圆野如果突然进来的话 会是个怎样的场面呢 对意朦胧的圆野 一下子推门进来 港部要界的表情会怎样呢 同时圆野会怎么认为 当然现在自己也没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没什么说 修子那份捉弄人的心理 又一次高涨 竟真想圆野 快些回来 让自己看看两个男人 面对面 瞪眼露齿的场面 突然港部要界站起了身子 洗手间在哪一边呀 洗澡间的左手 修子继继续看着电视 不一会儿港部要界走了回来 那个威士忌能让我喝一杯吗 说好了只有咖啡的呀 可是就一杯 刚才在店里也喝了不少 可港部要界的脸色 却显得格外苍白 跟人一种强压着内心冲动似的感觉 修子无法 只好起身倒了满满一杯的冰水 放在桌子上 这是威士忌 你不是口渴吗 这冰水我喝了也不痛快 去了一次厕所 港部要界的态度似乎有了些变化 说不出什么变化 但一下子沉默寡言了 满腹心事似的 你怎么了 不舒服呀 一些问题向你巧交一下行吗 港部要界一口喝干了桌子上的冰水 用一种警察调查案件的口气对修子说 你真的一个人住吗 当然的了 怎么一下子 港部要界似乎要使自己震惊下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真是个不可理解的人呀 我真搞不懂了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是终于明白了 这里有男人住着 有些罪易的港部要界 提高着嗓子指着洗澡间的方向 那里有男人的剃须刀呢 洗澡间外面的镜台上 放着黑色的剃须刀 确实是圆解的 背他一说 修子才知道刚才他去厕所时 发掘了这个秘密 你对我讲实话 你不说也瞒不过我的 港部要界的这种肆无忌惮 修子一下子气愤起来 这里是我的房间 有什么东西 关你什么事 自己看到了什么剃须刀 凭什么理由 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那是男人的东西吧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看来 港部要界慢慢地双手 使劲地捋着头发 以前自己真是太可笑了 快叫车子吧 你是想赶我走吗 现在你是该回去了 可是话还没说完呢 修子却果胆地拿起了电话 收了自己的住址 叫了辆出租车 你别装情做事的 听我把话说完 港部要界还是紧盯着 没完没了的 以前你就感到有些不对头 可绝没想到 你真的会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想讲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与什么男人同居着 胡说八道 可那剃须刀 不是铁证如山吗 确实是男人的 可没有一起同居 那么是经常来住住的了 是你喜欢他 这种事 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港部要界 怒火中烧 冲着修子的神情 被修子这么一说 又想一下子泄气似的 不由深深地叹气起来 没想到你是这么一种人 没想到你竟会这么不规矩 不规矩 修子仰起头 反击道 怎么不规矩了 是准备与那男人结婚吗 这你管不着 不想与人家结婚 住在一起 就是不规矩 这是谁的规矩 那么你是喜欢这个人 当然喜欢了 对修子这突然的坚决态度 港部要界 一下子雨塞了 为了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又喝了桌子上的冰水 那么 为什么不和人家结婚 他也喜欢你吗 既然喜欢 连地须刀都放在你这里了 应该结婚了呀 突然 修子感到有些可笑 年纪轻轻 思想到十分守旧 港部要界的话 就像那些老头老太子的说教 喜欢 并不一定得结婚呀 赵荣华 胡说 修子在笑自己 港部要界也许觉察到了这一点 声音越发响了起来 你这话 是在糊弄人 我没这个意思 我知道了 那人是有夫之夫吧 你老实说出来 他是有家庭的 比你大许多的男人吧 港部要界越是激动 修子反倒越是震惊了 是又怎样 你对这种生活感到满足吗 满足的 与这种有夫之夫 又不能结婚 交往 真那么快乐吗 快乐的 而且与那人 是永远也无法结合的呀 并不用结合 生活本来 就不是结婚 才意味着爱情的全部 港部要界 太均以婚姻 或者说自己是单身 能够马上与人结婚 是他最大的本钱 那么 你只是玩玩而已的吗 这有你怎么想都可以 你认真想一下才是啊 港部要界双眼 都要喷出火来了 你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是心虚 我有什么不敢的 那么我问你 为什么不和那人结婚 如果真是相互喜欢 应该结婚才是 或者有什么理由 不能结婚的吗 并不是什么理由 是不想结婚 不想 是的 感到不结婚更好 为什么呢 世界上的人 并不是都和你一样的想法呀 港部要界还是不能理解 一脸的迷惑不解 修子对他的想法 不是不能理解 而是对他这种男人 认为女人只有结婚 才是最幸福的想法 感到可悲 好了 车子已经到了 刚才也打电话叫出租车时 说是五六分钟就到的 今晚早些回去吧 修子穿着凉鞋去开门 突然 港部要界 一下子抱住了他 修子一点也没注意 一只脚已经穿在凉鞋里 港部要界却不顾一切 扑在他身上 想干什么呀 修子挥手挣扎 可谓港部要界紧紧地抱住 气也透不出来 猛地 港部要界脸凑到了他面前 修子拼命地左右摆手 但由于双手被抱住 所以还是躲不过港部要界疯狂地亲吻 住手 修子用力将身子往下蹲 好不容易从港部要界手里挣扎出来 爬似地朝客厅逃去 在客厅里 修子调整了一下呼吸 回头看去 港部要界还是站在门口脱鞋的地方 愣愣地不动 修子一边整理着纷乱的头发 一边扣住有些扯开的衣服 大声地叫道 你滚 不管自己怎样的一马心圆 这样强行施暴 实在岂有此理 你快给我走 港部要界好像还不甘心 双手无力地捶着 默默地看着修子 对自己刚才的行动 好像还不曾反应过来似的 车子已经在等着了 修子语调稍微缓和了一下 港部要界才慢吞吞地 拾起地板上的鞋子 接着又一次 目不转睛地看了看修子 一声不响地打开门 剩下一个人时 修子又一次查看了自己的身上 被港部要界抱住时 由于用力挣扎 衬衣胸口上的衣领扭扣掉了 袖口也被扯破了 另外 脸上也感到被港部要界乱闻一通 留下一种闫乎乎的感觉 真是突如其来的袭击呀 以前总认为港部要界不会傻流氓的 现在看来 男人一冲动是会不顾一切的 也许是他对自己爱的表示 可采取这种强行霸道的做法 实在是太过分了 真的喜欢 应该采用有礼貌的温柔的方法 这样女人才容易接受 像他刚才的行动 不但不会使女人接受 相反 还会引起人家的反感 另外 他知道修子与别的男人有交往 便怒火中烧 说修子是不规矩的女人 可自己却更不规矩 也许是不管什么女人都可以 也许是修子 有别的男人气不过 真是不可理喻啊 修子自言自语地 拾起掉在地板上的钮扣 拢了拢敞开的衣巾 这时电话铃响了 最近无声电话是少了 修子想着 拿起电话 放在耳边并不作声 一时电话里 传认了男人的声音 唯唯 马上知道是原野的声音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现在在引作 马上去你那里 不反对吧 修子被原野这么一问 才如梦初醒地点着头 知道了 放下电话 看钟是十点半 原野来至少要一个小时左右 修子于是放了水 将身子埋在浴缸里 他感到港不要借的气味 充满了全身 所以格外小心地洗了个干净 洗好澡 吹干头发 门铃响了 原野出现在了门口 你回来了 修子好像久违的亲人回来似的 亲热地看着原野 怎么了呀 什么怎么了 好像今天特别客气啊 原野从包里拿出修子喜欢吃的取离餐厅特制的点心 谢谢 你今天去那餐厅了 是与三观电器的客人们 下次我们两个人去好吗 那么几时呢 修子一下子 修子一下子有点撒娇的感觉 那就下星期三中旬怎么样 那就订好了 你洗过澡了 原野 原野 原野跳皮的将脸凑近修子 秀了几下 修子却趁机一下把头埋进了他的怀里 洗发膏的味道 原野怀里有一种香烟和汗水混杂着的味道 修子的头埋在里面感到十分的舒适 来 亲吻一下 今天怎么了 修子太主动 令原野反而有些难为情似地笑了 慢慢地用嘴唇轻轻地吻了吻修子的小嘴 今天怎么了 与什么男人鬼混过了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是吗 我们早些睡吧 不 现在还不行 原野深深地牵了修子一下 将他轻轻地推开 有什么讨厌的电话吗 今晚还没有 修子将原野脱下的上衣挂在衣架上 取出睡衣 先洗个澡吧 不 先不急 先给我泡杯咖啡 修子便从冰箱里取出厅装的咖啡 倒在杯子里 好喝 你也来一杯怎么样 好吧 我也来一杯 刚洗完澡 修子也正想喝一杯 今晚你看上去真漂亮呀 原野盯着修子的脸 修子避开他的目光似的 一口喝干了手里的咖啡 脸色的气色好极了 是见到你了呀 每天不都见到的吗 原野苦笑地说 可修子却是劫后重逢的感觉 吃点心吗 太晚了 就吃一块吧 那我也吃一块 打开点心盒子 修子的脑子里已经将搞不要借光得一干二净了 平时原野来得晚了 倒头便睡 可今天却十分精神 他先上了床 等着修子 修子当然也是十分主动 原野的抚摸不太激烈 但恰到好处 不紧不慢的手势 十分娴熟老练 自然而然地将修子带进了爱的漩涡里 他知道修子身上每个部位的反应 就像在俯弄自己的身子那样 使修子感到舒适极了 原野真是太理解女人的心思了 修子真正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 换句话说 原野对修子的身子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原野就像一位富有经验的探险家 轻车熟路地开探着修子的这块处女地 以前 修子不能说是处女 但至少是一块荒地 这荒地里隐藏着各种神秘的东西 只是被冒昧的树林掩盖着 把这块荒地开垦出来 使它成为一片卧野 便是原野的工作 现在 这荒地开出了鲜花 便是原野努力的结果 这未开垦的荒地 第一个进去的人 是没有什么竞争者的 但这以后 便要汗流浃背地 奋斗不止 耕耘不已 现实也确实如此 现在原野正是浑身汗淋淋的 就像从水里捞气的水澡一般 摊在了岸边 修子一直是心安理得的 任凭原野在自己身上作为 好一会儿不见原野的动静 才注意到原野躺在一旁 已是精疲力尽了 对此 修子感到一种宽心和过意不去 对如此爱着自己 为自己如此尽心尽力的男人 修子心里充满着感激和叹服 本来 原野自己对修子的服务 并不是修子想的那样美好 只是感到作为男人就应该主动 是修子称心 便是自己这个开垦者的胜利 原野的这种想法 无可非议 本来男人女人的游戏 就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 可是 这样的一场游戏下来 修子总是如 九汉逢甘露的鲜花 光彩溢溢 原野总是如 刀折诗尽的败将 气喘吁吁 仔细想想也是 享受一次原野的爱 修子便越发的美丽 从二十多岁 到现在三十多岁 修子着实增加了不少 云人的韵味和艳丽 这只要每天早上照着镜子 便可一目了然 在原野怀里 尽情享受过爱的早上 肌肤一定光滑如指 化妆时也能感觉出来 如没有爱的早上 皮肤便枯燥而没有光泽 修子有时真为自己 对原野的爱 竟有如此的敏感 而感到不可思议 和不是滋味 对自己身体如此的反应 修子十分赞叹和吃惊 总而言之 修子与原野的关系 早已经远远不是 单身女人与有夫之夫的 寻欢作乐的关系 他们已是心灵的深处 相互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修子对此并不怎么在意 同时也并不是无动于衷 就像历史一样 两人迄今为止的交往 就像一段自然形成的历史 最近 修子与原野每次相好后 总是一下子不能入睡 以前每当这时 修子会在原野怀里 很快入睡 但醒来 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感到若有所事的惆怅 本来 身心经过特别的激动后 会感到一种舒服的疲倦 这种时候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尽情享受这种幸福 便不想一下子入睡 今晚 修子也是一样 但原野却已入睡 抛下修子一人 独奈清冷的夜 借着枕边台灯 微微的光亮 原野睡得震撼 脸上露着一种令人记恨的心满意足的表情 原野今晚 也许并没有喝太多的酒 所以憨声并不怎么想 修子听着原野的憨声 回想着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 公司面临一年一度的财务结算 十分繁忙 但也并不是忙到焦头烂额 只有社长在午休前没有客人的时候 突然问修子 你不想结婚吗 由于是突如其来的发问 修子只好犹豫不决地答道 不是不想 为你这件事 是我有一个朋友托我 平时十分干脆的社长 也一下子变得说话吞吞吐吐的了 也许是他 对说这种事 休以其口吧 托我说 有个不错的年轻人 我也没见过那年轻人 但有照片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磨愣两可的话语 修子也不便一下回绝 便只好点了点头 谢谢社长了 那好 下次让他把照片带来 像我这样的老女人不嫌弃吗 看上你的男人还真是不少呢 社长说着 便与外国来的客人 一起去进午餐了 不知是谁看中了自己 修子心里有些感激 可以有好长时间 没有人给自己介绍朋友了 不由得心里 碰碰跳个不停 可是 刚才社长问自己 有没有朋友 自己又不好说有了 但又不想否定 心慌意乱的 只好点点头 聪明些的人 应该感觉得出 修子这些心理活动的 但不管怎样 有人看中了自己 对修子来说 总是值得快慰的 是个怎样的人呢 修子想到这个 未曾谋面的人 便心系浮动起来了 可是 修子对港不要界和原野 都没有谈起此事 对港不要界 本来就感到没有必要讲 对原野 怕是讲了 会对他产生不必要的压力 将这事当作没有发生过的 听过就当耳边风吹过 看来是最好的办法了 晚上吃饭时 喝了些酒 修子一下子心血来潮 竟将港不要界 带到了自己家里 起先倒没有什么 后来港不要界 越来越放肆 一直弄到不安而散 港不要界走后 修子心里很是烦恼 一直陷入一种 对港不要界 厌恶的感情漩涡里 可现在夜深人静 心平气和地想想 也许自己也有 对不住港不要界的地方 港不要界不顾一切 欲行非礼 修子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他如果不想捉弄他一下 并将他带回家里的话 便不会发生这一切 与港不要界不欢而别 修子感到有些难过 想到以后再也不能与港不要界 像以前那样 无拘无束的约会 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 当然 修子是不会嫁给他的 可修子却认为 他是自己的一个 同龄的朋友 而且是一个好朋友 对从今以后将失去 这么一个朋友 修子心里感到十分遗憾 胡思乱想的档口 袁也突然停止住了憨声 身子如一座山似的 咬牙咧嘴地翻动着 转过了身子去 待他再次奏起憨声时 修子慢慢地从背后 将脸贴在了他的鸡背上 不知怎的 袁也测着身子的姿势 使修子感到安然 在港不要界走后 袁也来到时 修子就像女儿 见到父亲似的感到一种安全感 这安全感 已超越了爱与恨的感情 成了一种久已习惯的东西了 就这样 我看来是得跟他一辈子了吗 修子在黑暗里问着自己 房间里依然只有援引 那单调的憨声 修子想要睡了 再不睡 明天上班脸伤 便会显露出来 修子下了床 喝了一杯绿酒酒 将杯子放到水斗里 回到床上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最近 由于不时又无声电话 所以修子并将寝室里的电话 也移到了外面的客厅里 这时修子起身 走入客厅随手将寝室门关上 拿起了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哎唯 还没睡吧 跳进修子耳朵里的 是会里的声音 对不起 这么晚了 修子不由看看钟 已是一点半了 现在不要紧吧 不要紧的 修子拖着电话线 坐到了沙发上 今天我碰到雾狼了 惠里与丈夫离了婚 带着五岁的儿子一起生活 一年前 他开始与一个叫 陈田雾狼的摄影师交往 因为他比惠里还小一岁 所以惠里一开始 就老大姐似地称他为雾狼 他一定要遇我结婚了 话说到这份上 修子知道这电话 一时半会儿是挂不掉了 不是蛮好吗 你不也是想着他吗 可是他有条件呢 结婚后 儿子不能带去呀 修子感到冷了 在睡衣上又加了一件开衫 这条件不是太苛刻了吗 五郎是惠里理想的 很帅的男人 年纪还很轻 结婚后一下子 变成了五岁孩子的爸爸 对他来说 也许有些心里负担太重 真的喜欢我 就应该将孩子 也一起带去不是吗 现在这样 不是有意在哄我吗 可是 男人本性难道不正是如此的吗 修子的话一出口 惠里的声音 一下子提高了八度 你胡说什么呀 与你不相干 你就这么乱说一通了 我并不是 不是想为他辩护的 可他一开始就知道 我离过婚 有孩子的 他现在突然不要孩子 这怎么可以呢 看来惠里是喝了酒了 一个劲地埋怨修子 不肯听他的苦楚 语气十分忙横 我就知道 你是个无情的语人 自己没有结过婚 没有生过孩子 所以认为 别人的孩子 可以像狗一样随便丢弃 竟说这种风凉话 我是听了你的话 再给你解释呀 我离开儿子 他将怎么办呀 但是 你以前的丈夫 不是说要儿子的吗 那种男人 能放心将儿子交给他 那种自私无情的男人 那么 只好由你自己去考虑了 修子这么想着 沉默起来 突然电话里 传来了惠里的抽泣声 不管怎样 我是不会离开儿子的 这样无理的要求 坚决不接受 你说对吧 他是认为 你儿子对他不会亲的 而且将来 他与你也得生儿育女 这样你儿子 便会成为他的累赘的 可是 男人难道 不应该气量大些吗 还没到结婚 便感到累赘 还像个男人吗 他是胆怯了 对我 他只是利用一下而已 也不能这么说吗 以前听惠里说过 是他自己先接近乌郎的 以后乌郎也许多少 也在工作上 得到过惠里的帮助 但这绝不能说 是乌郎想听用惠里 这种事 不要再相互接短 一起用事了 可我心里就是不平 我明白地说他了 是为了与我睡觉 才与我好的 你这么讲 与人家好的时候 就狼牙 爱也得亲不够 现在不好了 便硬说是人家 想利用自己 听着惠里 歇斯底里的叫声 修子感到 即使如惠里 这么聪明的女人 也会为爱情 而失去理智的 你冷静一些 好好想想再说吧 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好好想想的 不是还刚刚 谈到了结婚的事吗 被修子这么一说 回力一下子 泄了气子的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哎 你帮我出出主意啊 还是爱着他的吧 这个吗 只是他不要你的儿子 你才这样 我才这样 我是绝不会离开儿子的 会里的哭声 从电话里传过来 使修子感到 边面上看去甜甜蜜蜜的两个人 也潜伏着非常地危机 总之 我认为爱情 儿子不能两全的 别说这种风帘话 为我想想呀 那么 倒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快说呀 保持现状 不结婚 永远是情人 情人 要结婚 就难了 你这主意 会里 一下子断气子的 打住了话头 许久才呼出一口气来 喃喃地叹道 原来如此 主意不错吧 太简单了 是的 本来就很简单的 突然没有了抽气声 好像陷入了沉思 电话里静悄悄地 无声无息 喂 想通了 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永远无法成亲了 结了婚 同床异梦 还不如不结婚 亲密无间的好了 这是你教我的法国爱情呀 在法语中 情人叫曼特莱斯 最早是会里交给修子的 你完全能够自立 保持这种曼特莱斯的关系 是最合适了 当然我能自立 但永远只能是情人呀 你是说 你肯做他的情人 是啊 这样一来 变成我得永远养他了 心里怎么想 马上会毫无顾忌地说出来 这便是会里的可爱之处 修子这么想着 会里又叹了口气道 真羡慕你呀 你还是想开一些吧 听着电话里 会里有些心动的都呢 修子不由对着自己说道 别人的事 你倒满会拿主意的呢 原夜的寓所 在筑地的墓烟寺前面的 幽静住宅区内 那是一栋五层楼的建筑 楼内全是一十户的房间 面积不大 但离公司所在地 八重周口却很近 原夜将自己的衣服和日用品 大量搬入寓所 是九月中旬公司联休的日子 当然 迄今为止 原夜也时常在这寓所里过夜 但这里只有替换用的 几根领带与上衣 而且住在这里 也只是在公司工作太晚 来不及回家的情况下 由于只是睡一觉 一早就出门的 所以几乎没有任何日用的东西 最多是一些洗漱用品 及速溶咖啡 再就是几个杯子而已 而对家里说 是住在这里的时候 实际上大多数 又是住在休子家里的 所以这房子 虽说是应付工作太晚 回不了家时派上用场的 但实际上几乎等于空着 没有用过 休子也曾来过这里几次 但实在不是有人经常住的样子 可这次 却正是搬进了好多的东西 原野搬来的东西 西服十几套 衬衫十几件 另外还有替换用的裤子 毛衣 开衫 皮鞋等等 甚至还有高尔夫球棍之类的东西 另外 还添置了沙发 电视机 咖啡机 以及锅碗瓢勺日用品 这些东西有新买的 也有揉衣服 锅盆碗筷等东西 是从酒员的家里搬来的 帮着原野搬东西 整理东西 休子不由 想起他妻子的事情来 对于丈夫从家里搬走 这么多东西 他心里会怎么想呢 尽管原野有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可他不起疑心吗 从秋天开始 三光电器的工作正是开始了 这庞大的工作量 就是倾原野公司全部人员之力 也是显得十分勉强的 为了这工作 作为老板的原野实在无暇 顾及家中 没有时间每天回家 这理由表面上似乎无可非议 但仔细想想还是有些可疑之处的 首先 原野的家在大田区久远 离市中心是偏远了一些 但与那些家住的千叶 其余的人相比 绝对不能说路远 即使是深夜 乘出租车回去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其次 秋天开始工作是要忙许多 但老板原野并不需要势必攻心 实时在现场的 具体工作碰到问题 只要公司人员能及时知道原野在哪里 联系上便可以解决问题的 因此 原野这样兴师动众地将东西搬出家里 不用每天回家 实在是别有用心 对此 原野的妻子又是怎么想的呢 修子心里这么考虑着 真想问问原野 但终于难以启齿 本来不介入原野家庭的一切事情 是修子的一贯原则 只要他与自己相会时 使自己称心如意 其他事情 一概丰满牛不相及 修子的这种方针 迄今为止也是一直奉行着的 就是现在帮着搬东西 整理房间 也是原野要求 他才来的 可是看着这么多的东西 修子心里感到不安了 况且 搬家公司的人又误认为 修子是原野的妻子 夫人夫人地叫个不停 确实 修子今天的打扮 米色长裤 条子针丝衬衫 还挂着白围裙 实在是一副主妇的样子 原野是藏青裤子 白衬衫的袖孔卷得高高的 这里那里的指手画脚指挥着 东西全部运到房间里 修子终于忍不住问了起来 这么多东西搬了来 家里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原野用毛巾 擦着头上的汗水 搬了来 家里不要用了 我已经不想回去了 看到修子一下子 愣愣愣地反应不过来的表情 原野爽朗地笑了起来 你这样做不要紧吗 要紧也好 不要紧也好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怎么会没有办法了呢 修子一点也不能理解 今后一直住在这里吗 是打算这样 但今后去你那里的次数会很多 你会厌烦吗 这么没头没脑的话 不会讨你闲的 放心好了 不过今后 我那个家是不想回了 确实 看着架势 原野是不准备回家了 可他的妻子 孩子又会对此怎么想呢 你这真的 上次不是就对你说过 我在家的关系不好吗 那么这是分居了 这个嘛 可以这么说吧 原野点着头 从冰箱里取出啤酒 很有滋味地喝了起来 摆好家具 理好衣服 打扫完房间 已是下午三时了 从一过晌午 便开始算 足足花了两个小时 一个房间 配上崭新的家具 虽说显得窄小了一点 但面貌焕然一新 有了房间的样子 至少一改 原来家徒四壁的 奇迹感觉 有了一种过日子的气氛 谢谢 这样便可度日了 原野放下卷起的袖子 点上一根尖 用新机器 煮上一杯咖啡吧 袖子提议道 说到咖啡 迄今为止 这里只有速溶的 现在有了煮咖啡机 便方便多了 一个房间 除了床 就是一个小小的沙发 两人并肩 坐在沙发上 喝着咖啡 这里 还是太小了呀 冰箱是小的 箱在水斗下面 厕所与洗澡间 挤在一起 设计得十分合理 巧妙 但毕竟是房间太小 床占取了将近一半的面积 其他只有挨着衣橱 摆着的一张桌子 与一长沙发 在这里 长期住下去 会透不过气来的 这里 只是深夜喝了酒 醉醺醺的 哥哥身子而已 你家里不是很大吗 修子没有去过原野的家 但知道他家是整栋的小别墅 放着这么优越的条件不住 欺身到这里来受罪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按原野的解释 试图自由清静 哎呀 忘了买菜刀了 原野看着水抖 一下子系了起来 还有餐军纸 洗洁剂也没有呀 还有 要一个大一些的垃圾楼 一下子要常住下去 必须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明天我给你买来吧 顺便再买些素泡面和酱汤 洗衣服怎么办 出门时放在门口物业管理处 托她们交给洗衣店 可是内衣怎么办呢 拿到我家里来吧 这样真是太感谢你了 修子不知不觉 越来越陷入原野的生活中去了 还有 记得你家的邮件怎么办呢 难得也回去一下 取来便是了 对于分居在外的丈夫 突然回来取邮件 妻子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修子无法想象 可原野却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终于可以清静一下了 这像鸟笼一样的地方 要不了多久便会待不住的吧 待不住便到你那里去呀 可我那里也不靓堂呀 不要紧的 总之要再找大一些的房子的 你还要搬家 搬到和你一起住的地方 原野究竟是怎么了 与妻子又没有正式离婚 说这样的话 真不知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下个星期开始 会很忙的呢 原野好像忘了他说过什么 一下子展开双臂 伸了个懒腰 这次全部结束 有五六颗亿的工作量呢 原野公司承担三光电器公司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策划 宣传 广告等工作 这次能击败其他大型竞争公司 原野心里是十分得意的 我还想贴些人手 修子你肯辞去现在的工作 到我公司来吗 是来当你的秘书 有你在我身边 我是如虎添翼的 你的好意 谢谢了 我在你身旁 反而会反爱你工作的 没有的是 我会给你比现在高许多的工资 到我被现在的公司炒鱿鱼时 再去找你吧 听上去世纪笑话 但修子实在不想原野 缠得太紧 想起来了 我还有些事 要去公司一下 你不介意吗 不介意 我再把房间整理一下 也要回去了 两三个小时就结束的 起点一定回来 一起吃晚饭吧 现在约定了时间 你的公司会心不在焉的 我还是回去等你吧 那好 公司的事一结束 我就打电话给你 原野说着 胡乱洗了把脸 从刚搬进来的衣服中 选来了一套灰色西装 穿好 扎上领带 对修子说 那我走了 我再将水抖 灶台擦一下 浴室厕所打扫一下 有一个终点 也就回去了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原野说着 轻轻地亲了修子一下 房间钥匙 放在物业管理处好吗 不用 你拿着好了 那好 待会儿给你 不用了 这是为你配的呀 修子一下慌了 拾劲摇着头 我不需要的 反正多一把 你拿着好了 我真的不用的 反正你给我收着吧 原野这么说着 挥挥手走出了房间 天渐渐地接近黄昏了 周围写得有些 令人难受的寂静 一般住宅 现在已是准备晚饭的热闹时间 可这里 尽是单间的房子 没有这种生活的气氛 住在这里的人 大多如原野一样 只是晚上气以下身 或是难得来东京住上一晚的 所以当然没有家眷 而且相互间也不闻不问 左邻右舍的事这一方面 各自感到轻松自由 但另一方面 与这样相见 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 也有一些不安 原野走后 修子将门锁上 用湿毛巾擦起灶台来 有很长时间没有打扫了 不锈钢的灶台很脏 还有不少地方都生锈了 修子用力擦得干干净净 又擦了一下碗厨 将碗盘 咖啡杯什么的 整整齐齐放在厨里 盘子是青花瓷的 咖啡杯是腌织红的碎花 这都塞在一个纸板箱里 看来是原野从家里拿来的 修子拿着咖啡杯 心里想象着原野家里的情景 原野的妻子 是喜欢这种碎花的瓷器的 修子又将杯子 朝窗对着阳光看了看 才看清这些碎花杯子 周围的花纹是相连着的 好像是腔微花 又好像是长青藤 看上去十分逼真 似乎正在上下晃动 活得一般 至于原野 他是不会买这种杯子的 看来这一定是他妻子喜欢的了 这样一边端详 一边想象 将三只杯子排列在碗厨里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是谁呢 原野有钥匙的 会自己开门进来 是物业管理人员 还是刚才搬家公司的人 修子用毛巾擦了擦手 走到门口开了门 随着吱吱地开门声 敞开一半的门外 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 站在门口 下时 修子感到这位妇人好眼熟 一身连衣裙 花纹就像那咖啡杯上的一样 您是谁呀 夫人有些迷惑地问道 修子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慌忙中反问道 这里是原野先生的房间 这我知道 他人不在吗 修子一下 领会了过来 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 是原野的妻子 他出去了 修子机械地点了点头 原野的妻子 便一步跨入了房间 您是片同修子小姐吧 我没猜错吧 修子还是不敢相信 站在自己面前的 真的是原野的妻子 他宁愿认为 这是谁搞的恶作剧 开的玩笑 可事实总是事实 面前确确实实 站着原野的妻子 修子有些头晕 紧张不安地 使他手心里都捏出汗来了 而且 只感到小腿 在微微地颤抖 与修子相比 原野的妻子很是镇静 脸上的表情 好像是本来就知道 修子在这里死的 冷冷地问道 您在这里干什么 房间里还有不少纸箱 没整理干净 修子身上又戴着围裙 是在帮着搬家 打扫整理房间的 这是一幕便可了然的 可原野的妻子 却明知故问道 您是经常来这里的吧 不是 可是现在不是来了吗 不对的 修子微微地摇着头 接着说明 是原野先生 我丈夫怎么了 原来想说是原野先生 让我来帮忙的 可听原野妻子 我丈夫 这一句重重的语气 不知怎的 修子一下子没有了辩解的勇气 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是原野妻子一句 我丈夫 对修子震动太大了吧 我丈夫现在去哪里了 说是 去公司有些事 那么 马上会回来的吧 这个吗 是不回来了 瞬间 原野妻子的胸口那根金项链 闪出刺眼的光芒 您是在这等她的吧 不是的 我正准备回家呢 原野妻子朝房里看了看 便拖鞋准备进房 修子慌忙将拖鞋拿给她 可她却正眼也不朝修子看一眼 一步便跨入了房里 这房间 多谢您打扫得这么正洁呀 打扫这房间 并不是自己喜欢 是原野要求的 修子心里想这样说 可看原野妻子的脸色 却是不容她解释的 一脸凌裂 由您这样的人在身边 我丈夫是称心如意的了 我只是今天 别的日子没有与我丈夫见面 我早就知道 有您这样的人了 原野妻子说着 又一次盯着修子的脸 可您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吗 起先看上去显得富态的原野妻子的脸 在从阳台上照进来的夕阳下 显得半明半暗 您这儿在做贼 偷人家的东西 您这话 原野妻子也不顾修子反驳 突然将手里的纸包 朝床上一丢 这是我丈夫忘在家里的内衣 您也知道的吧 那男人你不管他 是几天都不会换内衣的 原野妻子这么丢下一句话 猛地转过背去 从修子面前一操而过 到门口穿好鞋子 砰的一声 关上门 修子一下惊醒过来 环视起房间里的一切 房间与刚才一样寂静无声 碗厨里那三只胭脂红的咖啡杯 也悄然无息地并排在一起 修子幽朝门口看了看 确认原野的妻子已走了 才赶紧将门锁上 不由得深深地吐了口气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已经过了三十分钟 修子双手抱头 坐在沙发里已动不动 原野妻子的突然出现 对修子来说 有好几分钟就像在做噩梦似的 这实在是修子想不到的 而且是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的事情 使他尤其吃惊的是 连自己的姓名 原野的妻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即使察觉丈夫外面有相好 但怎么会知道姓名的呢 迄今为止 不要说电话 就是书信之类的只言片语 也没有往远远家里寄过呀 只感到自己与原野的家庭 妻子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可明明白白 原野妻子知道自己的姓名 是委托信心所调查的 还是他自己调查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 姓名知道了 自己的住处 他也是一亲二丑的了吧 另外 还有自己的电话号码 想到这里 修子不由得小声叫了起来 这个月 时不时有无声电话打到自己家里 这绝对是原野的妻子 禁不住 修子双手从后脑勺将自己的头发 使劲地翻了上来 从姓名到地址都知道了 看来自己原野的一切行动 都被人家了如指掌 本来以前便有些担心 曾问过原野 他妻子有什么反应 可原野却一点也不在乎 总是说自己与妻子关系很冷淡 他妻子也绝不会对他的事 有什么关心的 可是 原野的看法显然是错了 现在才知道 他对妻子的估计 太乐观了 太大意了 仔细想想 原野的大意还有许多地方 譬如他曾好几次说 他妻子是绝对不会来这里的 修子是相信他说的 才来帮他搬家 打扫的 要是早知道他妻子可能会来 修子是打死也不会来的 当然 这次是说原野的内衣 忘在了家里 帮他送来 而且看着房里老是乱糟糟的 也确实看不出原野妻子 常来的样子 可原野的妻子还是来了 是真的送内衣来了 还是算好了修子在这天也会来 特意来会会修子的 修子更认为是后者 刚才一开门 原野妻子那副镇静 落落大方的表情 便是证明 作为妻子 一下碰上丈夫的情人 不慌不忙他 哪有这种事情呢 当时原野妻子 不慌不忙 盯着修子的脸 您是谁呀 这么一句问话 接着又 我知道 他人不在吗 这么不音不扬的一句 已经足够说明 他是胸有成竹 有备而来的 以后的对话 也是句句 击中修子的痛处 特别是最后一句 您这是在做怎样 偷人家东西 更是将修子的心 都要击碎了 平心而论 修子从来没有想过 要将原野 从他妻子那里偷过来 与原野好事不错 但仅此而已 对他与自己 在一起以外的事 修子是一点 也不想干涉的 现在看来 这只是修子的 一厢情愿 关键是原野的妻子 却不是这么想的 不管修子怎么解释 对原野的妻子来说 他总是自己的情敌 是可恶的敌人 刚才原野的妻子话里 明明白白地 透着这些意思 比如 他进了房间里 一边阴阳怪气地说 这房间 多谢您打扫得 这么整洁呀 由您这种人在身边 我丈夫更是 称心如意的了 这些话 明显是在刻薄 讥讽修子 而且在最后 说到原野 几天不换内衣时 还特意先说了句 您也知道的吧 还真真是修的修子 有些无地自容了 确实 原野有时 有些小孩似的 不修蝙蝠 修子当然是知道的 可他妻子这么说 便明着告诉修子 你们俩的好事 我是全知道的 就差没有明着使这一招了 对于原野妻子的 一连串的刻薄与嘲讽 修子几乎是毫无抵抗的 只是像被人欺辱似的 垂着眼皮 不做一生 这两者的差别 便是一个有备而来 一个是猝不及防 一个是堂堂正正的夫人 一个是偷偷摸摸的情人 我干嘛呀 修子恨恨地嘟囔着 又一次翻起了头发 修子是一直小心翼翼地 不介入原野的家庭 可原野的妻子 还是如此不依不饶 看来两者之间 是避不开一场战争的了 和平共处 只是修子一厢情愿 而原野的妻子 是不愿意也没有办法的 这么想着 不由得掉下眼泪来 似乎是悲愤 以下涌出来 刚才原野妻子来时 修子呆若目击 一点反应都没有 现在终于有些 悲愤的情绪了 一旦流下泪来 便再也止不住 修子双手捂着脸 泪水顺着指缝 流到了塞边 浸湿了整个脸霞 可是修子心里 却真说不确切 自己是在为什么而悲伤 是碰到原野妻子而伤心 是被她饥妨而悲愤 还是为一个人 留在原野的房间而悔恨 也许这些全是 也许这些全不是 只有一点是确切的 便是至今为止 修子的想法 在别人身上 一点也得不到理解 对原野妻子 修子并不抱一丝敌意 可对方却将她视为敌人 也许事实也该如此 但作为女人 为什么不能相互理解一下呢 修子的心里感到无比的凄凉 不知哭了多久 抬起脸来 照在阳台上的阳光更邪了 那光线已经能照到 房间里的床上 照到原野妻子 留下的纸包上 修子看着那个纸包 禁不住又想到原野的妻子已来过 不知什么原因 这事才三十分钟还没过去 修子却感到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修子缓缓地站起身来 对着镜子擦干净了脸蛋 然后拉上窗帘 将白纸包放入 桌子上的衣橱里 本来还想再打扫一下灶台 浴室什么的 可已经没有了心思 修子又一次回头 打量了一下房间 透过窗帘 绿入室内的阳光 使得房间显得十分的寂静 修子默默地走出了房间 从筑地原野的寓所 到士田谷自己的家 修子几乎是奔跑着回去的 说是奔跑着 倒不是指乘地铁 和在路上不停地奔跑 确切地说 是指修子的心情 即使他仍坐在地铁车厢里 心却是一刻也不停地奔跑着 回到家里 初秋的夕阳正好在潮汐的窗外 抹出一道细细的橘红色 修子打开窗户 将夜幕中的空气放入了房间 然后便将浴缸水放满 平时洗澡时 总是在夜里食食或食一食以后 可今天 却想赶快洗一下身子 放好了水 将身体泡在了浴缸里 先从手脚 再洗头发 最后便是全身 彻彻底底地将残留在这身上 一天的所有的东西都洗了干干净净 大约洗了一个小时 起身后正吹着头发 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修子将吹风机关上 又在镜子里照了一下自己的脸 才拿起了话筒 已经到家了 不像是在打电话 没有微微地套话 直接了当说话 已是原业的习惯 几点从我那里出来的 五点多一些 房间都整理好了 好像是公用电话 原业的声音中 夹杂着车来人往的吵杂声 帮了这么多的忙 太感谢了 这样我也总算有个安身之处了 自己离开寓所后 所发生的事情 原业似乎一点也没察觉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生气了 见修子没有反应 原业心里估摸着 又问道 电话听得清吗 听得清的 忙着忙那的晚了一些 马上一起去吃晚饭吧 你还没吃饭吧 可以的话 再涉骨碰面吧 我不太想吃东西 不是约好一起吃晚饭的吗 你一个人先吃了 原业的声音里 夹着汽车什么的杂音 很是混杂 怎么了呀 身体不舒服 还是有什么不称心的事 原业这么问着 修子深深地吸了口气 调整了一下情绪说道 你夫人来了 夫人 你的夫人 汽车杂音持续不断 原业加大了嗓音 来哪里了 你的寓所 一下子 一下子 原业闷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也不太相信 真的似的说 怎么会 原业问修子 可修子正要问原业 说是你将内衣忘在家里了 给你送来的 就为这 我收下了 原业总算有些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 又闷声不响了一会儿 突然冒出一句 我现在马上去你那里 你等我不要走 不要来 什么话嘛 现在就在公司附近 车子过去三十分钟就到了 你一定不要走开 不 不要走开 马上过去 你来了 我也是不见的 汽车的噪音十分刺耳 修子说着 一下将电话挂上了 原业到来时 修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里正播放着 最近在青年人中 十分走红的女歌星的演唱会 修子眼睛看着屏幕 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原业来之前 要不要出去避开她 心里这么犹豫不决的当 门铃便响了起来 修子的目光朝门口扫了一下 又回到电视屏幕上 现在让原业进来 自己心里的烦恼会加剧 还是这么一个人静静地独处一会儿为好 心里这么不愿受人打扰 又恨不得将今天在原业寓所的遭遇 向原业一吐为快 前一种不愿受人打扰的心情 是自己在与自己赌气 后一种想一吐五快的心情 则是潜意识中有着向原业撒娇的愿望 到底怎么办呢 褚褚不决之中 门铃又响了起来 而且还伴随着咚咚的激烈敲门声 修子站起身 涅足走到门边 向保险孔张望 原业已站在门口 大声地开门 这样大声叫嚷 周围人家听了会讨厌 没有办法 修子取下了保险链子 打开了门 原业也许正在使劲推门 门一开 他便浪腔地扑了进来 干嘛不开门 看来是动了真气 急得气喘喘的 双目怒视着修子 修子当然有不开门的理由 但现在向他解释也是无用的 原业走进了房间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喘着粗气 对修子说道 烟灰缸拿来 修子将餐桌上的烟灰缸 拿了过去 原业为了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 点了一支香烟 晚饭还没吃吧 先去吃晚饭吧 不想吃 约好了去吃的呀 原业一下凝灭了香烟 站了起来 不用换衣服了 这么走吧 修子不答话 目光看着阳台外面 原业便走了过来 真的碰上了 我老婆真的来了 修子还是不答话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原业很是伤脑筋地用手 拍打着自己的额头 窗外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家家户户 也都开亮了电灯 他真的回来 真没想到呀 他说你什么了 说心里话 修子现在真的不愿再提起原业的妻子 你讲呀 他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你的名字 修子点了点头 原业又问道 怎么会呢 这问修子 修子怎么会知道呢 就这些 还有别的 别的什么话 好不容易记忆淡薄了些 又要一句一句地回想起来 修子实在有些不太愿意 你不仔细讲给我听 我怎么知道呢 不知道也罢了 修子怒气冲冲的语气 原业有些心虚 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勉强地解释了起来 你别往心里去 我老婆她脑子有毛病的 脑子有毛病 我看不见的吧 避开感情不谈 原业妻子说的话 都是十分正常的 你慢慢地讲 我会知道怎么办的 是吗 总之你先冷静一下 不能冷静的 应该说是原业自己 又点上了一支烟 连着抽了好几口 便将手搭在了修子的肩上 不管怎么说 饭总是要吃的 好久没去泰拉斯了 今晚就去那里吧 多摩川岸边 有家小小的 但十分高档的法国餐馆 叫泰拉斯 坐在餐馆里 不仅能享受 精美的法国菜 而且还能将 多摩川上 美丽的夜景 尽收盐地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暂且忘掉 先去喝上一杯再说 你这么说 修子将原业搭在自己肩上的手 轻轻地扶去 平静地说道 今天你就一个人去喝吧 原业本来想拖着修子 出去喝上一杯 便将今天的事 搪塞过去 可看来修子不肯 就这么简单地释怀 就算我求你了 求也没用 原业瞪着修子看了几眼 突然 张开双手 以下紧紧地抱住了修子 讨厌 修子叫了起来 可是话还没有落音 只感到脸上 啪啪地挨了几下耳光 是由于爱得太深 才不惜使用暴力 还是只有暴力 才能表现自己深深的爱 总之 原业发疯似地 成了一头失去控制的猛兽 起先修子还发火反抗 被墙按在床上 修子全身还剧烈地挣扎 长长的指甲 还不顾一切地 朝原业脸上抓去 可是 不知原业哪里来的力气 任修子怎么挣扎 丝毫也别想起一点的作用 人被 朝天仰面地压在床上 两个乳房被抓得紧紧牢牢的 修子一下真有要弃绝过去的感觉 一下子脖子又被勒住了 脑子里边开始真空起来 痛苦万分之中 修子对原业的愤怒更加剧烈了 这不是爱 是彻彻底底的暴力兽型 女人不是抱一下就可以征服的吗 想用这种兽型来门混 修子心里的厌恶是办不到的 即使现在屈服于你的暴力 但将会使你迄今为止 在修子身上所花的一切信思 都化为泡影 结果 修子还是屈服了 是屈服于原业的暴力 更确切地说 是屈服于原业的那股气概 脸上火辣辣的 胸口呼吸也有些困难 心里却慢慢失去了反抗的念头 产生了一种认知畜生胡搞算了的念头 浑身便软软地塌在了床上 对修子的以下失去反抗 原业反而有些不知怎么办才好的犹豫 这是真的屈服了 还是一种欺骗男人上当的手段 原业心魂不定地 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修子的身体 平时 原业总是耐心地俯弄着修子 慢慢地使修子燃烧起来 可今晚的原业 却换了个人似的 动作十分地莽撞 慌乱 极尽乱暴的地步 不过修子的身子 还是慢慢地热烈了起来 也许是对于暴力的紧张 反而增加了刺激性 也许是在原业肆意糊弄中 使修子内在的热情 终于爆发了出来 总之 今天自原业到来后 修子感到自己好像一半是自己 一半又不是自己似的 意识中对原业的粗野无理 十分反感厌恶 可身体却十分顺从 且很是热情 看到修子的这些反应 原业不由得对自己的行动 有了信心 不管怎么说 对女的身子只要下死力气 最终都是服服帖帖 老老实实的 这不仅是男人的想法 其实女人也是这么想的 寻死觅活的争吵 只要一抱在一起 马上便会变得风平浪静 就是原业与修子之间 也时常会有这样的体会 只要抱在一起 贴在一起 一切的一切都会显得平静和顺 但是 有些问题是抱在一起 会烟消云散的 有些问题却不是 恰恰相反 抱得越紧 离得越远的情况也是有的 今夜 原业花的力气很大 会将他与修子之间的问题扩大 还是消灭 被压在床上 被紧抱轻容后的修子心理 一下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有一点 是清清楚楚的 今夜 修子的脸上是火辣辣的 身子是软绵绵的 尽管有一段时间 修子的身子也十分顺从 但到底还是十分被动的 也许是察觉了修子的心思 原也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 爱你 感到有些发痒 可声音 绝对没有了刚才的粗暴与蛮横 而是显得那样的和颜悦色 温柔体贴 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绝对的 原也的声音 进一步失去了男人的刚毅 有点似女人一般 柔声细语 要在平时 这么多情温柔 修子早就将身子贴上去了 可今夜 修子却还是仰面躺着 无声无息的 身子怎么想硬不说 心里总还是不能完全接受 原也的那一片关切 也许见修子没有反应 心里着急 原也又一次将修子抱得紧紧的 我是真的爱你的 你在我心里是第一的 修子听着原也的表白 心里想着自己是第一 那么还有第二 第三的了 于是 心里便又冷冷地提不起精神来了 同时又对自己有这种想法 而吃惊 你听到了 还是没回应 原也只好自己点着头 算是修子听到自己的话了 不冷吗 对刚才的粗暴 也许有些后悔 也许对自己的行动 有些不好意思 原也又将嘴 凑到修子耳边 伸出舌头 轻轻地舔了几下 可修子却一点也感觉不到 平时的那种舒适 只感到有一种 男人的痒痒 要感冒的 原也将被单拉上来 盖住了修子裸着的膀子 这时 修子的头脑已经彻底地清醒了过来 几点了 回家时已是六点半了 原也赶来是八点过一些 现在该是九点多了吧 远处有着雷鸣似的轰隆声 近处有着关闭阳台门窗的琵琶声 原也般家时 天空出现了乌云 现在也许下起雨来 黑蒙蒙的房间 修子目光缓缓地环视着周围的景象 床下散乱着衬衫 裙子 胸罩抛在了枕边 修子身上的一件背心 左肩的背带也已经断裂 只剩一块布围在肚子上而已 修子一下有些难为情 坐起了身子 要起来吗 肚子饿了 自己粗暴地侵犯 将修子赤裸裸地气在床上 现在问修子肚子饿了 真是滑稽透顶 可原也却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有什么地方滑稽可笑 寿司店现在还开着门的 也许这么闷在床上 倒不如出去找些什么东西吃 来得更自然 修子将胸罩拿在手里 又将散乱的衣裙收到一起 十分钟可以出发吧 原也已经准备出门 修子到了浴室里照着镜子 脸上挨了几下 现在并不怎么疼痛 只是有些热乎乎的感觉 如脖子肩膀被勒得紧紧的 但也没什么伤痕 左手腕 左膝内侧有些许痛感 但也不是大问题 镜子里看上去 一点也不见争吵的痕迹 只是身体里 心灵上 刻下了抹不去的伤痕 又一次整了整头发 抹起了口红 原也却以头伸进来催了 已经好了吧 原也已系好了领带 穿好了上装 我想起了一家夜里营业的店 原也说着 马上我去叫车 就附近就行了 夜里车很快的 一会儿就到了 也许是一种补偿 原也请修子去那种 很高级的餐厅 可去了那里 面对着被自己施暴的女人 又将说些什么呢 有些下雨了 还是有些犹豫着 到底去不去 修子穿上了一套 米色的薄绸套装 戴上一根普通的金项链 这打扮给人一种洒脱大方 有非常落魄的不协调印象 在这种忧闷的气氛中 修子打扮停荡 与炎也一起出了房间 在不知情的人看来 他们俩就像一对 偷情夜出的情人 夜深了 雨更加大了起来 私铁车站附近的霓虹灯 在雨帘中变得模模糊糊 重重叠叠 看着那雨中摇摇晃晃的霓虹灯 原野的手悄悄地伸了过来 十分有力 而且紧紧的 原野的手握住了修子的手 原野也许赶到 到此为止 他俩之间的疙瘩可以解开了 可修子的心里 却隐隐地还留下一点什么 不能马上消失 结婚宴会 对结婚者本人来说 是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刻 可对去参加别人婚宴的人来说 却并非全是如此 也有一些是心情沉重的 新婚宴儿 双双踏入人生新的起点 对他们的祝福 倒并没有什么讨厌 只是大凡婚宴总是在节假日 应邀去参加婚宴 就必须赔上保贵的时间 还得支出一笔不小的鹤鲤 以前曾流行过婚礼会备制 即婚宴总费用 由参加者平均参拍 这样的做法不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但最近年年趋向豪华 东京都内一流宾馆的婚宴 送上两三万也是很平常的事了 尤其是到了金秋季节 更是婚礼的旺季 不少人家为了应付亲朋好友的婚宴 弄到入不敷出的尴尬地步 特别是修子这样的单身女子 去参加别人的婚宴 更是会引起别人的好奇 还是一个人呀 为什么不结婚呀 下次等着吃修子 你的喜酒了 诸如此类的闲言碎语 在一张张的笑脸中荡漾 这总是搞得修子精疲力尽 也许是这个原因 修子总是尽量不去参加别人的婚宴 但这次是安部真左子的婚宴 修子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去的 会里 真左子 修子三人 是大学时代的好同学 毕业后也是关系亲密的小姐妹 特别是真左子 也已经三世好几 与作为同样单身老姑娘的修子的交往 就更加亲密无间了 老师说 真左子的生活方式 是有些不合时宜的 与修子相比 他没有如原野那样的情人 一直形影相调的一个人口号 讲起恋爱观 真左子是古板 严肃的 倒是会里的观点与修子比较相同 比较有共同的语言 但是作为朋友 生活习惯相同是很重要的 所以 从这方面对修子来说 真左子应该是个难得的好朋友 大家朋友聚会 有一个相同的单身者陪伴着 修子便不会有什么孤气感 如果一同去参加别人的婚宴 尴尬的场面也好应付 可是 真左子这么重要的朋友 却马上要结婚了 最先从会里那里听说真左子要结婚 修子只是感到在开玩笑 因为修子的潜意识中 是认定真左子不会结婚的 所以当真左子的婚姻成为事实时 修子只感到一种被人背叛的感觉 可这毕竟成了事实 再怎样厌烦 不信又无济于事 真左子结婚后 好朋友中 单身者就只有修子与会里了 今天一早 睁开眼 修子便想了这么多 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真左子的婚宴 在四谷附近的一家宾馆中举行 十月中旬的休息天 正逢几日 又是个金风送爽的好天气 所以是个绝好的婚宴假日 修子一过晌午便去美容院做好了头发 回家做起了铺宴的准备了 服装是三天前决定的香奈儿 深茶色的套装 是一年前原野买的 曾穿着去公司上班 一下子迎来了公司里 好多女同事羡慕的眼光 确实 这一套衣服要三十万日元 一般的公司女职员 是不敢问津的 而且在原野送的东西里 这套衣服也算是十分贵重的 本来 修子也并没有要求 原野买 只是对那套衣服多欣赏了几页 原野便以 送一间礼物吧 这样的方式买了下来 原野有时会突然给修子买十分昂贵的东西 虽有些一时冲动的成分 但这种出乎意外的表现 却使修子十分真心满意 修子能接受的 也只是这些东西 对原野 要为他去付房租 生活费什么的 一概都予以拒绝 作为一个姑娘 对男人付出了自己的爱 只得到这些东西 值不值得 修子是从来不计较的 以前 惠里曾劝过他一回 说 你为他奉献了那么多 应该让他对你的生活负责才是 可是修子从一开始 就不是为了金钱 才与原野交往的 如果每月从男人那固定地接受金钱 这样男女之间变成了买卖关系 从坏的方面理解 便是男人用钱 在买女人的爱情了 五年了 修子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原野 可从来没有在钱财方面 对原野提出过悲愤的要求 能交往五年这么长的时间 是修子喜欢原野 与钱财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当然 有时会接受原野昂贵的礼物 但这完全是原野的自觉行动 修子是绝不会开口 要这样那的 要说 你为他奉献了那么多 这也是修子 自己的自觉行为 并没有一丝一毫 要求别人的意思 当然 原野给修子买东西 也不是对他什么补偿 现在修子穿好了 原野送他的套装 对着镜子左右端详着 深茶色 使人联想起深秋的季节 双排金色的纽扣 弥补了颜色单调的不足 秀子在上衣左胸 灵形的银灰色绣花上 别了一只 镶着三颗大珍珠的胸针 然后侧过身子 又打凉了起来 一年前买的这套衣服 缝制 尺寸 一点也不走行 腰围曲线 与背金纸线 优其的优美 而且比新娘嫁衣 略显朴素 又不失高尚华晦的气质 修子对着镜子里的自己 微微地点了点头 突然想到 又一个星期 没有与原野见面了 为了三光电器公司的生意之事 原野四天前去大阪出差了 出差前 曾来电话相约 但修子说身体不舒服 没有答应 确实 那天正是修子历驾刚过 但拒绝见面 也并不全是身体的原因 一个月前 碰上原野妻子以来 修子对原野 开始保持了一段距离 这倒不能说 是修子对原野讨厌了 或者是觉醒了 只是这事 确确实实 给两人之间 泼上了一盆冷水 珍德子的婚宴 热闹而豪华 新郎是已经开业的牙科医生 他父亲又是牙医协会的头头 所以 来祝贺的宾客超过了三百人 而且 由于新郎已经四十岁 所以来的宾客大多是有些年纪的 修子他们倒是显得十分年轻了 介绍人 来宾代表的助词 新郎新娘的敬酒 果会议员 社会贤达 纷纷登场 结婚蛋糕直径有三米大小 于是切蛋糕的场面也十分热闹 接着 又是新娘新郎喝浇杯酒 整个婚宴会场 可谓是 重兵欢腾 新郎是在婚 也许本意 不想太招摇 但这场面却给人一种 不能亏待新娘子的豪华与气派 新郎身材中等 可以说是不胖不瘦 不高不矮 前额有些许谢顶 看得出他对真佐子是十分的满意 婚宴上 时时地留意着真佐子的举动 十分引擎 脸上也总是露着喜滋滋的笑容 出席婚宴的大半 是新郎的亲朋好友 但婚宴的主宾 却是非真佐子莫属 随着真佐子 一套套地从传统礼服 夕阳服 晚宴服 一次次地以崭新的粒子 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总是爆出一阵热烈的喝彩与掌声 一开始 真佐子有些紧张 可当他与新郎挨着桌子敬酒 有人致辞说 我也正想学学新郎再结一次婚 便十分轻松自如 显得幸福无比了 因为很明显 这是新郎的朋友在代表大家赞美真佐子的 真佐子的朋友代表 惠丽以他电视制片人的老资格显得落落大方 他的致辞中特别强调了真佐子的处女身份 他说 作为新郎得到了这么一位纯洁的新娘 在他今后为人妻为人母的漫长人生道路上 应该负起所有的一切责任来 惠丽的这句话也赢得了蛮长的掌声 惠丽之丸词回到桌子上 周围的人马上显得热情起来 甚至有人问起惠丽和修子他们是否单身 当两人点头承认自己单身时 不少男宾一下拥了过来 有敬酒的 有握手的 场面又一次热烈了起来 接着是新郎四岁的女儿坐到了新郎新娘的中间 一下又引起了全场的涌动 真佐子也真行 静大方地抱起女孩 与丈夫三人站了起来 那女孩好像一点也不显得别扭 这一下 便奠定了真佐子作为母亲的身份了 婚宴从五十就开始了 一直到七十还没有结束的样子 到了八十 新郎的父亲才总算站起来 做了结束的致辞 在大门附近的厅堂里 新郎新娘和双方的父母站在一起 与客人道别 修子已好久没有见到真佐子的父亲了 大大的个子 典型的朴实的汉子 一边站着显得瘦小的真佐子的母亲 在众母睽睽之下显得有些紧张 但她的表情 却是女儿嫁了个好人家的心满意足 修子看着真佐子的母亲 不又想起自己在乡下的母亲 如果自己结婚 母亲会不会也像那样心满意足呢 这样想着 告别声响起 长长的婚宴总算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 在宾馆的另一个会场里 新郎新娘的家人 与亲密的朋友还要接着应酬 修子与会里当然也在参加 他们在那新会场等了不一会儿 换了一身宴会礼服的真佐子 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恭喜恭喜 婚宴太漂亮了 两人握着真佐子的手 真佐子只是反复地说着 谢谢 谢谢 也许是好朋友的祝福 和新婚的喜悦 使她太激动了 看你的丈夫问题不大 一定会带你好的 三人急急扎扎说着话 新郎也来到了会场 场面又一下热烈了起来 理所当然的 新郎新娘便成了大家逗乐 取笑的对象 乱哄哄 热热闹闹 修子与会里 看着这个热闹的场面 便悄悄地退出了会场 宴会之后 通常是抚不去的估计 当然这与新娘新郎 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修子与会里两人的感觉 两人从会场出来 便去了宾馆最上层的酒吧 并排坐在了吧台前 够累了吧 两人相互倒着乏 碰了一下柠檬酒杯 修子以下感到真的有些疲乏了 终于 真左子也吓人了 修子低声地咕弄着 惠里凄惨地笑了笑 是啊 可是还有我陪着你呢 确实 惠里是单身 但他是结过婚的 还有孩子 与修子的单身是两码事 看真左子那样 修子 你也想嫁人了吧 这么直接了当的问题 修子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每一次朋友结婚 修子的心都会动摇一次 这确实实在的事实 不过 真左子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今天是他这一生中繁华的节日 以后 确实 婚后的生活也许并不会一帆风顺 但作为女人 一生中不经过这么一个繁华节日 便会对别人的节日感到羡慕 可是 你已经有过一次节日了 也就无所谓了 有过一次节日 又分手了 还不是毫无意义吗 惠里有了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 话语里透露着自嘲的口吻 不过 当男人好轻松啊 有了孩子也照样可以结婚 修子这么一说 不由得调起惠里的心事来 他现在 正为了因孩子而不能嫁人 烦恼着呢 还是一个人好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 惠里点上一根烟 冲着吧台前面一排 陈列着各色酒类的酒厨 吐了一口烟 归根结底 全是赤条条孤魂一个吗 我说呀 修子你也来一次 尝尝味道了 惠里的口气轻描淡写 就像去参加一次什么体育锻炼似的 修子苦笑着 想起前些日子 公司社长给他介绍对象 让他看对方照片的事 从照片上看 那男人身材很标准 长相也很温和 只是总感觉缺少些了什么 要结婚 只要来一次大清销 那是很容易的事啊 大清销 就是降低要求 将自己贱卖出去啊 修子看着手里的玻璃杯 脑子里想起了原野 这几年 一谈到婚事 眼前总会浮出原野的身影 总感到有他在 自己并不着急 马马虎虎的结婚 这种想法 至今为止 一直支配着修子的婚姻观 可今天却有些动摇了 你与原野最近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的神色 总是没有精神的 修子默默地不作答 目光游荡在 被冰块挤得晶莹闪亮的玻璃杯底 沉默了好一会儿 又进来了一批客人 大约有十个人坐在了靠里边的位子上 他们手里都拎着统一的礼品袋 看来也是刚参加了什么婚宴 都是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女人 欢声笑语中充满了活力 修子漫不经心地 扫视着那群客人 惠里却突然改了个话题 你今天这套衣服 真漂亮呀 能得到你的赞扬 十分荣幸 比新娘子 真左子还要漂亮 真左子是新娘礼服 不能等同而语的 那你也试着 穿上一次新娘礼服不好吗 那好吧 有机会去礼服店租赁一套试试啊 修子开着玩笑 惠里却十分认真地点头赞同 最近想穿礼服 想当新娘的姑娘可多着呢 是为了礼服而结婚 穿着礼服参加婚宴 切蛋糕做主席 接受众人的祝福 难道不是件赏心悦目的大好事 可是 与之结婚者的人品和爱情 又放在什么地位呢 这个嘛 结婚以后再考虑也不迟 确实 当新娘出风头是姑娘梦寐以求的光荣 但仅仅为了出风头而结婚 修子是不愿意的 这样的婚姻能够长久吗 也许是危险 可是婚姻这东西 谁说得准呢 山盟海誓的夫妻 会一下子劳艳纷飞 靠人介绍促成的夫妇 倒能天长地久 每天在一起生活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当然 这种男人女人之间 需要凑合的难度 修子也是有些体会的 总而言之 是性格的问题 是的 性格有一点不和 裂痕便会越来越大 到后来就是想要修复 也无力回天了 说着话 惠里便双肘枝在吧台上 拖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弹道 特别是女人有自己的事业 更是男呢 可是 近来能理解女人事业的男人 不是多起来了吗 说是理解 男人毕竟是男人 女人也是 有了自己的收入 便不买男人的账了 惠里是在说自己 她与丈夫在一个电视台工作 离婚时 她的收入 确实比丈夫要高 最近 家庭和睦 是也有成的女人 不是很受人称道吗 要是能这样 真是太理想不过的了 可是 那样的婚姻 不是更糟糕吗 外面 夫唱夫随 家里 敞当不休 通常 阴梦的夫妻 可多着呢 也是说 女人还是待在家里好 可是 一旦敞当到了社会上 敞当了事业 生活的乐趣 想要再回到家里去待着 还是很难的呀 惠里 就是一个例子 犹豫到最后 还是选择了事业 修子 你也讨厌待在家里 为丈夫侍从的生活吧 没有经历过 不好说 真碰上喜爱的人 说不定也许会愿意的 短时期内 也许可以做到 但时间一长 便会厌烦的 修子不由想象着 自己与原业的事来 如果他让自己 在家里待着 也许自己会愿意试试 世上的妻子 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可是感到满足 幸福的固然有之 但心里不甘的 也大有人在呀 可是 有个家 无忧无虑的 不是很快乐的吗 一个女人 甘愿当家庭妇女 便是自甘堕落 把那些 甘愿待在家里 为丈夫孩子 奉献自己的女人 说成堕落 这是会里的看法 可修子却认为 这样的女人 也是有着不少乐趣 和充实感的 待在家里 是好是坏 个人有个人的标准 可是要我待在家里 这个男人 没有我认可尊敬的地方 我是不干的 确实 离婚时 惠里对丈夫 已经不认为 有什么可尊敬的了 修子 你对你的那位尊敬吗 不敢的尊敬 就不会交往至今了 当然 要问追性与否 为时是个 难以回答的问题 但原也 有着自己 所不及的能力 却是千真万确的 想想也是 也许你们的 这种关系 是最理想的了 怎么说呢 各自愿意见面的时候 在一起 不受家庭的束缚 不是蛮新鲜的吗 修子眼前 不由浮现出 原业妻子的影子来 但不想对惠里说 自己在原业的寓所 碰见他妻子的事 确实如此 不一定结婚 才是最好的 像你这样的好姑娘 应该要碰上个 名副其实的好男人的 我可不是什么好姑娘 别客气了 你漂亮 能干 脑子也灵活 今天是怎么了 这么一个劲的 恭维我 我是劝你 不要草率的结婚 是跟你修子 悄悄警钟的 这个请您放心 我结婚什么的 八字还没一撇呢 首先 是没有结婚的对象 怎么没有 你只要想结婚 可是人山人海的呢 你是在安慰我 这个老太婆吧 非常感谢了 你别与我打哈哈了 坐在一旁的那群男女 又一次热烈地哄笑起来 看那群客人中的姑娘才二十二三岁 修子与他们一样年龄时 也是这么天真无邪 我已经不再拘泥什么婚姻不婚姻的了 惠里一口干掉了杯子里的威士忌 口气干脆地说道 一个人天马行空 自由自在的 没有与理想的男人结婚 惠里似乎有些觉悟到了什么 没有必要为了行事而结婚 可是结了婚 年纪大了 心灵有个依靠 头头脑热的有个照顾 不是有个保障吗 所以 这种人尽管结婚好了 我是心灵也不要依靠 喜欢独来独往的 没必要再结婚了 像我们这样的女人 是不适合结婚的 找个情人 也只图短时期的幸福 并没有考虑将来老了什么的 法语说的曼特莱斯 就是这种女人吧 在法语里 这种女人是更干脆的 你好像很憧憬她们呢 日本女人只想着结婚图依靠 可生了病 也还适得住进医院 夫妻两人总有一人先死 最后还是孤零零一个人 与不结婚有什么两样 确实 修子的母亲 就是一直与丈夫分居 孤独一人生活至今的 可是 不管怎么说 结了婚心理上 总会有些安定的感觉 话是这么说 可一旦结婚 两人便捆在一起 没有自由 雨离也难 问题成对的呢 会里的理论十分偏薄 修子只好抱以苦笑 照你说 是没有完美的婚姻了 我是说不要凑合 仅仅仅为将来有个依靠 办法有很多的 比如多攒一些钱 不过 结婚有孩子 可是实实在在的依靠呀 说到孩子 只是要钱的时候 才会找你 真有事找他们时 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呢 你现在这话 对你自己的孩子 也这么认为 上次 我做了一部 静老日的宣传片 采访的 静老院的老人 几乎都有儿女 但这些儿女 却一刻也不在老人身边 也不全部如此呀 儿女什么的 有也好 无也好 老人的估计是一样的 甚至还有儿孙满堂 却倍感孤寂的老人呢 年代不同 想法不同 嗜好兴趣 全都不同 你是说 老人对需要的是 与自己相如一墨 几十年的老朋友 是的 我母亲难得来趟东京 但来了 又马上回乡下去了 因为那里有她的好朋友呀 年龄越大 老太婆就越多呢 这么说 我们两人将来成了老太婆 也还是好朋友吧 大家都驮着背 拄着拐杖 那时 真泽子也会来的 怎么 这话 越说越伤感呢 两人脸对着脸 笑了起来 三家婚宴出来 便得一起 谈论这些闪风景的话题 也许是 三十好几的女人 眼龄在作怪吧 修子与会里分手 回到寓所 已是时一时了 进房后 修子脱下了香奈儿套装 换上了普通衣服 又从厕处里取出一瓶白蓝地 在水晶杯里 在水晶杯里倒了一杯酒 水晶制品 现在最需要的是 特可达 可公司 还来不及开发这产品 修子 无意地眺望着 橱上的那个水晶盒 不由得感到 自己用水晶杯 和白蓝地 是有些太奢侈了 喝着白蓝地 听着F1音的摇滚舞曲 醉意便慢慢地洗上来 在宾馆的酒吧 已喝了三杯 现在又喝了一杯 对修子来说 已是够亮的了 为什么要这么个喝法 修子自己也说不清 只感到今晚 心高气昂 又到了一杯板蓝地 正放入冰块时 电话铃响了 水呀 这个时间了 修子自言自语地 拿起话筒 传来了原野的声音 你已经到家了 刚回来不久 三十分钟前 打过一次电话的 修子知道原野 在大阪出差 却故意问道 现在你在哪里 在大阪 明天回东京 晚上能见面吗 不行 自己也不知怎的 修子竟会断然拒绝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不见面 说说你的理由 不能给人保障的人 不想见面 保障 刚才与惠丽一起 讨论过了 婆婆妈妈的男人 是靠不住的 你是什么意思 原野被搞得莫名其妙 电话里 修子也不想 再做什么说明 反正明天晚上 时间空出来 不空出来 你喝酒了 修子感到自己很清醒 可他的语气 也许是有些走调 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呀 好多男人 围着给我倒酒呢 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电话里传来了原野 轻轻地叹息声 今天去参加婚宴了 她今天漂亮极了 可是丈夫年龄很大呀 没有你这么大呢 我也赶快嫁人算了 修子本意是想开个小小的玩笑 可原野却像是受到了一次 很大的打击 反正明天见面 我有事要对你讲 又是什么事啊 是正经事 短短地沉默过后 原野又考虑成熟了死地说道 来大阪后 一直想着你的事 现在这样下去不行 修子不答话 将电话线放长 坐在了沙发上 来大阪前 我又和老婆吵过了 这次孩子也在场 你在听着吗 听着呢 她是彻底地脑子有毛病 不管我怎么解释 就是不听 这次 我是非离开那家不可 你是要丢掉保障了 又是账 什么话呀 不是 我是在问自己呢 修子 你不在我身边 我将一事无成 我多么爱你 你知道吗 如果在碰上原野妻子之前 这话听上去 却是十分悦耳的 可现在不知怎的 修子只感到空空洞洞的 冷冷作响而已 修子 真的爱你啊 不管原野怎么表白 修子脑子里 还是扶不去 他妻子的身影 明天见了面好好谈谈 谈谈也是浪费时间 修子一副 与己无关的口气 跟着便将话筒搁上了 这一整天 修子起劲地忙个不停 早上 九时不到便到了公司 打扫了社长办公室 又打扫了接待室 然后又整理了 昨晚发来的传真文件 办公室的打扫工作 本来是包给清扫公司的 但桌子 窗台的灰尘 和其他一些不太脏的地方 修子总是喜欢自己动手 用干抹布擦得干干净净 十点刚过 社长便到了公司 接着便有三档客人来访 其中一档 是英国来的客人 修子便随同做翻译 下午与社长一起 去出席 蒲安新社里的仓库的启用仪式 接着又参加了 有个不少外宾参加的宴会 结束后 修子便一个人赶回公司 因为有一份 发给纽约公司的信 要着急着打印出来 修子便匆匆地坐在了打字机前 秘书的工作 表面上看上去轻松 体面 但实际上 有时真像个勤杂工一般 看今天一天的工作便知道 打扫 接待 翻译 安排日程 翻译文件 写信 文档归类 摆弄电脑 接电话 连社长的服装都要考虑到 真是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十八般兵器 都得会 要能胜任着秘书工作 还得要有相当的体力 身体不舒服 情绪不稳定 态度表情便会不自然 便会给来访的客人 留下不好的印象 修子并没有接受过 专门的秘书教育 但起码不给来访客人 留下坏印象 这是他实时要求 自己做到的 因此 不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 从跨入公司大门的 那一刻起 修子便马上 全心全意地将整个身心 转移到工作上来 迄今为止 修子也认为 自己还是做得不错的 作为女人 当然会有心情好与坏的时候 如果这种心情 一语言表 那么作为秘书 就是失职的 当然 要做到滴水不漏 无痕无忌 是要有相当的涵养功夫的 前段时间碰上 原野妻子之后 上班时脑子里 还时时浮现出 那女人的影子 听到真左子 要结婚的消息后 好一段时间 脑子里也不能平静 工作忙的时候 个人的心事 可能会淡忘 但一旦空下来 便又会回到心头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 忙 能够让人忘记 一切杂念 有利于集中精力 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打印好了社长 翻误的文件 喘了口气 修子的脑子里 便很自然地 又想起原野的事来了 昨天夜里的电话 说是今天回东京 晚上一起去吃晚餐 还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讲 保不定 又是与他妻子 有关的事情 听了让人心烦 不知怎的 原野进来 与妻子 亦有矛盾 便向修子诉说 修子并不想听 可他连孩子 站在妻子一边 之类的事情 也跌跌不休地 讲给修子听 也许 原野以为 他与妻子 矛盾越厉害 修子便会开心 或者他向修子诉说 是为了得到他的同情 但修子心里 是特别不想听他唠叨的 修子将打印好的信 装入信封 看了看表 一时五时 该是下班的时候了 白周变得短了 望着早早地 开着亮灯的大楼 一扇扇的窗户 修子突然想起了 港不要界 与港不要界 一个月之前的那场 不愉快的分手后 还没有见过面呢 那以后 港不要界 曾来过电话道歉 并邀请他一起 去听爵士音乐会 修子却拒绝了 港不要界很单纯 心里认为 修子还在生他的气 确实 修子当时是对 港不要界感到失望 愤怒 但过后平静下来 想想港不要界的心情 感到自己也又 值得反省的地方 因为发生那个 不愉快的事情的关键 是自己把已经喝得 失去理智的港不要界 带回了家 如果自己不带他回家 港不要界就不会那样无理了 当然 修子也许压根没有考虑 港不要界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本来修子认为自己说 去喝杯茶 港不要界 喝杯茶便会告辞 港不要界自己一开始 也许就是想看看修子的房间而已 只是到了房里 心气涌动 一下子不能控制自己 才无理取闹起来的 这个角度想问题 修子 港不要界同时是 事件的始作俑者 又同时是事件的受害者 修子翻开电话本 找到了港不要界公司的号码 才五十刚过 现在应该还在公司 只是听他说工作很忙 这么早是不会下班回家的 按了电话号码 对给港不要界打电话的自己 修子感到不知是存何种心态 今天根本就不是想要见港不要界 突然给他打电话 也许潜意识中是想躲开原野 总这样 港不要界总是在修子感到困惑时 寂寞时 才被叫出来姐姐们 用棒球术语讲 就是代理击球手 这一点不知港不要界本人知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有一个男人十分顺从自己 对女人来说 是有一种幸福感的 突然接到修子的电话 港不要界真是受宠若惊 真的马上见面吗 还是半信半疑 声音都有些走调 马上你不方便吧 没有 方便 方便的 只是真的 我不会讨你厌吗 港不要界 口气是难得带有这种讽刺的味道的 他是又想起那天修子家里 镜台上那男人用的胡须刀了 你如果方便的话 一起吃晚饭 修子好像并不在乎港不要界的讥讽 很爽快地邀请道 那你稍等一下 港不要界似乎在与什么人商量了一下 隔了一小会儿便传来了声音 那么 几点 在什么地方呢 你不会还有工作吧 不 不要紧的 再过五六分钟便可以出发了 突然来电话 不好意思呀 修子打着招呼 说了一家六本木的意大利餐厅的名字 午时一过 时夜的天空已是暮色沉沉了 从窗口望过去 外面霓虹灯光 五彩缤纷 气温有些下降了 修子整理好办公室 拉上窗帘便出了公司 出门时心里想着 原夜怎么不来电话 于是便很自然地猜测 也许是乘得火车推迟了 出了公司 轿车到了六本木的那家意大利餐馆 不一会儿 港不要借也到了 与一个月前相比 港不要借稍微胖了些 徒增了些稳重的气派 离那种人到中年的发福 还不到时候 但仔细想想 港不要借也已经33岁了 稍微发福了些呢 是吗 让人说胖并不高兴 港不要借只是轻描淡写地打着哈哈 用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下 修子想找些一个月 没见面的话来谈谈 但想到会触及上次 那不愉快的事来 便又不能启齿了 于是只好谈公司里的事 日本棒球比赛 都是些漫无边际的话题 两人一边吃一边这么谈着 这店是在八层大楼上的二楼 一进门装饰着很漂亮的花卉 里面殿堂里是一排长长的桌子 是个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餐馆 修子喜欢这店里硬硬的意大利空心面 港不要借好像也不讨厌 另外还要了一份清蒸杂格 吃得津津有味 修子不由联想到了原野 港不要借到底是差着一个时代的人了 如果带原野来这里 这么窄小的座位 搞不好便会碰到临座客人的胳膊 他一定会牢骚不断的 不过去那窄小的烤鸡肉店 原野是没有鸳眼的 当然只要修子不置可否 他便会放弃烤鸡肉店 而去宽敞明亮的日本料理店的 意大利餐厅乱烘烘的 最不喜欢了 这是原野经常挂着嘴上的口头馋 另外那些法国餐馆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他是绝对不会去光顾的 可是港不要借 看来什么餐馆都无所谓 座位窄小 气氛乱烘烘 他一概都坦然处置 而且今天 港不要借喝得很快 正餐的烤炉鱼 刚端上餐桌 他已经一个人 喝干了一瓶红葡萄酒了 索性葡萄酒是大重的 很便宜 不用担心费用很贵 只是担心港不要借 不要喝得太多 又生出事来 今天 当然不会再让港不要借 去自己的家了 所以 不会再发生上次的事情 但喝多了 总不是件好事 何况上次那事 港不要借 那种男人疯狂 修子还是心有余悸的 接下来喝威士忌吧 喝浑酒不要紧吗 说喝浑酒容易醉 是没有根据的 港不要借不在乎 浑不浑酒 压了威士忌 他那种喝法 好像不是为了品尝酒味 而是为了一醉方休的样子 一会儿 正餐也盘地朝天了 港不要借似乎早就准备好了 开了口 今天你为什么约我出来呢 为什么 好久不见了 想见见面吧 不是将我当临时的 姐姐闷的吧 贝说中了心事 修子默默地不吭一声 港不要借与事便点点头 继续说道 没 这没关系的 反正我就是这么个角色 不是的 只是今天 公司忙了一天 下班时看看外面天气 突然想与你一起 吃顿晚饭的 修子小姐 港不要借端着杯子 郑重其事地说道 不要再多说了 我已经知道 你有心上人了 本来是与他约好的 突然什么原因不行了 才来约我的 你就直说了 也没关系的 不是的 修子 依然地仰起头 否定道 是有心上人 但今天 不是这么回事 那突然想与我见面 是什么道理呢 只是想与朋友 一起吃吃饭而已 原来如此 我是你的朋友啊 是说我们之间 有友情 没爱情 对吗 港不要借 果然有些罪了 这种死缠硬膜的样子 修子还是第一次看到 当然 今天也是 修子自己找来的 好吧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港不要借 左手抚弄着自己 长得稀疏的 胡须的腮帮 问道 你为什么 不与那 剃须刀的主人结婚呢 既然喜欢 应该赶快结合呀 喜欢一个人 并不一定要结婚呀 可是一般都要结婚的 这是一般 不一般是我的自由 这样的话 以前修子也讲过 修子小姐 不用瞒我了 事实 她是有夫之夫 你是想结婚 而结不成 这种事 你不说 我自己也知道怎么办 实话对你说 是不能结婚 但是我喜欢 也许 感到讲得太过分了 修子又缓了一口气 补充说明 能够结婚变喜欢 不能结婚变讨厌 我可没这样的心机 这不是什么心机呀 那么 我结不结婚 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担心 你太委屈自己了 我才不会委屈自己呢 那 就这么一个人过下去 一个人过下去 被港不要界 这么纠缠着 修子渐渐地 想要见原野了 以后 要后悔的 这担心 我是不担心的 你这么认为 对不起 我出去一下 修子站起身 静止走到 帐台前的电话边上 对不起 请借用一下电话 对帐台上的 女服务员说着 拿起电话 朝自己家里 拨了个电话 短促的零响后 便是要求 留言的录音 录音结束后 修子按入了 一串暗号 于是便能听到 有什么人 录在电话里的留言了 混杂着滴滴的杂音 铃声响了几声 又挂了几次 最后 终于等到了 圆夜的声音 是我呀 还在大阪 那个受了些伤 现在要去医院 不太重的 待会儿再给你 打电话呀 什么呀 修子情不自禁地 轻声叫了起来 又听了一遍录音 确实没有错 迄今为止 圆夜从来 不对修子违约的 有时夜里 说好时时 但晚上到十一时 甚至到十二时 他一定会来电话 说明的 这一点 圆夜十分较真 十分诚实 本来在公司时 想避开他的电话的 怕他来电话 一起吃晚饭 又是他家里的事情 刀刀不休 所以才约了 港不要借 以此来逃避 圆夜的约会 可是他没有来电话 修子心中 便又有了一件心事 所以等不到晚饭结束 便朝家里 打电话听留言了 这也许是一种 心有灵犀吧 但是 圆夜会在大阪受伤 是修子 万万没有想到的 第一次听留言 修子还以为 是圆夜在开玩笑呢 虽说年纪老大不小了 可圆夜 却是稚气未免 不时会在电话里 与修子 恶多剧地开玩笑 就在前几天 修子与会里 一起喝了酒回家 留言里 便由圆夜 存心装着 老太婆的声音 开玩笑说 修子 我是妈妈 夜里不能回家太晚呀 还有一个月前 顺着修子 要求留言的录音 请将您的姓名留下 圆夜 便选着修子的声枪 我是你的同性恋人呀 醉气浓浓的一听 就知道是在开玩笑 可今天不同 声调完全正常 声音有些紧张 急躁 从声音里 混着车行人望的杂音来看 也许是用的公用电话 第一个念头 修子便是想往 圆夜家里打电话 但转念一想 圆夜不在家 打了电话 也没有什么用 情急之中 修子朝 圆夜公司 打起了电话 已经晚上七十了 公司也是留言电话 拨通了电话 传来的只是 今天已下班 女生的录音 社长受了伤 公司里一个人也没有 什么公司呀 修子心情烦躁地 挂下话筒 那边的港不要界 有些担心地 一个劲地朝这里张望 修子不离港不要界的目光 又一次朝家里打了电话 再听了一次圆夜的留言 才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座位上 好长的电话 港不要界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怎么了 港不要界有些责问的语气 修子并不回答 鞠了个宫说道 实在对不起 我得马上走 要回家 港不要界 一下慌了神 盖在气干上的餐巾纸 也掉在了地上 我朋友受伤了 必须马上赶回去 受伤了 在哪里 这个 太突然了 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来电话说 现在受伤了 可是 刚才是你打去的电话呀 是的 打给家里 从电话留言中听到的 港不要界从地上拾起餐巾纸 狠狠地看着修子 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这话 我听了留言 心里也正吃惊呢 现在马上回家吗 马上回家 不去医院吗 不知在什么医院 而且 是在大阪 大阪 港不要界 重复着修子的话 指着位子 劝修子 先坐下再说 不做了 我告辞了 等一下 在大阪 你现在匆匆赶回去 也没什么意思的 而且连医院也不知道 可是 担心呀 不赶快回去 修子小姐 港不要界 张开双臂 拦住了修子 受伤的 就是那剃须刀的主人吧 是他吗 对不起 修子不回答 拿起桌上的账单 朝大门口走去 回到赖田的家里 修子又听起了电话的留言 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 园艺的声音也反复一成不变 另外还有两个电话进来 但只有铃响 没有留言 修子放下电话 又环视起屋子来 为什么这么慌慌张张地赶回来 在与港不要界 一起待一会儿 也是没什么关系的 如果是为了听原野的消息 站在六本木的餐馆里 也一样能听得到 这样不顾一切地赶回来 又是为了什么呢 可是 原野出差在外 受了伤 自己又怎能无动于衷呢 那样待在餐馆里 修子心情烦躁 也许会做出 更伤害港不要界的举动来 总之 现在修子只想一个人 静静地待一会儿 只想一个人 默默地等待原野的电话 只想亲耳听听 原野的声音 不过 又一次伤了港不要界的心 也是事实 自己约人家出来 饭才吃到一半 突然撇下人家 一个人回家了 港不要界发火 也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港不要界很敏感 他一定察觉到修子身上之人 发生了什么意外 可是 港不要界很敏感 他一定察觉到是 修子心上之人 发生了什么意外 和上次的情况不同 今天中途被修子 抛弃而去 再怎么样宽宏大量 港不要界的愤怒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 修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点也不后悔 今晚的事情 不管港不要界 原不原谅 修子都无所谓 失去港不要界 这么一位忠心的朋友 也许是有些可惜 可也是有特殊情况 才不得已的 修子这样为自己开拓着 与平时一样 换了便服 卸了妆 摸摸头发感到有些发黏 于是便想洗个澡 到浴室 朝浴缸里放了水 然后又泡了一杯咖啡 晚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所以肚子倒不用担心饿 只是担心待会儿 去浴室洗澡 电话来了 接不到就麻烦了 修子将电视声音 调得滴滴的 坐在沙发上 喝着咖啡 不时地回头 去跳完门口 那架子上的电话机 可静悄悄的 那电话一声不响 原野到底去了哪家医院 伤势情况怎么样 为何不快些来电话呢 心里七上八下地思索着 连电视节目也看不进去 这样大约过了三十分钟的光景 电话铃终于响了起来 扑过去抓紧电话 却是会里的声音 去什么地方啦 你的电话呀 哪里也没去 修子说了原野受伤的事 会里也慌了 这可是大事 有情况随时与我联系 说着便断了电话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电话 是个年轻姑娘的声音 听修子包出姓名 便赶紧道歉说 对不起 打错了 说完 电话就挂断了 再回到沙发上坐下 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 时针已经指向十点了 到这时候 今晚是不会来电话了 修子这么想着 无精打采地去了浴室 又场浴缸里加了些热水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擦了一下尸首 取过电话 这次是上了年纪的 妇人的声音 是片同修子小姐吗 对方确认了修子 便凑着十分沉重的语调 说了起来 我是大阪城西医院的护士 我是大阪城西医院的护士 叫半田 是袁叶先生 托我给你打电话的 修子赶紧握紧了话筒 刚才 袁叶先生手术顺利结束了 已在医院住下了 请您放心 动手术了 右脚阻怀骨折了 现在尾巴扎好 稳定下来了 为什么会骨折 护士只是讲了手术情况 修子耐不住 打听了起来 我也不清楚 听说是车子出事故 但伤得不太重 其他只是手背有些轻伤 麻醉也只用了下半身 现在已不要紧了 能治好吗 当然 能治好的 那么 一直要在你们医院里住下去 四五天 手术后的反应消失后 变靠回东京的 当然 这是要由本人决定的 那么 他能来听电话吗 今天不行 要过两三天 才可主着拐杖行动 到时可以来打电话的 没问题吧 对不起 非常感谢您特意关照 修子对着话筒 深深地鞠了个躬 又慌忙补充道 请向他传达我的问候 要他多多保重 知道了 要向远野先生本人传达 修子 叮咽着 又问道 能不能去医院探望 当然可以 探望时间是随时都可以的 修子于是又问了医院的地址 电话号码 最后又恭敬地鞠了宫 挂了电话 老师说 修子迄今为止 从来没有想过 远野会生病 会受伤 远野在修子眼里 便是一个大大的胸怀 修子在他怀里 就像靠着一座 稳如磐石的大山 我五十岁时 修子才三十三岁 有时远野也这么感叹 但修子却不感到 这一年龄有什么关系 总认为远野是那样 恐无有力 一定会比自己 活得更长久的 但是 这只是修子 自己意想中的理想人物 远野比自己年纪大许多 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他能唤起修子 作为女人的自豪 他能对修子的埋怨 娇称以笑聊之 他能有修子看来 巨大的宽容胸怀 所以便能使修子 对他产生一种 强大无比的错觉 可现在事实上 远野也会住院 远野也会受伤 也要接触手术治疗 也会窝闯不起 修子对这一切 还不能一下子接受 可无论怎么不相信 护士的电话 总是事实呀 也许是在做梦 但护士总不会 对他撒谎的 修子在电话前的地毯上 一屁股坐了下去 不由得长须短探起来 远野手术后 住在病房里 现在不知以 怎样的姿势睡觉呢 听说上长绷带 那么一定 一只脚 露在被子外面 仰面而睡了 出差在外 睡衣 内衣 不会太多吧 一个人 虽说公司 有人跟着 但那是个青年 会安排脱铁吗 而且男人 总是毛手毛脚的 顾不到的事 一定很多 修子想象着 忍痛 躺在床上 原夜的样子 在陌生的医院里 一个人 心里肯定不踏实 这么想着 修子也自己 烦躁起来了 必须赶快去大阪 这样想着 看看钟表 时一时了 新干线也没有了 夜车也来不及了 要去只有明天一早 赶早搬车了 所幸的是 明天社长出差 不在公司 自己突然提出要请假 也许太突然 但商量一下 也许还是有希望的 考虑到这里 修子也为自己的 自作主张 有点吃惊了 就在今天半晚 还想着逃避原夜的电话 约了港不要借 出去吃饭 换换心情的 可这报应 现在马上就来了 对不起 修子不由 对着电话机 自言自语起来 并不是自己要逃避原夜 只是想稍微 调换一下心情 修子心里 实在还是非常挂念原夜的 这证据 便是一听到原夜受伤的消息 他便决定 明天一大早赶去大阪了 修子 修子对自己身上 有着这种 对原夜的热情 感到非常吃惊 迄今为止 虽说对他颇有牢骚 但紧急关头 还是对他牵肠挂肚的 因为原夜是属于自己的 修子才有心思 偶尔与港不要借约约会 如果原夜不再属于自己 修子便没有与别的男人 约会的闲情一致了 对这样的自己 修子感到十分新鲜 OK 事不宜迟 现在再不为原夜奉献一下 就没有机会了 这样的机会 会不会再有第二次 修子这样激励着自己 兴奋地敲着自己的膝盖 站了起来 如有可能 多请几天假 陪他几天 这么咕弄着 走到了浴室里 站在了静台前 不对呀 突然 修子想起了原夜的妻子来 原夜也许不会叫妻子去 但丈夫住院 妻子陪伴在侧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修子眼前浮现出 原夜妻子 陪在病房里的清静 大地与天空 群山与平原 尽秋的季节里 一切都显得 敬畏分明 一望无际地看去 没有一样东西 是模糊的 所谓清晨 一定便是指眼下的清静 现在 修子城的新干县 正经过三岛车站 右面车窗外 一桩桩白色的房子 和大厦 披临街中 在前面 能看到富士山 不是田野 花草尽头 而是在这密密麻麻的 高楼大厦尽头 能够看到富士山 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古人要看到这情景 一定会惊恶的 木灯口呆 摩天大楼 与富士山共存 这混为一体的图像 实在不是什么人 都能想象出来的 眺望着 一闭如洗的晴空下 雄伟富丽的富士山 修子暂时忘却了 与原野的烦恼 澄清的壁空 秀为高耸的山峰 使人抑制不住 想到出去旅行的快乐 可不是吗 今天在东京城新干县时 修子还想起了 幼时外出旅游时的往事呢 带怎样的便当 乘怎样的车子 碰到怎样的游人 每次学校组织交友 修子总是这样心情激动 而久久不能平静 这倒不是说旅游 目的怎样怎样 只是出外旅游 能使人逃脱 日常生活的繁琐之事 实在是够令人兴奋的 修子再次想到原野 车窗外的富士山 已不见了 列车已到达 港京附近了 再过两个小时 便可到大阪 现在是两点 到大阪该是四时 再从车站去医院 花一个多小时 修子今天没有乘早班车 是因为上午去了公司 原野住院了 却突然不能去公司了 这是昨夜再三考虑的结果 修子一早赶到公司 与往常一样 整理好缠针 以及文件之后 才向总务部长 请了两天的假 理由是 大阪的亲戚 出了交通事故 事实上 修子有个阿姨在大阪 所以她的理由 不能纯粹 说是瞎说 怕人追问 阿姨受伤 有必要 特意赶去吗 所以提出请假时 修子又编了一条理由 阿姨是单身一人生活 没有亲人 要自己去照顾 但索性 没有人问起 她这个问题 正好 社长不在公司 自己又有接下日 所以部长 便爽快地同意了 于是 上午修子忙完工作 下午便出了公司 因上午从家里出来时 已带好了行李 于是便直接 本东京的八重口车站去了 昨天 电话里护士说 探望时间是下午一时 至晚上八时 稍微迟到些 也没关系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 今晚住在哪里 只要袁也同意 修子打算陪在她床边 假日请了两天 但临时延长一两天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看 袁也的病情怎样 可是突然去医院 能陪业吗 又不是自己丈夫 陪在旁边 不要紧吗 心里有着 这样那样的不安 早上修子 便打电话去医院 询问袁也身边 有没有人陪业 接电话的 好像不是昨天的护士 回答说 袁也身边 现在没有亲人陪业 现在身边没有人 这现在两字 使修子有些担心 但袁也一人在医院 是确实的了 这样看来 自己应该陪在他身边的 修子不仅 戴上了自己的替换衣服 连袁也的睡衣 内衣也都戴上了 因为打算去陪业 所以还戴上了 劳动裤和围裙 满满地塞了一大绿行带 从大学时代至今 曾去过几次大阪 但全是与公司 和朋友一起去的 从大学时代至今 曾去过几次大阪 但全是与朋友 和公司同事一起去的 最多住一两天 所以并不熟悉 这人生地不熟的 一个人去 不要紧吧 医生护士都是陌生的 想到此 修子不由得有些担心 列车里大阪 越来越近 修子的心 越来越忐忑不安 这样冒冒失失地 来到大阪 妥当不妥当 是不是太匆忙了一些 自己又不是原野的妻子 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 眺望着秋天 灿烂阳光下的原野景色 修子到底 压不住心头的不安 不过与不安的心情不同 修子的情绪 却是渐渐地高涨起来 这是因为 修子感到能够帮助 原野的只有自己 这么坚信着赶去医院 修子心里 泛起一阵欢快的紧张感 马上就到你身边了 再坚持一会儿 修子将目光收回车里 心里对原野呼唤着 原野的医院 在大阪的北千里附近 护士对修子说 在新大阪下车后 乘地铁就可以了 可到底人生地不熟 还是坐了出租车 去承兴医院 这么一说 司机便马上点头明白了 我是第一次去 那医院大吗 当然 公立的医院当然大了 有两百左右的病床呢 修子点点头 司机又问了起来 是从东京来的 是的 朋友住院了 来探望的 大老远的 很辛苦呀 朋友什么病呀 司机看来十分健谈 不断地与修子搭话 这样倒也不感到 车子开得慢 傍晚十分 正是下班的高峰 路上很拥挤 到医院已是五十多了 果然如司机介绍 是个大医院 八层楼房 停车场也十分宽广 修子从正门进去 见左边有个问询台 便上去问原夜的病房 从右端的电梯上五楼 马上可看到护士中心 您再向他们问一下 就知道了 这问询小姐的话 修子乘电梯到了五楼 果然找到了护士中心 于是又打听原夜的病房 现在就去探望 一位圆脸的年轻护士小姐 看看钟表 有些为难的样子 现在是晚餐时间 一般是不能探望的 可是 听说探望时间 可以到晚上八十呀 等过了晚餐时间 是可以的 晚餐时 只有陪业的亲人 才能进病房 我正是来陪业的呀 护士与身后的同事 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 又转回身来 原夜先生 已经有陪业的人了 修子不由得 正正地看着护士 今天早上打电话时 你们不是说没人吗 是508号的原夜先生吧 昨夜手术到很晚 上了石膏的那位吧 是的 你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不过 今天中午过后 你们便有人来陪业了 是谁呀 我们也不知道 这前面第三个房间 你自己去看看吧 护士说着 脸上露出一副 这样总可以了的神色 转身朝里面走去 修子拎着旅行带 朝走廊的房间张望 晚餐时分 走廊里 挺着白色铝合金的配扇车 另外有几个 陪夜色的家属人员 在那里搬运饭菜 开饭了 谢谢 相互间的招呼声 在这走廊里此起彼伏 修子拎着旅行带 小心地从走廊里走过去 走廊左边 偶数号码病房 好像是单人病房 照着护士指点地找去 第三间门口 果然挂着个牌子 原夜昌平 修子先装着若无其事地 从门前经过 确认病房门是关着的 便再折回头来 望向病房 护士说有人陪着了 那么说是原野的妻子吧 上午打电话时 说没有人陪的 他是下午赶来的吧 可是原野说 他妻子已经不讲话了 等于离婚一样 这样的话 他妻子还会赶到大阪来吗 或者说 原野会叫他来吗 修子再一次凑进病房 竖起了耳朵 仔细地听房里的动静 病房门还是静静地关着 这里面 原野一个人在默默地吃着晚饭 还是有人在帮着他 可是自己在这病房门口 嘴头鬼脑的 不是很可疑吗 修子这么想着 又没有敲门进去的勇气 正想回身走开 走廊里的配膳车 朝这里走过来了 看来是来收吃晚饭的 病房里的碗筷的 怎么办呢 修子犹豫着拿不定主意 又看了一下门上的名字 突然房门开了 出来一个姑娘 看到这姑娘的脸 修子不由得差点叫起来 年纪十七八岁 稚气未明的脸大 头发扎在后脑 那脸 与原野的妻子 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姑娘静止朝配膳车走去 还了手里的盘子 又毁了过来 修子慌忙将身子贴在墙上 让出路来 姑娘只是不经意地朝她望了一眼 便又进了房间 病房门又关闭了 姑娘也进去了 修子这才深深地吐了口气 那张脸与原野妻子像极了 不过眼睛有点像原野 原来如此 修子轻轻地点着头 来陪业的原来是原野的女儿呀 原野有一儿一女 女儿今年刚进大学 刚才就是这个女儿吧 原野在大阪住院了 女儿代替母亲来陪业 或者说原野妻子压根就不想来 让女儿来代替她 也有可能是原野女儿要来的 不管怎么说 原野身边陪业的是她的女儿 已是确切无疑的了 修子又一次看了看门口的名字 便朝护士中心走去 护士中心不到 有一个不小的厅堂 在前面便是电梯 走了几步 修子又一次站了下来 就这么回去 还是鼓起勇气敲门进去 与原野的女儿是不认识的 说是来探病也无可非议 非要问起名字 胡周一个也就不怕她说给原野妻子听了 但是名字可胡说 与原野的讲话时的感情是装不出来的 原野女儿一定会察觉出来 即使修子能装成一般同事或者朋友的关系 原野能不能装得像呢 本来就是不擅伪装的老实人 在自己女儿面前装相做事 不能保证不露出马脚来 即使表面装相了 可年轻姑娘是十分敏感的 马上会察觉修子是父亲的情人的 而且特意从东京赶来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关系能说得过去的 当然可以请求姑娘不要对自己的母亲说 但这要求未免太自私了吧 退一步说 讲得出口 人家母女之情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这么左思右想着 修子走过护士中心 来到前面电梯 还是回去算了 嘴里咕弄着 又一次回首 望着长长的走廊 走过去三十秒钟时间 敲一下门进去 马上可以见到原野了 好容易请了假来到大阪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 打到回府 总有点遗憾 旅行代理的睡衣 内衣也会感到伤心的 当着原野女儿的面 不能将这些衣服交给原野 但见个面 陪上一会儿 总可以的吧 原野现在卧在床上 也许也正等着自己呢 想着想着 修子的脚步 又不由自主地 朝着病房挪去 可是到了病房门口 原野女儿的脸 又在修子的眼前浮现了 已经不是孩子了 对自己父母关系不好 一定是知道的 而且也一定知道 父亲在外面有外遇 另外 即使原野的女儿 知道他们的关系 而保持沉默 可修子在那天真 浪漫的姑娘面前 心里也会感到不好受的 大学一年级 正是感情最纯洁的时候 修子不想让这样的姑娘 对自己的父亲感到失望 即使姑娘知道 自己父亲有外遇 但不见面 总还只是一种猜测 要是父亲的情人 真的站在面前 那对女儿的打击 是可想而知的 修子脑子里想象着 见与不见 远远女儿的感觉 差别是非常之大的 这差别 修子在碰上 原野妻子时 已经察觉出来了 现在想想 已经迟了 修子根本就不应该 碰上原野妻子的 没见面 大家还有个侥幸存在 一旦见面 便一切都破灭了 从那时起 原野妻子的表情 就深深地刻在了 修子的脑子里 使他永远也无法忘记了 而且 连与原野的交往 也不能再像以前 那样自然了 不管原野 怎样甜言蜜语 修子总会一下 联想到他妻子的存在 与修子一样 原野的妻子 也一定时时地 在受着这种感情的煎熬 还是回去吧 自己对自己告诫着 修子又一次 拎起着旅行带 朝电梯走去